男人只是吐槽了一下这游戏有多 竟被当场传送进了游戏世界 而面对突如其来的怪物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就在昨天 一款名为Pick Me Up的游戏洪空出世 该游戏的玩法则是 通过培养英雄来攻略巨塔 达到攻占100层巨塔的目的 而在今天 男人为了获取传说中的七星英雄 他果断选择了参加活动 英雄等级从一星到最多的七星 而男人通过上千次的弩蛋 都未能获取五星级以上的英雄 可想而知七星英雄到底有多珍贵 但待游戏和其他游戏 有着本质上的区别 那就是英雄一旦死亡 将再也无法复活 随后男人进入了活动副本 可下一秒 游戏竟发来的警告 紧接着队伍里 所有的成员都陷入了恐惧之中 该死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随后男人派出的小队 竟遭到了团灭 紧接着一道黑影出现在眼前 居然是等级999 这难道是个Bug吗 这绝对是个Bug 而在这时 黑影精对着男人邪魅一笑 终于找到你了 随后男人便两眼一飞 等他再次睁开双眼 竟发现自己已经身处在了陌生的环境之中 而在他耳边不断回想起游戏开始的影响 如果想要拯救世界 那就攀上巨塔 无数的英雄将与你同在 紧接着一条信息传来 叫成任务 击杀侵略村中的哥布林 等等 哥布林 这难道是游戏世界吗 只见哥布林猛然朝着男人发起了进攻 男人挥剑抵挡下来 而在这时 又是一条信息传来 战斗将自动进行 请体验AI带来的高水平战斗 紧接着男人就不受控制的挥起剑来 当场就将哥布林斩杀 片刻之后 男人仍对眼前发生的一切感到难以置信 等等 这熟悉的场景 好像就是那款游戏 与此同时 一条信息传来 为了进行下一场战斗 现在可免费进行召唤一次 而男人还没意识到发生了什么 紧接着一道金光浮现 抄袭有英雄 谢拉 英雄等级四颗星 随后男人便再次加入了战斗 而在谢拉的带领下 男人再一次有惊无险地结束了战斗 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事 真正地让男人体会到了什么叫做截后余生 教程的最后一关 英雄的强化方式 何成 此时一只精灵不断催促着男人赶快进去 你是依赛尔吗 是的 不过你是怎么知道我的名字的 我叫韩瑞震 怎么可能 你不是叫做韩伊斯拉特吗 难道你是来自地球的人类吗 当然 难不成是从火星来的吗 而精灵却是表现得非常愤怒 事情到底是怎么处理 随后一脚就将男人踹进了何成房 放心 只是何成不会死 紧接着男人双手开始泛起蓝光 等等 何成不就意味着我要成为经验职了吗 当一星英雄与四星英雄进行何成时 本待是身为一星的男人成为养量 然而当何成结束时 身为四星的英雄却遭到了玩家的舍弃 就在刚刚 男人意识到自己即将成为经验职 因为何成是指两位英雄合二为一 一方英雄为了另一方英雄的强化而陷阱 但问题就出在这里 因为如果是正常玩家 是绝不会舍弃四星英雄来强化一星英雄 难道我就要死在这里吗 伴随着何成结束 男人只感到浑身充满的力量 而谢拉却变成了光病在缓缓消失 为什么你会消失 我只是没有被选中吧 接下来就拜托你 随后就只剩下男人愣在原地 画面一转 男人通过了新手教程并来到了外头 而在外头同样还有着跟男人一样遭遇的 他们也不知道这里是哪里 还有自己为什么会被传送到这里 此时精灵伊赛尔忽然出现在眼前 他表示自己是这里的官 如果不想死的话就不要等死 而一旁的剑士认为是他将这些人传送到了这里 于是对其拔刀相向 我可是警告过你了 下一秒 剑士就被当场击杀 而这就是队伍动手的下场 与此同时 攻略巨塔的行动开始 只见第一梯队纷纷加入队伍 随后精灵打开时间缝隙 看见那扇大门了吗 如果不想死的话就进去那里 而在面前的则是队伍中的舞 此时男人一把喊住了精灵 你也想让我们攻略巨塔对吧 那就让玩家赐予我们兵器 我们没有兵器就等于送死 而刚才珍贵的二星英雄已经死 这点程度的要求应该可以接受吧 此时精灵正对此琢磨一通 随后答应了男人的要求 并上传给了玩家 紧接着玩家就给予了他们一些兵器 于是在他们挑选了衬手的兵器后 精灵要求他们立刻进入时间缝隙 另一边 男人挑选了非常不起眼的目睹 而女人非常好奇 在这种时候还挑选盾牌 不过你为什么会知道精灵 还有为什么需要兵器 我只知道我们需要进入战斗将敌人打死 剩下的就你自己想办 与此同时 前方传来第一批队伍全部阵亡的消息 怎么这么快就全灭了 该死 怎么全死在了第一层里 此时第二支队伍排列成功 看来接下来轮到我们了 只见他们静止走到塔前 主要副本 现挑战层数为一层 攻略巨塔 拯救世界 此时眼前的大门散发出一阵光芒 大家注意了 战斗要开始了 等他们回过神来 才发现自己来到了一处层 楼层一 任务开始 消灭所有怪物 男人首次穿越游戏世界 却熟知这世界的所有规则与隐藏信息 因为他不仅是这款游戏的忠实粉丝 更是世界排名第五的玩家 就在刚刚 他们收到了楼层一的任务 消灭所有怪物 如果不好好战斗的话就会死 所以请大家一定要打起精神 然而一旁的三人却吓得开始四处逃窜 紧接着他们就纷纷陷入了恐惧之中 随后他们就发现自己根本无法走出阵 因为有一个巨大的屏障阻止了他们前进 我们只要击败哥布林就能活着离开这里 紧接着男人示意自己在前面抵挡 由他负责射箭进攻 那他们该怎么办 不用管 因为他们也帮不上什么忙 此时哥布林朝着他们发起了进攻 虽然男人从未使用锅剑与盾牌 但面对敌人猛烈的攻势 他还是选择了上前抵挡 看来我进入了一个全靠运气的垃圾游戏 此时前方传来胖子阵亡的消息 更是吓得他们疯狂逃窜 而男人则是庆幸自己活了下来 因为自己居然能从合成中存活下来 这都全靠了玩家那愚蠢的操作 此时一旁的场景分散了男人注意 下一秒 他的手臂竟被哥布林当场斩下 你这该死的家伙 虽然我不知道自己为何会被召唤在这里 但我能够确定的事情只有一件 那就是等级999的伴 曾经嘲笑过我 绝对是他将我带来了这 片刻之后 男人瘫坐在了地上 你这胳膊没事吗 只要回到了外面就没事了 而这个游戏玩家介入战斗的机会是非常渺茫的 因为大部分的英雄都是自动进行的存在 但尽管如此 这个游戏仍然风靡全球 其根本原因则是 游戏玩家可以像神一样观察这个世界 而我也是这款游戏的忠实粉丝 对于英雄的培养和一些隐藏的信息都了如指掌 因为我可是 世界排名第五的玩家 洛基 画面一转 此时的男人正在疯狂锻炼着自己 因为他熟知这个世界的游戏规则 英雄消失的方式有两种 在战斗中死去或是合成 而他身为一星英雄 在这个游戏世界中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因为一星是最为低级的消耗品 基础能力值与成长值都异常的低 如果再这么下去 自己绝对不会逃脱被合成的命运 为此我必须付出一切变强 我要复仇 虽然不知道今后会怎样 但如果不接受并适应这一切 那我很快就会被淘汰 紧接着男人就疯狂的训练起了自己 此时一旁的珍娜走上前来 你知道我们目前并不能离开这里对 我昨天想了一整晚 就算哭哭啼啼 情况也不会任何改变 你知道怎样才能存活下来对 男人则是非常好奇 你难道是第一次实战吗 当然 此时的男人瞥了一眼他的信息 昨天的成长值增长了四点 虽然成长值比较低 但具有一星英雄的先行技能 他不像其他人一样 他有着明确的目标 于是男人决定帮助他 那就拜托你了 哥哥 玩家将四星英雄 当成材料位给了一星英雄 而男人却因此死里逃生 要知道四星的召唤概率仅有百分之一 可玩家为何会犯下如此低级的错误呢 就在刚刚 男人决定帮助珍娜 那就拜托你了 哥哥 此时一条信息传来 珍娜对男人产生好感 获得亲密度奖励 当与亲密英雄组队时将获得能力加成 画面一转 男人正寻找着精灵伊赛尔 你又怎么了 我可是很忙的 如果你有非常好奇的问题 就去攻略巨塔吧 因为答案就在里面 可是你的状态窗口难道只有我能看见吗 我可不知道你在说些什么 那不是写着吗 等级257 你为什么能够看到这个 难道是有些事情搞砸了吗 不过他确实做了一些令人恼火的事情 而精灵的反应让男人更加确信 他能够看到游戏信息 甚至是玩家的所有操作 此时男人向着精灵询问 如果玩家放弃不玩的话该怎么办 但愿不会如此 玩家出现的合成事物 将四星英雄合成了一星英雄 要知道召唤四星的概率仅为百分之一 而他却稀里浮涂地将其舍弃 游戏与手机互相联动 所以无法重新启动 而上次上线距离第一次上线已有一周的时间 难道这里跟地球的时间不同吗 此时依赛尔表现得非常不耐感 不要向我提任何问题 所以时间是不同的对吗 感谢你的提示 该死 你这个一星的家伙 此时男人发现精灵根本动不了自己 因为只有在触发正当防卫 或是违背玩家下达的指令时 他才能够处罚自己 而一旁的珍娜好奇地询问男人 你们从刚才在聊些什么 我们以后需要攻略一百层巨塔 一个叫做玩家的人 可以通过精灵对我们下达指令 而我们需要完成这些任务 也许到达了一百层之后 我们就会被解放了 可是就仅凭我们两人嘛 玩家可以通过召唤得到我们这样的家伙 所以以后会有更多的人类被传送到这里 而我们最终的生命都将取决于玩家的选择 画面一转 结束训练的男人发现了这个世界的规律 生活必须凭第二天一定会恢复无几 而想要的东西也会立刻出现在眼睛 而且训练的规则也有着不同的规律 现在我理解了玩游戏是不知道的那种 经常有等级相同 却表现出战斗力不同的情况发生 他们的共同点都是 坚持训练 而训练虽然不会提高等级 但会提升技能的熟练度 一个有眼力见的玩家会将英雄分为三类 首先是心态 玩家并不在乎那些容易苦荒的英雄 其次是技能 高级英雄被召唤出来时就已经学会了技能 而低级英雄则需要玩家自行发掘 最后便是身体 这也是我努力锻炼身体的原因 画面一转 训练已经过去了三天 而就在今天 玩家上线了 低星与高星的差距并不止表现在战斗力上 更多的则是表现在战斗本能之上 如果将刚召唤的一星英雄投入战斗 那么他们就会陷入恐惧之中 而三星以上的英雄则从不惧怕这些 甚至是刚召唤出来就能立刻参与战斗 就在刚刚 游戏传来玩家上线的消息 与此同时 男人望着自己刚刚获取的两个技能 快做好准备吧 玩家已经来了 而一个队伍拥有五个名额 所以玩家需要再召唤三名英雄 下一秒 只见三名英雄赫然出现在眼前 现在已经来不及解释了 请你们快做好战斗准备 此时 精灵伊赛尔一把打开时间缝隙 趁现在还有时间 快拿起兵器 而一旁的三人则是对着精灵抱怨着这一切 他们这样一会会死呢 我们先不要管他们 紧接着他们就遭到了精灵的教训 请你们好好听话 就像他们一样 那么 路上小心 画面一转 他们收到了来自楼层2的任务 消灭所有怪物 而这时的三人却被眼前了一幕 当场吓得陷入了恐惧之中 就连珍娜也感到了一丝恐惧 于是男人果断打醒了他 一瞬间 他便消除了恐惧 果然新人都是些派不上用场的家伙 此时野狼猛然朝着男人发起了进攻 只见男人拔出长剑 当场就将其洞穿 这都还没死吗 随后男人猛然发力 当场就将野狼斩杀 这时又是一只野狼发起了进攻 于是男人果断挥盾抵 随后又挥出一剑 却被其轻松闪开 紧接着又是一击中剑袭去 当场将其击杀 真难 哥布林怎么样了 只见哥布林已然被射成了马蜂窝 够了 他们已经死了 随后他们就被传送回了里面 恭喜突破二层巨塔 紧接着传来一阵地动山摇 随后他们便来到了第三层 难道玩家想要现在就攻略第三层吗 但在这种情况下该怎么办呢 伴随着玩家下线的通知 男人放下了心中的担忧 难道是一天攻略一层吗 如果这里的时间与地球相差三倍的话 那么玩家下一次登陆将会在三天之后 画面一转 男人望着自己的状态窗口 智力下降了一点 但力量上升了两点 虽然综合提升还是四点 但升级效率得到了改善 这应该就是体质正在增强的证据 与此同时 一旁的三人正不断抱怨着这一切 而男人也终于知道 为什么一星英雄会没有任何存在感 那位二星英雄曾说过自己是一位士兵 星星越多代表着战斗本能越强 如果将当召唤的一星英雄投入战斗 那么他们将会陷入恐惧之中 然而当三星以上就有所不同了 他们能够马上开始战斗 甚至没有任何恐惧 难道他们是在知情的情况下被召唤的吗 还是说有什么别的原因 此时珍娜适宜男人过来帮忙 那些没用的家伙我为什么要这样 反正他们很快都会消失 而这却引来一名男子的不满 于是男人一拳将其打翻在地 刚才战斗时只会躲在后面发抖的家伙 没资格跟我说话 画面一转 两人依旧进行着训练 在此期间他们的实力得到了大大的提升 此时一发弓箭净直击中了男人 而男人却是一脸淡定的将其拔出 只见伤口瞬间恢复卢出 并获得了痛苦耐性技能 紧接着男人又开始了训练 我是不会就此放弃的 因为这是我和活着的证明 此时一条信息传来 技能觉醒 下级剑术和下级盾术合二为一 获得新技能 习得下级剑盾术三级 而在三天后 玩家已经上线 快到广场上来 同样身为没有任何存在意义的一星英雄 可当两人为了生存选择战斗时 他们却只会躲在后面瑟瑟发抖 殊不知这一切都被玩家看在眼里 而等待他们的将会是名为何城的审判 就在刚刚 因为玩家的上线 精灵要求所有人马上赶往广场 而珍娜俨然一副做好战斗准备的样子 相比之下 身旁的三人总是在抱怨这里的一切 就连依塞尔都觉得忍无可忍 于是当场教训了他们 随后他们进入了楼层三里 而任务便是消灭所有怪物 我们只要按照训练时的方式做就行了 随后男人率先发起进攻 片刻之后 两人已经清理完了楼层三里的所有怪物 而身后的三人却对于此次战斗没有任何帮助 没有关系 如果不参与战斗是无法获得经验值的 此时男人观测到了玩家的下一步操作 他想要再次挑战楼层一 看来玩家要让我们转圈圈了 下一秒 他们就被传送回了楼层一里 虽然怪物数量繁多 但他们很快就攻略了这 紧接着玩家又开始了重新挑战 看来攻略的太过轻松 玩家也不会让我们轻易休息 然而经过无数次的反复攻略 两人终于泪倒在了地上 这下玩家应该不会选择再次挑战了吧 片刻之后 我真的要疯了 我们到底要照顾他们到什么时候 不用担心 今天就是最后一天了 只见一座合成房赫然矗立在众人眼前 紧接着缓缓开启了大门 那些家伙 玩家明明给了那么多次机会 却不懂得珍惜 这下没有任何人能够拯救他们 因为身处上帝视角的玩家 能够一眼看出谁在偷懒谁最勤奋 此时精灵示意珍娜与耶尔森一同进入合成房内 而男人则表示他不会有事的 那如果我进入了将会发生什么 那里将会审判你的所作所 你还想让我怎么帮你 哪怕你刚刚假装在战斗的话 结果也就不一样了 我已经厌倦照顾你们了 赶快进去吧 随后玩家果断按下了合成 伴随着大叔变成一道蓝光 合成完成 珍娜得到升级 其得鹰眼技能 而此时的珍娜则好奇大叔为什么消失不见 在这里没有用处的人将会作为祭品死去 接下来该轮到我了 这次会是跟你们之间的谁呢 下一个 韩 托比 而托比仍旧接受不了眼前的这一切 我要回去了是吗 你就这么想吧 伴随着一声惨叫结束 合成结束 韩升级 获得冷静技能 只见男人淡定的走出屋外 看来这次你比较幸运 如果玩家不再需要我 我们就会从那个房间内消失吗 不要那么消极 你不是想活到最后吗 而他只是对于眼前发生的一切无法接受 越往上爬 我们遇到的怪物就会越强 被召唤的人也会越强 而我们要么被敌人杀死 要么成为祭品而死 如果想要活下去 就要选择正确的队伍 精灵伊赛尔发给玩家的游戏攻略 竟是洛基亲自上传论坛的文章 而他甚至是洛基的忠实粉丝 可他浑然不知 面前的男人就是传说中的玩家洛基 就在刚刚 男人告诫珍娜 如果想要活下去 就必须站队正确的队伍 画面一转 只见珍娜对着男人深深鞠了一躬 我想要努力活下去 所以以后请多多关照 你只要做好坚持训练 就不会那么容易死的 而在这时 一旁的男子也表示 想要加入他们的队伍 之前给大家带来了很多麻 在战斗时 也只会躲在后面瑟瑟发挡 但现在我想要做出改变 而男人却仍不相信他 只见他扔给男子一把长枪 想要活下去 就要做好战斗的觉悟 虽然我不是专家 但我听说这把长枪是最容易掌握的 不知道你是否听说过镜中原法子 而珍娜则对此进行了解释 近距离用剑 中距离用枪 远距离用弓箭 你还在等什么呢 快准备进行战斗了 而他却愣在原地不知所措 只见男人猛然对其发起进攻 你自己看着点穴吧 至少你应该感谢这里还有对手 因为我以前都是跟稻草人训练的 此时亚伦害怕地闭上了眼睛 战斗的时候居然闭上眼睛了 只见男人猛地一把踹向亚伦 如果我是怪物的话刚才你就死 而珍娜则表示 他这才第一天会不会有点太勉强 我不想带这个脱油瓶到处走 如果跟不上就放弃 喂 你有家人吗 我有个妹妹在等我 那如果你就这么死在了这里 要知道被怪物杀死是很棒的 还不如合成来的痛快 所以你到底能不能坚持下去 只见亚伦的眼神瞬间变得坚定了不少 画面一转 只见玩家建筑了一个铁匠铺 现在我们可以自由移动了 而且铁匠铺也开放了 此时男人呼叫依塞尔出来 我们聊点别的东西吧 给玩家发送攻略的是你对吧 你是否能够上网 当然 网上冲网可是我的爱好 你发送的攻略来自于论坛对吧 召唤实践装备后 将一级英雄投入到训练场所 接下来是开放铁匠铺 而依塞尔却是一点好奇 你是怎么知道的 这可是Pick Me Up官网中的人气文章 还是洛基上传的 你认识洛基吗 当然 因为我可是该游戏的玩家 那你也只能算是游戏中的螺蟻玩家 只有洛基才是Pick Me Up之神 要是他有七星英雄早就是世界第一的存在 那么你为什么会喜欢洛基呢 因为他是能够把不可能变成可能的人 是吗 那可真是抱歉了 因为我就是 洛基 游戏世界竟是一个真实的世界 无论是英雄还是玩家 他们都是生活在不同世界的人类 而玩家在享受乐趣的同时 却也给那些英雄们带来了致命性的打击 就在刚刚 面对如此喜欢洛基的精灵 男人当场表示自己就是洛基 而伊赛尔却认为他在说谎 紧接着男人就被出了自己的账号 因为某些原因 账号只有游戏本人和相关人员才知道 如果你不相信我 你可以亲自确认一下 此时伊赛尔正在快速确认当中 你难道真的是洛基吗 那能否给我一个你的签名 只要有了这个 我就能够成为拉格纳洛基会员了 那是什么 是一个洛基粉丝成立的俱乐部 只有洛基本人的签名才能成为会员 而男人却对此毫不知情 等等 所以我一直以来跟洛基说话都那么狂妄 我现在只是一星英雄 根本不在乎这些 等等 如果没有你在 尼弗海姆会怎么样 我也不太清楚 尼弗海姆是我账号休息室的名字 紧带基室就有13层 能够容纳2万人左右 虽然大部分设施都是18到22级基础设施 但他可是建筑最终的名字 可男人已经变成了英雄 那2万玩家该怎么办呢 如果你不高兴的话 你可以将他们送走 而伊赛尔却表示自己没有任何办法 我知道 你也只是这里的中层管理者 不管怎样 这个休息室的玩家是个地球人对吧 被召唤的英雄也全都是人类 没错 虽然所处世界不同 但他们都是人类 玩家并不知道我们都是人类 只是单纯的享受游戏吧 不过我要是登上100层巨塔 就能回到地球上吗 而伊赛尔却对此表示并不知情 那你知道是谁将我带来了这里吗 而他却无法回答 很抱歉 没能帮上你的忙 没关系 只要登上巨塔一切就都知道了 那么下一个问题 你能够接近玩家的权限到什么程度 目前只有关闭设施 英雄自由行动 其他玩家的休息室也跟这里一样吗 基本大致相同 也就是说这样的世界存在意义多个吗 没想到游戏里的世界居然都是真实的 那我之前无意中做出的判断 都将会给英雄带来毁灭性的打击 画面一转 珍娜真是一个天才 她的实力增长速度简直无法想象 虽然没有使用过短剑 但她都能很快就掌握药 而相比之下亚伦则停滞不前 如果再这么下去她迟早会死 此时男人失忆珍娜跟着她走 而精灵与她却为了谁是布下一号争吵 于是男人很果断地阻止了这一切 片刻之后他们来到仓库面前 伊赛尔你曾说过你有打开权限对吗 请帮我打开仓库 随后男人拿走了以下材料 接下来我们要去铁匠铺 而珍娜却不懂男人要做什么 当然是制作一把新的兵器 男人身为一新英雄 竟拥有玩家一半的游戏权限 不仅能够随意拿走材料 甚至是能够为自己打造一把兵器 就在刚刚 男人决定打造一把全新的兵器 因为在与伊赛尔的对话中 男人发现自己一半是玩家 一半是英雄 那么有没有可能 自己能够使用只有玩家才能使用的区域呢 而一旁的伊赛尔好奇地询问男人 是否想要制作胜利之剑 在这种地方吗 此时一条信息传来 设施不足 没有铁匠 没有设计图 将一并给予惩罚 成功几率极低 是否合成 男人果断选择了制作 紧接着又是一条信息传来 请选择拼图难度 难度越高奖励越高 于是男人选择了超低于难度 那可是三重惩罚 你确定吗 这是为玩家们设计的小游戏 虽然大部分玩家都不玩 但它的奖励还是很不错 随后小游戏便开始启动 限定时间三分钟 只要将它们拼接在一起就行了吗 那就开始吧 只见男人飞快地拼接着方款 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神之右手吗 伴随着一条信息传来 啊 制作成功 获得精良的长剑C级 只见一顶长剑赫然出现在男人面前 精良的长剑C级 结实 轻巧 锋利 虽然材料比较粗糙 但通过技术弥补了这一笔 紧接着男人制作了同样等级的盾牌 弓箭和长矛 因为材料的原因所以全都是C级吗 可是你不再多做一点了 那样会被玩家发现的 画面一转 玩家开始攻略楼层4 而面对眼前成群的怪物 男人只能提醒亚伦保护好自己 此时怪物朝着他们发起了进攻 而亚伦却是害怕的胡乱挥舞 该死 那家伙太害怕了 可下一秒 亚伦就被珍娜当场打起 冷静一点 你难道想死在这里吗 随后三人开始了分工合作 在他们的合作下 怪物很快就被消灭得一干二净 片刻之后 亚伦对于自己的表现感到非常抱歉 刚刚我好像也不怎么活跃 我到底会面临怎样的审判呢 此时 玩家将亚伦登记在了收藏夹中 看来玩家很喜欢你了 你逃过一劫了 劫后余生的亚伦瞬间感到轻松了不少 看来你的两位部下都顺利成长了呢 我的部下呢 严格意义上来说 我的一号部下应该是 尼弗海姆中的希里斯才能 一个队伍中有五 他们是满级的六星英雄 拥有五把自制的神器和各种终极技能 如果我爬上高塔的话 应该会遇见他们的 因为是闲置型的游戏 所以在尼弗海姆的希里斯应该会看着办 如果有突发情况也还有尤尔内特 因为男人觉得他们并不是人工智能 与此同时 希里斯你真的要走吗 刘尔内特你应该知道现在的情况非常紧急 那就拜托你了 那么尼弗海姆就交给你了 我一定会找到玩家的踪迹 画面一转 玩家休息室内的所有建筑都得到了升级 而珍娜则对眼前的一切感到震惊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看来玩家开始消费 因为游戏变得越来越有趣了 看到英雄的各种反应与真实的战略 让玩家感到这游戏非常的真实 总之越往上爬 休息室就会变得越好 不过从玩家的上限时间来看 他很有可能是个上班族 此时一道信息传来 玩家开始进行十连召唤 紧接着一道光芒浮现在男人面前 男人拥有玩家的一半游戏权限 不仅能够独自打造兵器 甚至能够任命别人的职位 而他们攻略的巨塔将会越发艰难 因为每经历五层就会遇上一个强大的包 就在刚刚 刚升级完休息室的玩家 决定开启十连召唤 只见一道光芒浮现在男人面前 而召唤有两种途径 一种则是使用金币的普通召唤 另一种则是使用宝石的高级召唤 当然宝石需要通过消费获得 同时获得的英雄品质会更好 此时 只见一群英雄缓缓从门内走出 而男人却是一把拿出长剑 你们安静点 我现在不想跟你们解释太多 我只会告诉那些在战斗中活下来的人 紧接着依塞尔发出指令 木匠往那边走 下一个是铁匠 随后是厨师 而珍娜却不懂精灵在做什么 他只是在分配角色 因为这里多了很多设施 如果之前死去的人被再次召唤 那么他们可以做出了战斗以外的事情 紧接着玩家开始安排第二支队伍 而男人也马上理解了玩家的意图 他是想通过副本来筛选并留下有用的英雄 很快第二支队伍就只剩下了两个 随后又是下一支队伍 可他们却对此感到非常害怕 此时 亚伦主动请英 表示要与他们一同前往 而玩家也答应了他的请求 亚伦 帮助别人是好的 但要留下有用的人才行 我知道了 此时 一旁的珍娜正抱怨着这里天天都吃土豆 玩家可是时刻都在观察着你 不过不用担心 他并不是什么都能听到 他只能看到过滤过的信息 片刻之后 亚伦带领着队伍回到了城里 而亚伦只击杀了一只哥布林 我理解你的意图 那我们赶紧回去吧 画面一转 他们来到了餐厅 而等待他们的依旧只有土豆 可那家伙不是自愿当厨师的吗 只见他的信息赫然出现在男人眼前 原来是个连料理技能都没有的家伙 此时男人决定将克洛艾任命为厨师 紧接着他就做出了一顿丰盛的料理 而在晚饭中 男人将这里的一切全都告知了他 随后任命伊诺克和克洛艾分别为木匠和厨师 从现在开始你们要好好帮助我 虽然非战斗人员的存活率很高 但我们也不能掉以轻心 因为队伍的位置是有限 如果召唤出技术更好的家伙 你们最后还是需要战斗 画面一转 男人单调的日常生活开始发生了改变 只见三名男孩想要加入训练 他们分别是吉德 汉森 笛卡 而男人当然也是非常严格的训练他 与此同时 珍娜的下级弓箭术已经达到了5级 甚至是下级短箭术也达到了2级 而亚伦的枪术达到了2级 但目前没有取得任何进步 虽然训练起早贪黑 但却没有任何效果 还有面前的三人 各自获得剑术一击 而在几天后 玩家再一次进行了十连召唤 人真是越来越多了 以后也许还会增加的吧 不过为什么玩家不前往5楼 已经在4楼好像待了挺久了 因为5楼的难度有所不同 而且玩家就连队伍都还没确定下来 况且每个5层难度就会急剧上升 就等同于一个boss概念 就连我也不知道能不能在那里活下来 而今后的难度到底会有多难 男人也没敢告诉珍娜 与此同时 玩家已经确定好了队伍 男人拥有独自攻略楼层4的实力 却对楼层5的任务束手无策 因为每攻略5层 他的难度都会急剧上升 而如今他将要在数千名哥布林的围攻之下 存活30分钟 就在刚刚 他们再一次来到楼层4 现在他们将进行团队合作训练 虽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作战方式 但比起个人现在更应该提升团体的力量 而男人则是在一旁静静地观看着这一切 因为如果他出手了 那他们将无法进行训练 片刻之后 在他们的合作努力下 很快攻略了楼层4 虽然男人并不知道楼层5会有着怎样的任务 但他可以肯定那绝不是能够独自完成 画面一转 玩家的上限次数明显增加了不少 而在第二次召唤中 装备制作所也开始了运动 他们制作出来的装备 大大提高了英雄们的生存率 同时也对主要队伍提供了更加高级的装备 在此期间 表现不佳的三人也被进行了合成处理 画面一转 伊塞尔告诉男人 今天将会前往楼层5 这次的楼层将会有所不同 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 但是不要太过紧张 伴随着一道蓝光出现 他们被传送到了楼层5 可是为什么这里会没有怪物 不要大意 先去城市中心观察情况 城市这么空荡连个人影都没有 难道这不是消灭怪物的任务吗 随后男人示意真娜爬上那座钟楼 而当爬上钟楼后 他却愣在了园底 真娜你到底看到了什么 这不可能 城市外面有很多哥布林 并且正朝着城市袭来 哥布林的数量有多少 数量有数千只 此时发来任务信息 楼层5 任务类型 生存 从蜂拥而至的敌人那里生存下来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不要害怕 这次的任务并不是消灭怪物 而是生存下来 我们只要在这里坚持一段时间就行了 此时他们本想躲进房内 却被提示禁止出入 那我们需要坚持多久 大概十分钟左右 该死 真是不总 然而实际时间却是三十分钟 在低层遇到生存任务是非常不幸的 因为英雄生还的可能性只有百分之几 而这种楼层也被称为英雄选碎机 此时他们决定在一处小巷进行防御 因为通道很窄 可以有效阻止哥布林的勇动 随后男人给每个人安排任务 左边有我负责 右边则是亚伦 后面就由吉德和汉森负责 并且男人再三嘱咐 真爱要珍惜好弓箭 没有我的命令不要射击 现在开始建立路障 三十分钟吗 也许副本的时间与地球一致 而不是休息室 计时器将会在与哥布林开战后就开始计时 与此同时 一只哥布林嗅到了人类的胃 随即便朝着男人发起了进攻 该死 我可还没准备好 当一新英雄队上数千只哥布林时 本该攻略的时间为三十分钟 却被男人说成了十分钟 因为他深知当他说出正确的时间时 队友就会因为过度的恐惧而葬送于此 就在刚刚 哥布林猛然朝着男人发起了进攻 而下一秒却被男人当场斩杀 紧接着无数只哥布林疯狂涌入 真是没完没了 此时男人正不断斩杀着面前的哥布林 如果你感到累了就告诉我 在这种情况下完全不能出半点插头 而面前的哥布林则是疯狂地朝着他们扑来 我们真的只需要坚持十分钟就行了吗 当然 我什么时候骗过你们 与此同时 时间已然剩下二十六分钟 而望着眼前数不胜数的哥布林 我们绝对不能死在这种地方 此时一只哥布林朝着男人迎面扑来 却被男人一见当场洞穿 随后男人失忆急得与汉森换班 该死 我的体力也开始不足了 而他们不仅级别低 就连技术也很差 他们在战斗中浪费了太多的体力 我们只要确保一件击杀一只哥布林 就能用最少的体力产生最大的效率 这些哥布林应该都是楼层一的怪物 但是数量太多了 而面对死亡他们却没有丝毫恐惧 紧接着男人事宜重新换人 珍娜快去帮助吉德 将发射出去的弓箭全部回收 只见珍娜猛然射出一件 当场就将一只哥布林击杀 而一旁的亚伦则询问 不是说坚持十分钟就行吗 这才仅仅过去五分钟而已 此时又是一只哥布林朝着珍娜袭来 却被骑一脚踢飞 与此同时 吉德的手臂被当场斩下 并陷入了出血状态 而男人则是示意先别管他 马上换人阻止哥布林 只要活着回去就会没事的 随后吉德便陷入了恐惧之中 该死 这个哥布林真是没完没了 你快清醒过来 你难道想让我们都死在这里吗 你要记住 如果你不换人 汉森就会死在这里 而此时的男人正奋力斩杀着哥布林 可一旁的哥布林却是嘲笑着众议 随后汉森表示自己的兵器已经损坏 于是吉德便带着受伤的身体再次进行战斗 这是预料之中的事情 虽然是F级的铁剑 但他终究还是普通的铁剑 既然剑不管用的话 那就使用盾牌 珍娜快跟亚伦换班 而亚伦却表示自己还能再战 闭嘴 该休息的时候就多休息 此时男人提示还剩下三分钟 该死 三十分钟居然这么长呢 随后便是来回换班的过程 珍娜快用弓箭帮助汉森 可是身上的弓箭早已破绝不堪 快用剩下的弓箭阻止他们 否则我们都会死在这里的 只见珍娜连续射出几只弓箭 静止击中了面前的哥布林 可却没对其造成任何伤害 而下一幕 只见哥布林当场洞穿了几顿 随后他便音声倒在了地上 吉德陷入冰死状态 男人仅凭一己之力 就能将数千只哥布林尽数斩杀 而在这之前 他还只是个濒临死亡的家伙 就在刚刚身负重伤的吉德 当场就陷入了冰死状态 与此同时 男人正拼命斩杀着面前的哥布林 而珍娜面对眼前的状况 却不知该如何是好 一旁的汉森显然还没意识到 吉德已经重伤 此时 面对成群结队的哥布林 男人以一己之力抵挡下来 片刻之后 汉森 这里有我负责 你快去左边的通道 而在这时 前方传来吉德阵亡的消息 珍娜 快过来帮我 吉德已经死了 此时的男人正使用盾牌 抵挡着哥布林的进攻 而珍娜的技能 却在这时得到了觉醒 哥哥 现在还剩多少时间 别问时间了 快点击杀哥布林 此时在极限状态下 英雄们的灵魂得到了觉醒 男人的所有技能都提升了等级 该死 现在觉醒一点用处都没有 而下一秒 汉森受到了重伤 并陷入了出血状态 渴望着眼前成群的哥布林 汉森只能害怕地在原地瑟瑟发动 随后便葬身在了怪物巢中 与此同时 男人带着珍娜和亚伦逃离了这里 随后他们来到一处巷口 我们会死在这里吗 别说这些不吉利的话 快爬上后面的那堵墙 此时哥布林已然追上了他们 男人也只能奋力抵挡 这时珍娜表示自己已经上来 你们也快点行动 于是男人奋力一跳来到了墙上 亚伦你也快上来吧 而此时的亚伦却被哥布林一把抓住 随后男人便纵身一跃再次跳下 紧接着当机立断砍下了他的小筒 快将他拉上来 与此同时 亚伦陷入了冰死状态 而一旁的哥布林竟慢慢堆叠起来 居然有如此聪明的哥布林 别想这些了 快阻止他们 一定不能让他们上来 大概还有多少时间 我快坚持不下去 30秒 就剩下30秒了坚持住 而在这时 哥布林双手拉住了护栏 正当男人想要挥剑砍下时 却被哥布林当场刺中腹部 该死的家伙 伴随着哥布林抽出小刀 男人发出了痛苦的叫喊 与此同时 珍娜也与男人一样陷入了出血状态 难道我就要在此结束了吗 仅仅只是在第五层而已 区区五层 此时的男人眼中闪过一道红光 而下一秒 男人就宛如战神附体一般 别开玩笑了 现在才第五层而已 我怎么可能会死在这种地方 此时哥布林猛然发起进攻 只见一道人迎赏 当场就将面前的哥布林尽数枕杀 技能绝起 喊 获得狂暴技能 冷静与狂暴本该是无法共存的技能 然而他们却同时出现在了男人身上 这难道与他拥有玩家一半权限的体质有关吗 就在刚刚 男人获得了新的技能 狂暴 虽然此时的他呼吸难受 肌肉止不住的疼痛 但是 他按耐不住内心的奋力 全都放马过来吧 该死的哥布林 随后男人展开了非常疯狂的图路 每回出一击 都能将面前的哥布林瞬间斩杀 就算手里的兵器碎掉 也绝对不会因此停下 就在双方的战斗即将打响时 副本倒计时结束 一瞬间 所有事物都陷入了禁止状态 伴随着副本通过的信息传来 他们获得了副本奖励 紧接着他们就被传送到了副本外头 楼层五通关 周长副本开放 可收集材料 强化休息室和英雄 此时的他们终于松了一口气 我们终于活下来了吗 男人对此给予了肯定的答复 难道从五楼以后都是这种任务吗 这次只是遇到了特别任务 刚刚只要有一个人没有发挥自己的作用 那么我们将会全军覆没 如果将汉森和吉德再培养一段时间的 我们也就不会这么的狼狈了 生存任务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难 只不过我们遇到的时机不对 画面一转 他们回到了城镇 大哥你们辛苦了 可是吉德跟汉森呢 他们死了 闻此 笛卡瞬间愣在了原地 只剩他们向着城镇中心走去 片刻之后 男人躺在了床上 我不想因为有人死了而伤心 因为对于前线来说 死亡是在所难免的事情 不过我居然获得了狂暴技能 可是冷静技能与狂暴技能 应该是不能共存的 这应该是个罢 难道跟我的体质有关吗 算了 不去想这些事情了 现在先好好休息吧 因为明天还要忙很多事 画面一转 来到训练场上 此时珍娜正努力训练着自己 今天怎么比以前更加努力了 因为我还不想死 珍娜在昨天的战斗中获得了技能 她有才能也有努力 相比之下 亚伦承受了那么多痛苦 却没有得到任何技能 而我的成长值固定在路 这可是三星级英雄 才能表现出来的成长值 此时的男人已然达到了九级 已经快接近一星英雄的极限等级十级 现在应该向着二星晋升 不过今天亚伦哥哥怎么没来训练 他可能是在房里自责吧 笛卡也一样 可平时他们这个点就来了 因为他们对于训练非常的用心 不像那些家伙一样 他们只会在玩家上线的时候假装训练 汉森跟吉德都是有潜力的人 而那些家伙应该代替他们死去才对 此时亚伦匆匆赶到训练场 你那表情是怎么回事 如果我再强一点的话 他们就不会死了 你要记住 他们是因为自己的弱小而死 仅此而已 不知不觉男人已经在这个世界生活了一个多月 而通过这段时间的观察 得出休息室和地球的时差约为三倍 玩家每天上线三次 分别是早上 中午和晚上 还有一点则是 在副本中的时间是与地球一致的 画面一转 玩家新建了一个队伍 而他们即将进入周长副本 这颗属性石头 能够用于制作各种道具和提升英雄星级 而它需要从周长副本中的稀有怪物中获取 就在刚刚 他们即将进入周长副本 周长副本 收集各种稀有材料 坎登克森林 剩余时间11小时 没想到副本果然开放了 我们需要战斗吗 别担心 我们不用战斗 随后他们就被传送到了副本里面 而珍娜则非常警惕地看向四周 这会像楼层五那样出现特殊任务吗 这里被称为周长副本 是收集材料的地方 此时他们身旁出现一个传送洞口 只要将收集的东西扔到那个洞口 那样它就会出现在仓库里 真的不需要战斗吗 珍娜你不一样 跟我一起去打猎吧 随后珍娜跟上了男人的步伐 画面一转 只见一只麋鹿出现在眼前 随后一只弓箭袭来当场将其击杀 你会屠宰麋鹿吗 当然 在父亲身边看都看会了 随后便是当场将其宰杀 你要记得将材料放到那个洞口 我先去打猎了 片刻之后 男人来到一处河流 此时时间已经剩下30分钟 时间结束就会被自动传送出去吗 与此同时 三只麋鹿赫然出现在男人面前 而其中最艳丽的那头麋鹿 便是传说中的森林女王 她可是森林周长副本中 才能出现的稀有冠 她所拥有的下级属性是 可以作为男人升级的材料 此时男人一把将面前的麋鹿斩杀 紧接着又将另一头麋鹿也当场斩杀 而这时的森林女王显然非常的奋募 你的伴侣都被我杀得心里不好受了 放马过来吧 画面一转 男人提着森林女王回到了原先的地里 快帮我处理一下吧 你抓到几只了 两只麋鹿一只野猪 此时传来真娜采集成功女王的血 不过这只母鹿居然长了久 你只看脑袋就能区分出来吗 当然 我可是在森林里待了很久 而在这时 传来真娜觉醒森林猎人技能的消息 居然又觉醒了技能吗 不过有了这个 我升级应该很容易了 下级封的属性石等级地 用于制作各种道具和提升英雄的星级 画面一转 周长副本 根据派遣的星期不同 副本的场所也会有所变化 而今天则是西米尔高原 为了获取别的属性石头 男人与真娜偷偷来到了副本 而男人却在这里发现了生命之草 他们是制作治疗药水的关键材料 我以后要将他们都收集起来 片刻之后 他们发现了一头高原狼 紧接着就将其当场击杀 随后珍娜对其进行宰杀 而男人也获得了自己想要的材料 这里可真是和平 要是这么一直下去该有多好 我倒是希望玩家永远不要上线 尼夫海姆的那些孩子们也会这么想 你讨厌战斗吗 你并不是一定要在最前线战斗 至少现在的你应该不用担心被合成了 所以你想给我找个好的职位吗 如果情况比现在要好的话 是不行 而男人则以微笑回应 画面一转 他们来到了楼层6 任务探索陌生的地方 当玩家进行召唤时 有极低的概率会召唤出彼此心灵相通的英雄 而当他们所处同个团队时 他们就能够发挥出超越自身的战斗能力 就在刚刚 他们被传送到了楼层6 任务探索陌生的地方 与此同时 笛卡也加入了队伍 看来今天并不是周长副本 这又是一个罕见的任务 此时男人是一种人低头 而他们却一把趴在了地上 我只是让你们低头 不是让你们趴下 这里并没有什么 你们放轻松点 只要满足条件 我们就能安全通关 此时他们发现了不远处有三只八级哥布林 我们可以杀了他们吗 等等 他有角敌 这就说明这附近有他们的同伴 珍娜你看到了什么 附近有一个哥布林部落 大概有一百多只哥布林 这难道是陷阱模式吗 此时男人是一针那杀了最右边的哥布林 另一个就由亚伦击杀 那个拥有角敌的哥布林就由我父祖 而你就在原地待着 万一有情况你再来帮我们 此时珍娜一发弓箭射出 当场就将哥布林击杀 与此同时 亚伦使用长枪瞬间洞穿了哥布林 而一旁的哥布林刚想召集同伴 却被男人当场用剑斩杀 这就结束了吗 并没有 我去调查一下 既然出现了探索就不可能是单一的任务 至少应该会给下一个副本的提示 片刻之后 男人来到一处部落 这里就是哥布林的栖息地吗 此时哥布林好像察觉到了异样 可当他回头望去时 男人已经被传送回了副本外面 你刚刚跑去哪里了 我只是看一看周围 主要副本出现提示比较多 像这样的探索被称为刘 至于能不能分析刘就取决于玩家的能力 不知道我看到的东西是否传达给了玩家 虽然出现刘的时候比我预想的还要早 此时克罗埃表示城镇出大事了 城里来的奇怪的人 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那些人好像不一般 他们全都佩戴了兵器 该来的总会来的 而他们就是被召唤的高级英雄 宗毛狼士兵团诞生了 从他们身上能够感受到五人有深刻的联系 在连续抽取时 有极低的概率召唤出彼此心灵相通的英雄 而当他们同属一个队伍时 他们发挥出来的战斗能力就会高于自身 难道是玩家消费了吗 依塞尔对此给予了肯定的答复 随后男人将队伍解散 就算来了特别的新人 这里也不会有任何变化 片刻之后 珍娜正与一名女子交谈 你好我叫做珍娜 请问姐姐你叫什么 我叫伊迪斯卡罗 随后珍娜向其介绍男人 而男人却是注视着她的状态信息 不愧是三星英雄 力量和体力比较低 但敏捷很高 这就是典型的职业盗贼 并且是以短刀为主 此时男人表示 想要和伊迪斯好好谈谈 画面一转 你知道这个地方吗 有知道的也有不知道 你还记得自己怎么来到这里吗 我只记得我是为了战斗 而被召唤到了这里 那你知道合成之类的东西吗 合成就是以别人为忌品强化自身 果然 召唤等级的差异 也注定了知道多少信息 她在三星的外援中 也处于很高的水平 虽然之前的二星英雄也是外援 但她比他要强上不少 与此同时 伊赛尔传达命令 宗毛狼士兵团出来会合 他们是只有通过消费 才能获得的三星英雄 而在一星男人眼里 却是如同蝼蚁一般的存在 甚至是当众对其发出决斗申请 就在刚刚 伊赛尔要求宗毛狼士兵团出来会合 画面一转 玩家创建了一个名为宗毛狼的队伍 并设置阿凡特作为宗毛狼队的队长 而现在玩家想要看看他们的实力 与此同时 真啊你觉得他们怎样 伊迪斯姐姐看起来还不错 其他人就不知道了 而一旁的人类面对即将到来的合成审判 于是恳求着男人能够救救他们 可男人却对此表示拒绝 训练的时候你们在干什么 现在才想要寻求帮助 难道你们的生存方式 就是对着强悍的一方屈炎覆势吗 别说亚伦啊 就凭现在的你们连迪卡的水平都达不到 你们每天只是在假装努力吧 假装努力只是为了躲避合成审判的家伙 快消失在我眼前吧 片刻之后 他们离开了这里 亚伦 你不要同情他们 你别忘了 你在赴本里流血的时候 他们可是都在享受着生活 片刻之后 宗毛狼士兵团结束了战斗 回到了城镇 你是谁 你是指我吗 你们并不需要知道 而金毛大叔却怒骂道 你说话为什么这么傲慢 是你们先不讲礼貌的 与此同时 队长向其表明身份 我是阿凡特德扎克 是宗毛狼士兵团的团长 你呢 我是韩伊斯拉特 你也是个士兵吗 不 我只是个农民 居然是个农民 此时 玩家开始了失联召唤 紧接着玩家开始了合成 只见伊赛尔命令着眼前的三人前往合成所 而一旁的金毛大叔则是一把抓住迪曼 难道玩家要开始合成了吗 可他们才刚刚来到这里 随后大叔抓起两人直奔合成所 至少应该给他们一次机会吧 玩家犯了一个巨大的错误 虽然一星确实没用 但也有很多值得培养的人才 可在没有经过验证的情况下 就将他们投入合成所有 这是一个巨大的错误 与此同时 宗毛狼士兵团的众人正阻止着他们逃跑 而一旁的男人则是伊赛尔给予玩家一些提示 如果玩家不尝试使用一星英雄 你就判断不出他们的价值 建议在合成之前先了解一下他 而扎肯却对此表示不满 你凭什么妨碍我 我只是稍微给了一点提示吧 怎么 你觉得不行吗 此时扎肯猛然对其发起进攻 却被一发弓箭当场制止 这次我可是故意打偏的 你是要与我们团队作对吗 而一旁的伊迪斯还想劝阻对着 却被其当场拦住 你知道我们是谁吗 当然知道 不就是一群废物吗 当一星英雄队上三星英雄 究竟会擦出怎样的火花 就在刚刚 男人认为他们都是废物 却遭到了所有人的不满 韩与宗毛狼队形成敌对关系 注意观察英雄之间的关系 此时一再而表示英雄之间禁止争斗 应该不是明令禁止争斗吧 确实如此 老实说 你们并不是士兵团队吧 你再胡说些什么 我们可是正宗的士兵团 少糊弄人了 你们明明就是盗贼团 你说话越来越过分了 伊赛尔 像这样的家伙只会妨碍到我们 无论等级高低 都有性格恶劣的英雄存在 他们将会是 扰乱休息室秩序的罪不得获胜 我们应该清理掉他们 这倒也是 所以我们来决斗吧 此时 韩朝着阿凡特进行决斗申请 决斗是解决英雄之间 发生冲突的手段之一 胜者可以向败者提出一个特殊的要求 你可真是个疯子 你感到害怕了吗 我很清楚你们这种人的习性 你向我提问城镇的信息 不就是想知道城里是否有厉害的人吗 而你刚才所做出的举动 就是你得出的解决 说到底 你们不过就是个欺软怕硬的家伙 而真那却不懂男人在说些什么 这很简单 如果我赢了他就要成为我合成的材料 反之则是我成为他合成的材料 这可真是太有趣了 随后阿凡特接受了决斗 两位英雄提出决斗的条件则是合成 玩家是否同意 紧接着玩家给予了否定的答复 看来玩家是个胆小鬼了 真那你先带他们回宿舍 可是你一个人没问题吗 你觉得我会输吗 那倒不会 随后阿凡特再次发来决斗 这次则选择了同意 只要有一方投降认输 那就代表着胜出一份 伊塞尔好好看着其他人 别让任何人插手 此时阿凡特猛然对其发起进攻 从单纯的能力来看 他培养起来确实也是个不错的人才 等级为二力量已经接近了二十 下级剑术也已经进入了第三阶段 但是你挑错对手了 只见阿凡特奋力挥出一剑 却被其轻松闪躲 而后男人抓住他的手 紧接着一把将其扣在了地上 随后拔出长剑一把刺进了他的肩膀 你要是乱动的话会更疼的 告诉我你愿意投降 大声点 我听不见 够了 停下来吧 是我们输了 你在胡说些什么 你让我停就停吗 而且这是双方达成的协议决斗 你们凭什么指手划几 要不要认输由当事人来决定 而阿凡特正要开口认输时 却被男人一把拦住 只要他不说投降就不会结束 这家伙可是我的猎物 伊迪斯你真的要跟这种家伙混在一块吗 还是选择来我这边 他们都只是废物 到这边来 我正好需要一个人 在片刻的沉思后 伊迪斯最终选择了退出队伍 至此宗毛狼士兵团解散 而一旁的三人早已愤怒不已 望着认输投降的团长 他们果断对着男人发起了进攻 却遭到了伊赛尔的阻止 如果你妨碍我们 我就杀了你 看来规则触发了 助你们一路走好 只见伊赛尔的眼神瞬间凌厉了不少 下一秒 他们居然应声炸裂开来 随后便传来他们阵亡的消息 玩家通过手冲才获得的三星高级英雄 竟被男人荡成材料进行合成 而玩家却对此感怒不感言 甚至只能将气撒在那些低星英雄身上 就在刚刚 因为对伊赛尔发起进攻而触发了规则 所以综毛狼士兵团当场阵亡 随后队长当即表示投降 紧接着男人就解除了狂暴状态 而此时的他只感到头疼欲裂 难道这是使用狂暴后的影响吗 含在与阿凡特的决斗中获胜 阿凡特即将被合成 与此同时 玩家正疯狂点击着屏幕 玩家这是在做什么 他应该是想取消合成吧 那样的话从一开始 他就不应该答应决斗 不过他好像并不知道有决斗这个玩法 随后男人经过合成得到了升级 下级剑盾术与痛苦耐性得到升级 此时传来提示 英雄达到极限等级 如果想要提高他的水平 请提升他的星级 提示 近身可以使用属性时或一星英雄来完成 最多能够提升到七星 为了培养他们甚至进行了十连召唤 但很可惜都已经死掉了 不过以后你就会知道 我的做法是正确的 我现在的等级是十 综合数值接近三星英雄 如果他蠢到将我作为材料合成的话 那么他将永远无法爬上那座巨大 所以 你打算怎么办 如果敢将我合成的话 画面一转 众人正在感谢着男人的帮助 你可别搞错啊 我救的只是那些刚被召唤的星人 跟你们可没有一点关系 因为玩家现在可是非常的生气 此时传来伊萨尔命令六人走上前来 大家别担心 我们应该像往常一样去抓捕哥布林 如果是平时的任务的话 只需要五人就行了 可为什么现在叫出去六个人 还能是什么 当然是因为要进行合成啊 而在场的众人却是非常吃惊 你在胡说些什么 我们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 亚伦 笛卡 在你们看来 他们真的尽力了吗 你们整天训练的汗流加倍的时候 他们在干嘛 真呐 他们有好好帮你打过猎吗 他们有帮我搬运过肉和皮股 家畜也可以搬运 难道他们只有家畜的价值吗 而一旁的光头正想上前理论 却被男人一把击倒在地 此时伊赛尔正催促着众人赶快去往广场 他们会与谁进行合成吗 应该是伊迪斯吧 毕竟他刚被召唤过来等级比较低 这也是合理的措施 随后在一连串的合成下 伊迪斯获得了升级 并习得了解除陷阱技能 我并不在乎你们来到这里之前的身份 但既然你们来到了这里 如果想要在这里活下去 就要证明自己存在有用的价值 可我们没有任何才能的该怎么办 你们可以学习我身后那群人的技术 他们有足够的动力度 他们会努力学习 如果想要学习战斗 我会奉陪到底 打猎或是木工 有的是能够生存下去的道路 就看你们怎么选了 与此同时 传来玩家下线的通知 哥哥 你可真亲切啊 我只不过是告诉了他们活下去的办法 如果按照我说的去做 至少不会死的那么荒唐 刚才只不过是玩家的泄分 如果他们不努力活下去 迟早有一天会被合成厨子 不过距离楼层石越来越近 看来是时候该准备第二支队伍 面对一星 珍娜发出的决斗邀请 身为三星的伊迪斯 本该是稳操胜券的局面 可结果却恰恰相反 就在刚刚 男人意识到 也许应该准备第二支队伍 画面一转 男人示意伊迪斯 跟着自己去训练场 片刻之后 来到训练场上 珍娜请跟伊迪斯对练一下 只能使用短剑 可我最擅长的是弓剑了 随后珍娜便与她对练起来 只见珍娜以非常猛烈的攻势 朝着她席剧 指出浑身解数互相攻击对方 片刻之后 只见伊迪斯体力不止倒在了地上 你们两个都是士兵吗 为什么这么巧 并不是 我只是一个普通猎人的女 我们一开始也没有那么巧 因为在这里训练 所以才会变成这样 伊迪斯 虽然你现在的状态比我们弱 但你具有更优秀的技能和成长值 只要你的等级越高 我们之间的差距就会越小 而一旁的亚伦却抱怨那是骗你 因为自己无论怎么努力都追不上她 不管怎样 你付出多少就会得到多少回报 我会紧急于心的 此时训练场上的人越来越多 难道是昨天合成的缘故吗 但是训练人数还是太少了 每个设施的职业也只有两个 那么剩下的人应该都会被合成吧 与此同时 一名正在训练的男人吸引了他的助力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做亚瑟罗德里克 我已经听说过这里的说明了 有一个叫做玩家的存在 我们被玩家召唤到了这里进行战斗 你刚才的战斗姿势不错 你之前是干什么的 我只是各式兵团的挑副 做这种事情你会战斗吗 因为我想成为士兵 那就让我来确认看看 你到底是不是这块调吧 从那天起 对于新人的淘汰开始了 虽然亚伦也曾参加过战斗 但他并没有被选中合成 被选中的是亚瑟 在连续的合成中他变成了三级 而其他人则是像往常一样进入周长赋 可能够获得活属性石头的矿山副本还没打开 画面一转 珍娜正抱怨着为什么要凌晨出来会 有人知道为什么要叫你们过来吗 难道是要选择队伍成员吗 可是队伍不是由玩家确定的吗 我可以向玩家提出建议 也许玩家也不会拒绝 所以从现在开始 我们抽签决定 我们要根据抽签结果建立队伍 因为是六个人 所以每个队伍分三个就行了 而队长有两名 一个是我 另一个则是伊迪斯 可是珍娜不是比我更适合吗 他不行 但是为什么要分成两个队伍 因为队伍团灭的概率很高 而且如果将成长中的高效人才 都放到同一个队伍的话会很危险 楼层五就是一个粒子 成员之间的实力差距太大 会导致整个队伍都陷入危险之中 以后任务所需的队伍数量会变多 如果那些人员全都成长不均匀的 那么攻略楼层将会变得十分困难 红色的是我 蓝色的是伊迪斯 无论去到哪个队伍都是一样 现在开始抽吧 未经世事的公主 与足智多谋的士兵对折 你会选择谁作为你的队友 而他们果断都选择了公主 因为他可是抄袭有职业 魔法师 要知道这可是只有通过消费召唤 才能有及低概率出现的抄袭友职业 就在刚刚 男人采用抽签的方式将队伍分成两个 片刻之后得出结果 珍娜与亚伦为红队 而剩下的则为蓝队 看大家的表情 原来我这么不可靠吗 不过也确实如此 我刚来没多久 实战经验也比较少 从客观上来看 他们实力差距比较大 但这也没有办法 伊迪斯 如果你们跟不上我 你们就会被抛弃了 别担心 我可还不想死呢 具体方案如下 至于接不接受就看玩家的判断 画面一转 他们来到了楼层7 任务 消灭所有哥布林 太好了大哥 这下我就能够放手一搏了 而男人却表示这些就由他来处理 最后他便开启了狂暴状态 仅仅一个横斩 就将面前的哥布林尽数斩杀 紧接着一道人迎上 哥布林军团瞬间瓦解 此时只剩下一只哥布林 这次的任务很可能 与下一个副本任务有关 我们不能就这样结束 需要我来做收尾工作吗 不用管他了 反正一只哥布林 对我们造不成什么伤害 我们先开始探索吧 需要注意的第一件事 便是此时正在下雨 第二则是有河流 最后则是大水霸塌了 片刻之后 他们便结束了任务回到了城镇 而就在这时 男人突然发现了什么 紧接着他就示意亚伦别走 只见玩家通过消费购买的新手礼包 真难 快去帮我把房间里的抽签筒拿回来 亚伦 你去将伊迪斯带来这里 与此同时 玩家开始了两次高级召唤 这是男人预料之中的事情 因为玩家一旦开始消费 他们便再也不会停下脚 而无论是战斗还是合成 英雄所产生的反应 都给玩家带来了不同的乐趣 他们甚至能够给英雄下达命令和指示 每当攻略一个楼层时 休息室就会因此升级 内容也会增加 而英雄们的行动方式 也会更加的多样化 这样玩家就会被这些乐趣所吸引 与此同时 只见两位三星英雄迎面走来 他们分别是伊奥尔卡和罗德里克 而下一秒 伊奥尔卡却摔倒在了男人面前 这人躺在这里干嘛 不用管他 他自己会起来的 而一旁的伊迪斯则表示他是贵族 因为他曾在士兵团生活过一段时间 所以他知道的比较多 不过像他这么不懂事的姑娘 怎么会来到这里呢 画面一转 经过交谈 他们发现罗德里克知道玩家 召唤 合成等概念 但却不知道技能和等级的概念 而他总感觉自己需要做些什么 难道在这里是要与未知的敌人战斗吗 不错 不过具体的事情等抽完签再告诉你 而抽签就由我和伊迪斯进行 不懂事的姑娘与老恋的警卫对对着 选择谁好是显而易见的 此时 珍娜将抽签捅拿到面前 而男人却看到了他们具体的颜色 该死 伊迪斯也看见了吗 这时珍娜宣布抽签开始 只见两人竟同时抓住了红色标签 你为什么要选择他 那你又是为什么呢 当然是因为我看到 此时伊奥尔卡的信息显现出来 类型魔法师 拥有技能 终极火焰魔法 而两人都想要队伍里有魔法师 但是或是盗贼可以通过培养一新角色来准备 但魔法师可是只有通过消费才能召唤的稀友人才 其本身出现的概率也是相当的低 此时一旁的珍娜表示大家重新抽取一次 这次不管谁选到什么都不许报名 当然 只见两人分别抽出了标签 看来魔法师归我了 伊奥尔卡你是我们队伍里的人了 此时男人向其发出组队邀请 伊奥尔卡加入队伍一 而罗德里克则进入了队伍二 与此同时 伊赛尔正拉着一个人类前往合成所 哈 你明明说过 只要努力就能活下去 原来是连辅助技能都没学会的家伙 伊奥尔卡你也一起进去吧 如果你不想死得太早的话 男人将玩家消费获得的高级英雄 荡成材料进行合成 却因此惨召玩家报复 而在他们毫无准备的情况下 竟将他们传送到了楼层八里 就在刚刚 男人示意伊奥尔卡前往合成所 伴随着一阵合成 伊奥尔卡得到了升级 毫无价值的人就会是那种下场 如果不想成为材料被合成 那你就只能变得更加明明 这也太可怕了 下一个就轮到你了 他们会成为你的合成材料 伴随着一阵痛苦的叫喊结束 罗德里克获得了升级 与此同时 伊赛尔打开了时空缝隙 看来这是要考验一下心愿啊 只见伊迪斯示意大叔进入缝隙之中 因为这次的战斗主角可是大叔你 而在这时 男人好奇地询问伊奥尔卡 你能够使用的魔法是什么 我凭什么要告诉你 你是不想战斗吗 回答我的问题 我为什么会来到这种地方 来到这种陌生的地方 连个理由都不知道就要进行战斗 战斗理由吗 如果你不进行战斗 你的下场就会跟刚刚那群家伙一样 我再问一次 你能够使用的魔法是什么 此时伊奥尔卡瘫坐在一旁 表示自己能够使用三层火焰魔法 难道你就没有什么辅助魔法吗 我不屑使用那些三流魔法 如果你看到我的火焰魔法 你绝对会吓一跳的 这就有点可惜了 因为辅助魔法的实用性会比攻击魔法要高不少 与此同时 第二支队伍完成任务回到了城镇 看他们一脸轻松的样子 应该是去了低层进行测试 从伊迪斯的表情来看 估计罗德里克要比想象中要强上不少 不过现在应该轮到我们 队伍一 进入时空缝隙 画面一转 男人望着面前的楼层树陷入了沉思 我们应该会去楼层四吧 因为楼层四的怪物 比较适合测试魔法师的魔法类型 只要战斗开始 我们就往后退 因为要好好看看你的魔法威力 楼层四非常的简单 我们队伍中只要站出一人就能将其通关 难道你还没有信心吗 你不是说你会用魔法让我大吃一惊的吗 确实如此 与此同时 伊赛尔表示副本即将开始 随后便是一脸的担忧 只见男人面前的楼层所突然解开 玩家这个老六 随后他们就被传送到了楼层八 这是楼层八 大家快拿出兵器 打起十二分精神 该死 就因为上次的事情而生气吗 此时 一支弓箭朝着伊尔尔砍西来 只见男人一把将其暗倒在地 紧接着就传来任务信息 楼层八 消灭所有哥布林骑兵 数量二十七只 该死 为什么偏偏是他们 而且并不是一只两只 是接近三十只的存在 真呢 快将他们射杀 亚伦 从侧身进攻他们 而男人正想向着伊尔尔卡下达指示 却被哥布林当场打断 此时另一支哥布林朝着男人袭来 男人俯身躲动 紧接着一箭将其斩杀 随后又对着一群哥布林发起了进攻 此时一头野狼朝着男人迎面破了 于是他抬起盾牌抵挡下来 亚伦 该你了 只见亚伦一记长枪当场将其动穿 伊尔尔卡 现在该你了 而此时的他却感到一点惊慌 你不是魔法师吗 快使用魔法呀 可他却表示需要一点时间 多久 大概一分钟左右 那你就快开始吧 只见伊尔尔卡双眼紧闭 随后便吟唱起了魔法 亚伦 真啊 快集中精力保护伊尔尔卡 此时的哥布林正如潮水般向着伊尔尔卡吸取 该死 魔法师果然是他们要除掉的第一位吗 伊尔尔卡你在释放技能时 不能使用盾牌魔法保护一下自己吗 而此时的他正专注着亚伦 站在那里会很危险 该死 难道那家伙在释放技能时 别说是盾牌魔法 就连一动也做不到吗 只能通过消费获得的超稀有职业魔法师 竟是个只会火焰魔法的战武渣 不仅吟唱施法需要一分多钟 甚至因此差点害死整个团队 就在刚刚 男人发现伊尔尔卡在释放技能时 居然连动都动不了 与此同时 一只哥布林猛然朝着男人发起了进攻 于是男人抬起盾牌将其抵挡 紧接着哥布林挥出全力一击 男人侧身躲过 然后男人反手将其当场斩杀 与此同时 一只哥布林朝着伊尔尔卡发起了进攻 男人顺身将其救下 你这是在做什么 你差点就没命了 你知不知道 你居然敢在没有任何防护的情况下释放魔法 让我们换个地方 看见那个森林了吗 那里比较安全 此时男人示意伊尔尔卡 等进入森林后 就用你的魔法轰击这片区域 而在这时 剩余的哥布林大军朝着他们发起了进攻 只见男人一脚就将面前的伊尔尔卡踢进森林 紧接着他就再次开启了狂暴状态 而这可是他今天开启的第二次狂暴 虽然他已经感到非常疲劳 但他需要为队伍争取时间 此时一只哥布林猛然射出一只弓箭 男人抬手抵挡 随后只见哥布林骑着野狼迎面跑来 这速度也太快了 紧接着就朝着男人挥出一刀 男人俯身躲过 随后又是几发弓箭 都被男人勉强闪开 该死 他们可真烦人 与此同时 哥布林已然来到他的面前 只见一道人迎上 瞬间就将面前的哥布林当场斩杀 而下一秒 男人却遭到了来自哥布林的偷袭 随后他便恢复了状态 该死 我的体力都用光了 此时一柄长枪朝着男人刺去 而男人则是使出浑身解数将其反杀 可这却引来更多的敌人 此时的亚伦表示想要帮助男人 却遭到了他的拒绝 我会将他们引诱开来 你只要负责你面前的怪物就行了 可是伊尔卡还没准备好魔法吗 与此同时 珍娜示意男人魔法已经准备完成 而男人则是朝着森林方向逃跑 此时一道凌厉的斩击袭来 却被男人当场躲过 而后借着身后的哥布林猛的翼翼 瞬间就逃出了怪物群里 伴随着伊尔卡的营场 周围升起无数火苗 此时男人朝着面前奋力一天 而他却是抬起双手 嘴里喃喃的点燃吧 果然消费能够使人变强 本以为魔法师会是个 徒有其表的战武渣 没想到却能释放大型EU技能 仅仅只是抬起双手 就能瞬间团灭整只怪物军团 就在刚刚 男人朝着面前奋力一跳 与此同时 伊尔尔卡已然准备好释放魔法 随后一股无比凶猛的火焰 朝着怪物们吸取 他的威力就连男人也要为其必让三分 只见火焰龙卷正席卷着整片森林 这可真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威力啊 而一旁的两人对此也表现得十分惊讶 就在这时 男人示意两人处理掉剩下的哥布林 随后便与哥布林战斗在了一起 然而因为过度使用狂暴 男人早已严重体力不支 既然体力不支 那就使用技巧战胜敌人 只见男人一个转身 就将盾牌甩在他的脸上 与此同时 两人已然解决掉了眼前的怪物 如果你感到累了 我还是可以保护你的 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自大 此时 另一群哥布林猛然发起进攻 珍娜侧身躲过 紧接着拔出短剑当场将其击杀 与此同时 一只野狼朝着伊耀尔卡袭去 却被弓箭当场击杀 刚才还真是危险啊 而望着还在试法吟唱的伊耀尔卡 珍娜很快就意识到了不太对劲 紧接着就示意男人与亚伦赶快离开那里 与此行时 伊耀尔卡猛然睁开眼睛 伴随着一道呐喊 只见怪物群中突然亮起巨大的魔法圈 随后便在怪物群中阴声炸裂开来 威力之大甚至波及到了整片森林 照这么下去 我们迟早也会受伤 而下一秒 正当男人以为危机就此结束时 一只哥布林骑兵竟从火焰中冲出 与此同时 伊耀尔卡微微抬起双手 只见一股无比凶猛的火焰龙卷凭空出现 当场就席卷了整个大地 片刻之后 只剩下一个巨大的火坑仍留在原地 画面一转 结束任务的他们被传送回了副本外 居然能够同时消灭20只以上的哥布林骑兵 这难道就是魔法师的实力吗 当然 这就是伟大之火的威力 我说过我的实力一定会让你们都吓一跳 可随后他的鼻子里竟喷出了鲜血 他这是怎么了 看来他的魔力应该都消耗殆尽了吧 不过话说回来 他在施法的那一分钟内居然什么都做不了 我们只能在那段时间里尽可能地保护他 而他不仅不会使用辅助魔法 甚至除魔法外的其他属性都低于一星英雄 这可是男人还是玩家是从未遇到过的事情 他简直就是为了战斗而制造出来的英雄 虽然即便如此 但他的实力还是令人刮目相看的 我想 也许我不再会是队伍中最重要的那一个 男人将右手放入一万两千度的火盆之中 甚至不惜拿起小刀洞穿自己 而这竟是为了防止队友的技能误伤自己 就在刚刚 玩家建立了一所魔法殿堂 与此同时 伊尔尔卡正在进行着体能训练 像我这样的高等人才 为什么要进行这种无知的训练 那你以后就只能吃土豆了 因为肉都是留给参加训练的人吃的 不过你这件衣服比你那件礼服要好看得多呢 那可是我们家族特别制作的魔法物品 它是能够提升火焰魔法威力的道具 可是仅仅只是这么点训练你就累成这样 看来你是想吃土豆了 而玩家就算什么都不多 也会觉得非常有趣 不过魔法师的加入真的是恰到好处 就连魔法殿堂也进行了同时开放 得益于昨天开放的拉尔塔矿山副本 现在他们可以收集三种星期副本的材料 而仓库里还有许多以前采集的材料 看来是时候开始制作消耗物品 与此同时 前方传来玩家下线的通知 随后男人示意真大监视好伊奥尔卡 别让他在训练时偷懒 药剂的制作原本是需要高级药剂师与炼金术师才能制作 如果像制作装备那样可以使用小服器 那么即使没有技术 男人也能够将其制作出来 片刻之后 男人来到了魔法殿堂 我记得药剂制作的小游戏 好像就是节奏游戏 伴随着男人飞速地敲打 他成功地制造出了下级生命药剂和下级魔力药剂 真不愧是洛基 虽然消耗材料过多会引起玩家的怀疑 但总比在战斗中死去要好 与此同时 男人将两人喊到了魔法殿堂 你们知道我为什么要将火盆放到面前吗 只见男人忽然举起右手 静止按在了火盆之上 而他们却是愣在了原地 如果不想被伊奥尔卡的火焰物伤的话 我们就必须习惯火焰的温度 伴随着十秒倒计时结束 男人猛然从火盆中抽出右手 不用担心 反正待在休息室内很快就会得到恢复 我们在伊奥尔卡身边战斗 难免会被火焰误伤 所以我们必须尽快习惯火焰的温度 难道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情就是这个吗 可是我们应该要做到什么程度 直到习的火炕技能为止 而当亚伦刚想将右手伸进火盆时 却被男人当场瞒住 我刚刚只是示范给你们看 在我看不到的地方练习吧 因为我不想看到你惨叫的痒痒 而你还有一个重要的任务 只见男人一把将小刀捅进右手 那便是掌握痛苦耐心 接下来你就看着办法 生命药水虽然能够恢复伤口 但同时也伴随着强烈的困难 要想活下去就必须掌握痛苦耐心 而真那则需要学会兵器替换 让弓箭与短箭在最短的时间内交替时 在任何时候都能够改变战斗的距离 而从现在开始 镜中原法则将进行解散 为此你必须负责一个方向的防御 片刻之后 玩家也许会派遣第二支队伍攻略楼层9 而从目前已知的信息判断 在楼层10至少会出现 两支队伍以上的合作任务 因为是合作任务 危险程度是无法与以往相提并论的 所以我们不能放松警惕 伴随着一声声才叫 啊 习得火焰抵抗技能 楼层10的场景竟让男人感到如此熟悉 而他猛然回想起 这就是楼层5中那座被摧毁的城市 难道这次的任务与城市有关吗 就在刚刚 男人经过痛苦的训练 终于习得了火炕技能 画面一转 你要降低魔法的威力 并以此提高施法速度和减少魔力的消耗才行 你这简直就是在侮辱我 你认为这是对你的侮辱吗 知道了 我接着训练不就行了 伊尔尔卡的火焰技能为三层魔法 第一层则是起火阶段 第二层则是爆发 而第三层便是上升 伴随着阶层的上升 魔力的消耗也会越来越大 为了能够有效地运用他的魔法 就必须提高他自身的能力 而面对即将接近的楼层时 男人增加了平时训练的强度 就连平时的防剑训练也不再需要使用盾牌 哥哥你真是越来越强了 经过高强度的训练 男人获得了投掷防御技能 下级剑盾数上升到了六级 与此同时 珍娜手持小刀猛然朝着男人发起了进攻 男人侧身躲过 而下一秒 珍娜瞬间将兵器切换成了弓箭 居然是交换吗 虽然他身为异星英雄 但他拥有巨大的潜力 就连学习速度也非同一般 如果男人并不知道游戏的事情 他的实力估计会落后针那很久 相比之下 亚伦则算是比较正常的异星 下级枪数停留在三级 至今都还没能掌握痛苦耐性 而伊奥尔卡则在魔法殿堂里 按照我的方式训练 减少魔法技能的威力 除特殊情况外 最好只使用魔法的第一阶段 虽然训练场里不乏一些训练之人 但仍旧没能找到一个可用的家伙 看来玩家并不打算继续抽取新的英雄 难道他想让那些家伙加入队伍吗 隔天 伊迪斯队伍攻略完楼层酒 看来你的四肢都被砍断了 你们是遇到了什么任务吗 是攻略哥布林部落 数量大概在50只左右 那你们有注意到什么特别的地方吗 地面是明明的 就像是下过磅礴大雨一般 除此之外的我都不太清楚 随后传来玩家召唤队伍1的信息 看来轮到我们了 伴随着一阵点火 队伍一攻略楼层成功 目前队伍的整体等级都提升得差不多 就连装备也得到了大大加强 训练场上的两人分别加入了两支队伍 看来楼层是越来越近的 画面一转 怎么样了洛基 任务猜测的如何 如果能够猜测得到的话 我就是神了 洛基本来就是神 虽然我在很久之前就突破了100层 但那可都是经历了许多失败才登上 Pick Me Up中的玩家是通过失败来进行成长的 而玩家目前还没经历过失败 如果按照这么下去的话 当知道失败的瞬间就会是他的死期 片刻之后 所有人都来到了副本外面 与此同时 传来玩家即将挑战楼层时的信息 果然是楼层时吗 男人本想着再训练一会儿 因为队伍中的最后一员还没确定下来 而他自己虽然已经是极限等级 但玩家却没有对他进行升心 如果能够再训练一会儿 自己的技能等级也将达到极限 那么倒是攻略楼层时会显得比较轻松 可显然玩家并没有这样的考虑 随后伊赛尔打开了时空缝隙 对于玩家来说这只不过是场游戏 如果我们团灭了 他只要再重新抽取英雄就行 此时传来信息提示 注意 这次的任务是需要两个队伍一起完成的任务 如果队伍人数不足 请通过一下方式进行补充 提示 使用战术所可以向参加任务的英雄下达战术指令 居然是战术所吗 不过看起来玩家应该不怎么会使用 随后男人示意伊赛尔告诉玩家 将仓库的东西拿出来 片刻之后 两只队伍各自获得了三只生命药水 伊迪斯 我们会各自落在不同的地方 那样的话我们需要尽快在中部会合 如果你们妨碍到寒的话 我绝不会放过你们的 放心好了 我一定会攻略楼层石的 伴随着一道蓝光浮现 只见一名大叔正恐惧的男男道 我们绝对赢不了的 我们都会死 而男人试探性的向其打声招呼 可他却看不到任何人影 难道这个大叔是NPC吗 在任务中出现NPC的情况颇多 原来合作任务就是指的这个吗 这个城市看起来非常的熟悉 而亚伦也表示这个地方他也见了 下一秒 男人忽然意识到 这里是楼层五的那个荒废城市 不过要说有什么不同的地方 那就是他现在还没有被催我 这座双胞胎女神石像 是只会在特殊任务中出现的物品 而如果石像破碎 那将意味着他们全都会死在这里 可面对数量远超他们十倍之多的哥布林 他们又该如何攻略楼层石呢 就在刚刚 他们来到了楼层石 看样子这里就是楼层五中那座荒废的城市 不过要说有什么不同的地方 那就是他现在还没有被催我 与此同时 真耐只感觉面前的一切都不合常理 我们稍后再来讨论这些问题 现在最重要的是 我们应该如何在这里生存下去 趁着任务还没开始 男人示意大家前往城市 获取足够的信息 画面一转 男人正站在钟楼内眺望着整座城市 看来士兵的士气已经彻底丧失 而在城外 数以千计的哥布林正朝着城内涌 与之相伐的则是 站在城外的士兵便是城市仅剩的兵力 而数量却连哥布林的十分之一都没能达到 虽然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是比较令人绝望 可如果要是遇到生存任务 那么男人的存活率就会显著提升 因为有着足够多作为诱饵的NPC存在 更何况还有一个非常强大的魔法师 片刻之后 伊迪斯队伍与男人等人会合 而正当男人想要询问伊迪斯这次的任务会是什么事 只见一阵警报响起 而男人却是一惊 因为这是难度较高的三重警告提示 随后传来任务提示 楼层时阻止城市沦陷 该死 这居然是防守任务 要知道两支队伍加上350名NPC士兵 仅仅只有360名的兵力 竟要阻止数以千计的哥布林 这简直就比登天还难 看来大家都到齐了 我们来总结一下信息并确立详细的作战方式 此时真的表示我们能够干涉他们的行动 但却不能与他们交流 紧接着亚伦也将自己得知的信息告知中 目前难民集中在城市中部 城市北部与东部有大量 哥布林正在步步逼近 而南部与西部并没发现任何逃生路线 而在这时 伊迪斯询问男人是否得知这次的任务信息 这次的任务将是防守 我们需要保护这座城市不受到哥布林的入侵 也就是说我们需要消灭所有敌人 这根本就不可能 而一旁的大叔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不知道我们是否能够使用空城机 而后在敌人身后进行打击 可男人却当场表示拒绝 我推测通关的条件是消灭所有敌人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注意到钟楼前的那座石像 那座石像是在特殊任务中经常出现的物品 如果那座石像遭到了毁灭 那也将意味着我们会通关失败 这可真是太不像话 如果这次任务失败 我们都会死在这里 难道逃离这座城市也不行吗 当任务被判定为失败时 无论我们在哪都将当场死去 虽然看起来这个条件非常的不合理 但既然这里是游戏 那么就一定能够攻略这个任务 哥布林的数量很多 但只有北部的军团才有攻城用具 那也就是说 只要能够牵制住北部的军团 我们就有一线生机 随后男人示意伊迪斯队伍前往北部进行防守 而他却对此感到不紧 按照目前的信息来看 无论我们做出怎样的举动 这个任务都是不可能完成的 我理解你的想法 即使两支队伍都在一起 最终还是会面临被突破的局面 因为从常识上看 这是一场绝对赢不了的战斗 但这肯定存在着提示 在楼层器中我们得知水坝塌陷 从五楼到九楼所有的提示都指向水坝 这些信息肯定存在着什么特殊意义 但他县的水坝与攻略楼层时又有什么关系 而在这时 珍娜猛然回想起一些重要的细节 这么一说 我曾经在那里听到了什么声音 我听到和那边有马儿在奔跑 而男人却是猛然一惊 这么重要的细节你怎么现在才说 随后男人对此进行分工 伊迪斯 无论用什么办法 你们都要将城门守不顾 直到我们回来为止 知道了 我们会尽力撑下去的 这也太草率了吧 我们不用制定什么作战计划吗 伊迪斯和你不同 他理解得很快 快带上你的兵器 我们要前往东部 而亚伦却是不紧 外面有着上千只的哥布林 我们为什么要出去 确实如此 可我们依然要选择出去 反正我们都在这里的话 肯定会全军覆灭的 在楼层七中水坝已经塌陷 如果珍娜听到的马蹄声 是来自援军的声音 那就意味着援军因为水坝塌陷的原因 不能及时参与之余 也就是说我们要做的事 去东边的城门突破哥布林 阻止河流上的水坝塌陷 难道我们要做的事 没错 我们要消灭那群哥布林 面对城外浩浩荡荡的哥布林军团 男人竟在危机时刻 选择打开城门 就连前来阻止的NPC士兵 也被弃拳打脚踢 而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就在刚刚 男人决定消灭城市 东部的那群哥布林 与此同时 大量的难民正朝着城内涌入 而男人等人则朝着城外跑去 此时男人示意让珍娜 爬上城墙观察城外的情况 亚伦则做好打开城门的准备 随后让伊奥尔卡在城门打开的一瞬间 释放第二阶段的火焰魔法 与此同时 亚伦正在缓缓打开城门 而一旁的士兵却是非常震惊 因为在他们眼中 城门是自己在转动 此时 珍娜汇报起了城外的状况 城外已经聚集了大量的哥布林 如果打开城门 那么这些哥布林将会同时用功 而为了防止士兵打乱他们的计划 于是男人对其拳打脚踢 与此同时 伊奥尔卡正在凝聚魔力 不然间一发弓箭袭来 却被男人当场接住 看来哥布林军团即将涌入城市 而一旁的珍娜正帮忙处理着那些士兵 随后天空下起了漫天小雨 不过这应该不会对他的魔法造成影响吧 此时亚伦猛地一把打开城门 只见无数只哥布林朝着伊奥尔卡迎面扑来 伴随着一阵火焰戏剧 面前的哥布林被禁术消灭 随后亚伦与珍娜趁机跑出了城外 而男人则是交给伊奥尔卡一瓶魔力药剂 没使用一次魔法都要记得补充魔力 你还能跟上我们吗 当然 你当我是谁呢 而此时的舒恩已然被吓得说不出话来 你还打算跟我们一起出去吗 此时的他已经陷入了恐惧状态 随后男人示意让他去帮助伊迪斯 如果你能够在那场战斗中存活下来 我会记住你的 与此同时 城内的士兵正缓缓将城门关上 看来现在唯一的办法便是前进 而在伊奥尔卡的魔法下 他们成功打通了一条前进的道路 伊奥尔卡 接下来只使用第一阶段就可以了 降低你的火焰威力 尽可能地让火焰覆盖大量的区域 然而伊奥尔卡释放魔法 需要一定的寝藏时间 为此他们必须在哥布林的进攻下 进行二十多秒的防守 在片刻的战斗之后 只见一股无比凶猛的火焰窜天而出 瞬间就将面前的哥布林竞数消灭 而他们趁此机会赶往水吧 尽管火焰温度很高 但身穿盔甲的他们还是可以忍受这些 他们很庆幸伊奥尔卡加入了他们的队伍 与此同时 又是一批哥布林军团发起了进攻 因为下雨的缘故导致火焰很快就被熄灭 随后男人示意伊奥尔卡再一次释放进了 紧接着又是一场为期二十秒的攻防战 伴随着倒计时结束 一股火焰龙卷席而起 瞬间就将哥布林军团击得溃不成军 让我们以火焰为盾牌 继续前进 我们必须就这样突破到水坝那边 而在不远处 一望无际的哥布林军团正朝着他们缓缓前进 面对如此凶猛的怪物军团 身为三星英雄的伊奥尔卡也毫无办法 即使拥有非常强大的火焰魔法 可他们却对此毫不畏惧 就在刚刚 一望无际的哥布林军团正朝着他们缓缓前进 而哥布林王正拔刀跃跃欲使 与此同时 双方正展开激烈的战斗 只见哥布林猛然发起进攻 男人侧身躲过 随后一刀将其斩杀 可男人却感到非常诧异 因为哥布林的进攻模式竟然发生了改变 即使面对如此凶猛的火焰魔法 他们还是毫不犹豫地冲了进来 该死 为什么会这样 而在这时 男人像是察觉到了什么 看来就是因为那个家伙吗 因为伊奥尔卡的魔法有延迟 所以他们拼命地朝着我们发起进攻 该死 他已经看穿了我们的技术 那家伙比一般的哥布林还要聪明 而如今的珍娜与亚伦已然坚持不了多久 因为周围氧气就快消耗干净 于是男人做出了一个决定 只见一道人迎上 男人瞬间开辟出了一条道路 你们都快到这里来 我只说一次 所以你们一定要听清楚 机会只有一次 你在说些什么 我们要将戴着面具的那只怪物击杀 与此同时 又是一波怪物军团袭来 男人队伍奋力抵抗 伴随着一声呐喊 就是现在伊奥尔卡 随后只见一股无比凶猛的火焰冲向敌 请客之间 就将怪物军团当场贯穿 而在怪物们愣神知己 只见火焰从怪物群中炸开 这便是火焰魔法的第二阶段 炸裂这一幕当场将怪物们吓得目瞪口呆 而珍娜则趁此时机 射出一发弓箭 静止贯穿了哥布林王的眼睛 与此同时 伊奥尔卡因为燃尽魔力而昏倒在地 于是男人顺手将他抱起 即使那么强大的魔法 都无法将所有怪物尽数消灭了 如果他们继续朝着我们发起进攻的话 那么我们一定会全军覆没的 然而他们最终的目标并不是我们 而是城堡 不过他们的首领已经不存在了 那他们会做些什么呢 下一秒 只见怪物军团静止朝着城堡走 看起来是选择了城堡 画面一转 他们终于越过了怪物军团来到了水吧 我们活下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击杀了那头怪物 如果他还活着 那么死掉的一定会输 随后他们使用治疗药水治疗自己 如今北方的城门正在被突破 而伊迪斯队伍正在拼死防守 不过我们也要开始我们的任务 而在这时 只见一群哥布林正在缓缓接近 该死 放过我们吧 所有人做好战斗准 而亚伦却是感到非常震惊 看来这次 他们带来了一个巨大的家 男人拼死保护的这座水吧 竟被巨兽一拳击碎 而接下来 等待他们的将会是死亡 就在刚刚 怪物军团正朝着他们缓缓走 随即男人便开始安排任务 伊奥尔卡使用火焰阻挡他们的进攻 而亚伦则负责保护伊奥尔卡 与此同时 怪物军团猛然发起了进攻 只见巨兽抡起铁锤朝着男人重重砸下 如果这击命中男人的话 那么他将当场去世 而面对如此猛烈的进攻 击败他的唯一办法 只有慢慢将其消耗 而在这时 周围建立起了一道火墙 面对巨兽的大手袭来 男人挥剑抵挡 一旁的珍娜也趁机射出了几发弓箭 虽然全都将其命中 但却没有对他造成任何伤害 随后男人示意珍娜不要浪费弓箭 因为对付这种怪物 是需要找到他的弱点 可他真的会有弱点吗 与此同时 只见另一头巨兽朝着他们迎面过来 而目前的局势非常的不容乐观 因为亚伦那边正保护着伊奥尔卡 再加上又出现了一只巨兽 如果再这么拖下去 那么他们将要承担的风险将会越大 而在这时 怪物的一发进攻差点就让男人躲闪不止 随后男人一个顺步来到他的头 紧接着一把将手中的长剑刺入他的脖隔 可由于刺入的太浅 所以并未对其造成有效的伤害 于是男人举起盾牌 飞身朝着怪物砸去 下一秒 只见长剑已然洞穿了巨兽 紧接着男人挥剑将其斩杀 接下来 便是另一只巨兽 此时 只见另一只巨兽已然快接近他们 于是珍娜射出弓箭对其进行阻止 但却并没有任何效果 眼见巨兽的大脚正要踩向伊奥尔卡 而就在这时 只见怪物竟从他身旁跑去 但很快男人便反应了过来 那家伙的目标是那座水吧 于是他们使出浑身解数对其进行进攻 在一番猛烈的进攻之下 巨兽终于倒在了河里 正当男人以为事情就此结束时 只见河里突然冒出一只大手 紧接着一拳就将水坝当场击碎 而此时的亚伦已经解决了所有胳膊里面 并询问男人自己下一步该做什么 可男人却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 我们失败了 如果我们的猜想是对的 对面支援的士兵应该会通过水坝来到这座城市 但如今水坝已经被摧毁了 所以他们是没有办法走过这道河流 可仅凭这些残留的兵力 他们到底该如何攻略剩下的怪物呢 当生命的桥梁被怪物摧毁时 人类失去了生存下去的机会 既然世界失去了希望 那就由我来创造希望 没想到你居然还能做到这些吗 当然 因为念力可是魔法基础中的基础 随后男人对其表达感谢 因为如果不是他的话 那他们绝对是会死在这里的 与此同时 又是一波哥布林军团袭来 于是他们奋力抵挡 可如今楼层时已经过去了很久 但援军却迟迟没有出现 难道男人推测错误了吗 或许从一开始就没有援军呢 而此时的伊尔卡正在补充魔力 一只哥布林瞅准空隙 紧接着便朝着伊尔卡飞扑而来 就在这千军一发之际 一位士兵突然降临 当场就将哥布林斩杀 而此时的哥布林正一脸的惊慌 因为他们的援军已经到来 下一秒 哥布林军团却发动了进攻 只见士兵长高举长剑 士兵们献出你们的心脏吧 一瞬间 无数士兵从四面八方朝着战场涌来 随后前方传来提示 我军NPC铁丝士兵团加入战斗 与此同时 男人示意真大过来会合 士兵团大约500多人 虽然数量上并没有任何优势 但男人可以明显感觉到 这些士兵与城市防卫兵完全不同 这场战斗一定能赢 片刻之后 铁丝士兵团剩余士兵458名 此时战斗已经结束 而为了跟上前面的士兵团 所以他们必须学会骑马 虽然玩家不能干预战斗 但它可以影响战斗 那便是给英雄学习辅助技能 这是战斗商店内提供的技能书之一 于是男人学习了骑马技能 虽然他不能直接学习与战斗有关的技能 但他可以像这样掌握辅助技能 随后他们便一同跟上了士兵团 如今我们拥有了更多的兵力 现在 是时候反击了 当年男人被游戏中的棒扑进了游戏世界 如今仇人相见分外眼红 那么他们之间究竟会擦出怎样的火花呢 就在刚刚 男人获得了大量的兵力 接下来 他们将吹响反击的号角 在城门还没被攻破之前 聚集在城市东部的哥布林并没有太大的威胁 如今他们最大的威胁便是城市北部 因为那里已经被云梯车所包围 而士兵团正是知道这一点 所以他们才会向着北部前进 但男人很快就意识到 事情也没有想象中这么简单 于是他示意队伍朝着两侧前进 他们要远离战斗 可亚伦却对此感到非常不解 因为他们现在不是应该保护城市北部吗 你真的以为这就结束了吗 如今的我们应该前往北方森林 伴随着队伍的快速前进 果真如男人猜想的一样 只见一群哥布林骑兵正躲在森林里刺激行动 与此同时 大型怪物朝着城市发起了进攻 如果让这群骑兵加入战斗的话 那么后果将会不堪设想 随后男人询问伊尔尔卡状态如何 他则表示勉强能够使用魔法 但魔法威力将会大打折扣 比起威力 如今需要更加注重范围 接下来他们将穿越北部森林 而伊尔尔卡要做的便是 燃烧整片森林 另一边 城市北部早已狼烟四起 只剩下一帝斯队伍苦苦支撑 而就在此时 铁丝士兵团及时赶到 一瞬间 金谷齐鸣战火纷飞 当场就将哥布林军团打得措手不及 而伊尔尔斯也意识到了 他们就是久违的援军 接下来他们只需要再坚持一段时间即可 与此同时 伴随着伊尔尔卡的营场 一股凶猛无比的火焰 瞬间吞噬了整片森林 至此伊尔尔卡完成了他的任务 虽然这样下去将会烧毁整片森林 但那样更好 因为那本就是哥布林的栖息地 另一边 城市防守战仍在进行 虽然牺牲了很多城市守卫军 但好在后面加入的士兵团素质过硬 他们拥有非常强大的实力 即使面对压倒性的数量优势 他们战斗起来也丝毫不落下方 最终士兵团拿下了战斗的胜利 而这也就意味着他们完成了任务 虽然这次非常艰难地完成了任务 但好在没有出现任何英雄死亡 正当所有人都感到高兴之时 珍娜却感到非常疑惑 为何完成了任务 可他们却并没有被传送回去呢 一瞬间 男人睁大了双眼 这时的他才反应过来不太对劲 因为他们消灭了所有的怪物 帮助援军渡过水坝 消灭了隐藏在北部森林的埋伏 最终拿下了这场战斗的胜利 可为何没有弹出舞台结算的信息呢 正当男人百思不得其解之时 一瞬间 空间进入了静止状态 所有人物都停留在了原地 此时一道声音示意男人向后看去 只见一道黑色人影赫然出现在他面前 居然是等级999的那个黑影 下一秒 男人进入游戏前的所有精力都浮现在眼前 该死 居然是你 七星级以下英雄的极限等级是99 可面前的黑影等级却高达999 而他却听命于等级15的黑暗门徒 那么他们之间究竟会擦出怎样的火花呢 就在刚刚 男人一眼就认出 面前那个黑色的人影 就是当初将他拖进游戏世界的罪魁祸首 可他999的等级却让男人为之一产 要知道七星级以下的英雄 极限等级也仅仅只有99级而已 随后他便发现 在黑影身旁居然还有另一位人物 等级15的黑暗门徒 只见他一脸坏笑地盯着男人 我将等待着你 紧接着便转身消失在了他的视野里 与此同时 游戏世界恢复了网络连接 正当众人一脸疑惑之时 只见男人朝着众人喊道 快逃回城里去 随后便马不停蹄地朝着城堡赶去 因为黑暗门徒的出现 让男人瞬间感到事情远远还没有结束 而在此时 身后的士兵却发生了变异 紧接着周围便陷入了一片混乱 可男人也只是嘱咐大家尽快回到城里 因为他一眼就认出 这是传说中的复活死者 他们将符合条件的死事制成活事 而如果不摧毁他们的大脑 就无法停止他们的进攻 但这可不是在楼层时就能登场的怪物 在伊迪斯的帮助下 他们逃回了城里 而在这时 男人却是一把放下伊奥尔卡 并嘱咐他们在与伊迪斯会合之后 一同保护城市中心的女神雕像 请一定要坚持到我回来 可我们根本赢不了那种怪物 亚伦 你要振作起来 难道你想成为那群怪物的食物吗 受到鼓舞的亚伦瞬间振作了起来 而面对珍娜与伊奥尔卡的担忧 男人则表示自己一定会回来的 伴随着缓缓关上的大门 接下来 他将独自穿越这群怪物市巢 虽然他们非常的恶心 但只要砍掉他们的大脑 那么想要战胜他们还是一如反掌的 可就在这时 只见一只巨兽抡起大锤猛然砸上了城门 没想到连这种怪物也被复活了 照这么下去 城门坚持不了多久了 与此同时 身旁的怪物纷纷朝着他迎面扑来 而在这千军一发之际 原来是珍娜正在不远处帮助着男人 另一边 城门在怪物猛烈的进攻之下 最终被强行打开 而等待他们的 将会是一场永无止境的图 没想到大门居然这么快就被打开了 但男人只要除掉那名黑暗门徒的话 这一切应该就会结束了 而他曾经说过 将会在那片燃烧的森林之中等待着男人 那么 我来了 该死的家伙 男人拼死击杀了黑暗门徒 却没能改变任何局面 队友的惨叫声仍旧不绝于耳 到了游进灯窟的最终时刻 难道真的没有任何办法了吗 就在刚刚 男人正朝着那片森林赶去 而这些怪物行动的原因有两点 第一则是摧毁女神雕像 第二则是对于活着的人物 有着强烈的攻击性 他们生前有多么强大 复活后就有多么难产 这些该死的家伙 没想到伊迪斯的领导能力 比预期的要好上不舍 虽然目前的局势并不容乐观 但他们现在最要紧的 便是保护那座女神雕像 如果城墙被怪物攻破 那么他们就需要设置路障 阻止怪物的前进 而且还有珍娜和亚伦进行防御 他们应该能够拖上不少时间 与此同时 城内的百姓正遭受着怪物的蹂躏 另一边 男人已然来到那片森林之中 而他现在要做的便是 尽快击杀黑暗门徒 只见他缓缓朝着森林深处走去 可下一秒 两只怪物便朝着他迎面扑来 于是他手起刀落 一瞬间便将其当场斩杀 随后喝下治疗药剂 紧接着就来到了区域边界 因为他知道那家伙就在这里 而在这时 前方传来两位队员陷入恐惧状态的消息 紧接着便是队员梅金阵亡 就连伊迪斯都陷入了出血状态 与此同时 只见一发进攻朝着他飞去 男人当即使用盾牌抵挡下来 可下一秒 攻击却击碎了盾牌 并当场击穿了他的手臂 看来黑暗门徒的近战能力比较弱性 但他仍旧是高楼层才会出现的怪物 所以他还是比男人更加强大的存在 与此同时 又是多发进攻袭来 只见男人挥剑奋力抵挡 但奈何数量太多 男人稍不留神就被冻穿了身体 如果不是他强悍的防御能力 也许早就因此死去了 而此时的他也已陷入了出血状态 如果再这么拖下去 那么他将必死无疑 而且他必须赶在队友都死光之前 将黑暗门徒击杀 此时 黑暗门徒表示要与男人好好谈谈 因为他发觉男人跟他们不同 而下一秒 只见男人朝着声援一把扔出手中的长剑 当场就冻穿了他的胸膛 与此同时 面对敌人的进攻 男人瞬间开启了狂暴状态 可下一秒 手臂竟被魔法当场斩断 而此时的他也只能扛住肉体上的疼痛 挥舞着短刀朝着敌人砍去 面对敌人释放的多重魔法 即使是冻穿他的身躯 他也毫不退缩 伴随着一道高昂的呐喊 只见手中的短刀划破了敌人的喉咙 当场就将其击杀 而此时的男人终于力竭倒在了地上 可是为何还没出现结算信息呢 难道这场战斗还没结束吗 那样的话大家就全完了 这样看来 在女神雕像被摧毁之前 他就会死在这里了 伴随着施恩阵王的消息传来 男人觉得自己将要不明不白地死在这里了 而他对于队友则打倒非常抱歉 因为他辜负了他们的期望 没能带领他们成功攻略楼层时 可就在这时 只见女神雕像散发着金光 紧接着一道蓝光浮现 随后便将他们传送回了城镇里面 此时传来众人等待已久的结算信息 而后传来提示 收集相关材料之后便可将男人晋升星级 恭喜玩家攻略楼层时 修基式更名为陶尼尔 当极限等级为999的黑影 遇上只有等级时的一星男人 他们之间究竟会擦出怎样的火花呢 就在刚刚 男人缓缓睁开双眼 这时的他才意识到自己活了下来 片刻之后 男人找到了亚伦 只见其一副愁眉苦脸的样子 为何你会是这般模样 而他则表示自己是在想与男人争吵的原因 自从男人离开之后 失潮便涌入了城镇里面 无数人类纷纷倒在了他的面前 此时的男人这才意识到 原来亚伦正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难道你明天还要摆出这副表情吗 亚伦对此给予了否定的答复 随后便缓缓离开了这里 画面一转 此刻的他们正享受着节后余生的喜悦 在男人眼里 大家伙的情绪都还算稳定 唯独只有迪卡 需要一定的时间才能够恢复过来 与此同时 为了给男人晋升等级 于是玩家给合成所进行了升级 接下来 便是将所有属性石头合成一颗下级晋升石 伴随着五彩斑斓的光芒浮现 只见依赛尔怀抱着晋升之石出现在了他的面前 随后便鼓励男人 就这样朝着七星等级前进 虽然男人对此并没有任何把握 但依赛尔却觉得只有他才能够达到七星级别 如果是那样的话 那么希里斯早就应该到达七星级别了 可男人用尽了一切办法 都未曾得到过一名七星英雄 随后男人便来到合成所进行晋升 只要进入了这里 那么他将成为一名二星英雄 而这里是玩家无法看到的区域之一 将材料和英雄放入进阶室后便开始晋升 就连玩家也不清楚这里面到底会发生什么 随后他将晋升之石放在台上 紧接着一道刺眼的光束直冲云霄 等他再次睁开双眼 却发现周围都是陌生的场景 而当他进入戒备之时 才发现面前居然有道无法穿越的屏障 可随后他便在女人的话语中发现 这个小孩名为韩伊斯拉特 原本是应该代替男人来到这里的 但因为不了解情况 于是男人决定离开这里 而眼前的一切却让他感到非常震惊 因为明明这里是一个休息室 可却连一个建筑设施都看不到 与此同时 只见时空缝隙缓缓打开 随后便是伊赛尔映入眼帘 但他很快就发现他比平时的伊赛尔还要小不多 而他朝着精灵所指的方向看去 降临副本 证明你的力量 难度 极度困难 这时的男人才意识到了不太对劲 降临副本不是那天新上线的活动吗 可随后便传来一声声警报 紧接着他就陷入了恐惧状态 就连男人都没反应过来到底发生了什么 在强大的威压之下 男人瞬间开启了狂暴进行抵御 片刻的喘息过后 只听一道声音传来 终于见面了 而在他面前的便是那个等级999的黑影 你怎么会在这里 虽然仇人相见分外眼红 但他那高达999的等级却让男人望而去 因为这家伙仅用10秒 就将五星和六星英雄当场消灭 随即便嘲讽男人为何不向他发起进攻 而男人却是十分理智 仅凭目前的他是根本无法与其抗衡的 如果他没有很好的自控能力 也许早就被黑影消灭了 难道英雄晋升等级都会遇上你吗 黑影对此表示否定 因为男人是特别的存在 而他也为男人带来了一份精美的礼物 只见一道人影缓缓走入男人的视野 可男人却是一脸震惊 你到底是谁 当极限等级999的幕后黑手 对上等级只有10的一星男人 本该会发生一场惊心动阔的对战 可女人的话却让他当场愣在了原地 因为他是洛基的忠实粉丝 而这次与洛基相见 就是要告诉他这起事件中背后的真相 就在刚刚 只见一道人影缓缓出现在男人面前 而他只感觉一股莫名的熟悉感涌上心头 因为他看起来跟伊赛尔非常的相似 可此时的女人却不知道应该如何介绍自己 难道伊赛尔以后也会是这般模样吗 而男人根本就不在乎他到底是谁 只知道他是一个该死的家伙 但此话却惹得女人非常不悦 随后他便向男人纠正了他的错误 并不是他长得像伊赛尔 而是伊赛尔长得像他 伊赛尔不过是他的第479位房屏 紧接着只见他朝着男人扔去一张名片 而他居然是莫比乌斯的boss 此刻的男人只觉得自己被戏耍了一番 随后便开门见山地向其发出质问 就是你将我带到这个世界的吗 可他却表示这并不是他的意愿 因为他也没有想到男人会被照进莫比乌斯 而如今这幅场面完全是一场意外 但男人可不会听信他的一面之词 紧接着便威胁着女人放他离开这里 可他又怎么会惧怕区区一名异星英雄呢 虽然是异星英雄 但男人可是会随着时间变强的存在 而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么在这里击杀男人将会是最好的选择 随后只见一发进攻朝着男人迎面铺来 当场便击穿了男人的铠甲 然后直直地停留在了男人胸前 原来这只不过是女人对他的一次试探 于是男人好奇地询问他到底想要什么 可他接下来的话语却让男人未知一颤 因为他是洛基的忠实粉丝 对于洛基攻略副本时的表现 他都感到极为震惊 而他这次前来 便是要告诉男人这个世界的真相 但他很好奇 洛基对于这个游戏的剧情有着怎样的看法 在他的印象中 玩家只注重内容而不看重剧情 就连他的想法也是如此 这里并没有所谓的世界观 玩家根本就不会在乎这个世界是否真实存在 随后只见其缓缓打下响指 紧接着身后的场景就发生了变化 这是陶尼尔大陆中的海姆半岛 虽然是男人在楼层石中见过的城市 但他如今已是这般模样 而后便是一座座城市一记展现在男人面前 这些就是陶尼尔所有地区的现状 难道觉得尼夫海姆会与这些有所不同吗 所有与莫比乌斯相连的大陆都会变成这样 超过一亿颗的星球几乎在同一时刻遭到了毁灭 这个世界早就定下了灭亡的结局 所有的事物都将会在最后烟消云散 而这个世界中的人物希望能够获得一个不同的结局 为此他们只需要做一件非常简单的事情 那便是将这个世界之外的人类带到这里 然后改写这个世界的剧情和走向 因为外人是处于一个更高维度的存在 仅仅通过观察就能改变未来的走向 而这也是为何将洛基带进游戏世界的原因 闻此 男人则是轻蔑一笑 所以你告诉我这些的意义是什么呢 他表示想要与男人一同拯救这个世界 可话还没说完 就被男人一记飞刀镜直击中了头部 因为他根本就不相信女人所说的 而他现在只想尽快离开这个地方 当初将他拉进这个世界 让他受尽了无数的折磨 如今却想寻求一同合作 这简直就是在痴人说梦 虽然男人非常想要将其击杀 但目前等级相差太大 在权衡利弊之下 男人选择了尽快离开这里 可女人却对此表示拒绝 因为他可是花费了好大劲 才将他带到了这里 紧接着他便阐述了 为何如此看好洛基的原因 因为他取得了 其他玩家无法获得的成就 随后便是一道熟悉的话语 浮现在他眼前 这是新手教程里其中一句通知 而洛基是唯一理解 这句话语的人类 并且是数亿玩家中 独一无二的存在 紧接着身后的场景 再次发生了变化 这是楼层八十的场景 在一亿玩家中 只有洛基和其余四人 允许挑战这里 同时这也是最艰难的楼层 难道你想给我看这个吗 女人对此给予了肯定的答复 并为其准备了一套椅子 那么请坐吧 王之剑 尼哈库加斯特菲尔 王之卯 穆登尼克德克 王之剑 利迪吉恩 王之眼 尤尼斯塞德 王之叶 西里斯阿特海姆 接下来将会是 他们浴血奋战的时刻 而在这之前 此刻的女人正邀请着男人 一同观看 当时洛基通关楼层八十的场景 那么请坐吧 而他非常好奇 男人当面观看自己通关的场面 到底会有着怎样的感受呢 楼层八十与以往的楼层不同 他并不会明确告诉你任务类型 因为他的任务是随机出现的 虽然运气决定着挑战楼层的难度 但大多数玩家在挑战该楼层时 都是以失败告终的 可男人明明记得楼层八十的通关策略 那么观看这个录像到底有何用意呢 接着往下看你就会知道了 而在男人的印象中 他在攻略楼层八十时 除了主力队伍之外 剩下的所有队伍几乎是团灭的状态 那是任何生物都无法生存的地方 无数的怪物栖息在此 这是宛如地狱般的存在 而男人一眼就认出 这是碎片系列的怪物 这也是为何楼层八十被称为痛哭之强的原因 可接下来 女人的话语却让男人未知一颤 游戏中不同账户的难度是会有所变化的 就连召唤概率也是一样的 而洛基从始至终都没能通过召唤 获得五星级别的英雄 这可不是偶然出现的现象 并不是洛基的运气不好 而是尼弗海姆中早已没有了任何英雄 就连难度也是一样的 尼弗海姆的账号是内部判定 为数不多获得S级评分的存在 但他很好奇 洛基是如何攻略到楼层八十八的 与此同时 只见一道蓝光浮现 尼弗海姆中最强的英雄正缓缓登场 不到片刻 排名前五的最强英雄们便集结在了一起 接下来 便是他们浴血奋战的时刻 只见洛基缓缓拖动着英雄 将其安放在合适的位置之上 此刻的女人只觉得洛基的战术很是有趣 虽然过程表现得非常复杂 但目的非常的纯粹 在突袭敌人之前 切断他们的资源补给 接下来 就好好观察他们的行动吧 看看你对于他们会是一种怎样的存在 而这也是洛基为何会成为独一无二的原因 与此同时 接受到任务的英雄们开始进行战斗准备 任务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这不仅仅是为了我们 更是为了洛基 是我们大放一台的时刻 王之剑 尼哈库加斯特菲尔 王之卯 穆登尼克德克 王之剑 利敌吉恩 王之叶 尤尼斯塞德 王之叶 希里斯阿特海姆 伴随着任务的开始 只见一道火光炸弦 一瞬间 所有的怪物都被消灭得一干二净 这便是最强英雄们的实力 看来他们是真心效忠于洛基的 他们在游戏中被称为最强的六星英雄 除了七星级以外的英雄 没有任何人能够对付他们 不过最重要的并不是能力 而是他们如何看待自己的主人 英雄们在爬塔的时候就意识到了 玩家只不过是将他们当成宠物宠 可男人却有所不同 他是真正被称为高手的存在 洛基 他是尼夫海姆的国王 而直到如今 尼夫海姆的英雄们还在四处寻找着男人的下落 不过只有女人清楚知道洛基的所在 从这一点不难看出 洛基在尼夫海姆英雄们的心中拥有着极高的帝物 而他进行游戏的方式非常的独特 他从未使用过河成功能 在通常情况下 玩家会通过河成 将不听话的英雄荡成材料未养给高级英雄 即使是有潜力的低星英雄 玩家也会不假思索地将其未养给高星 而洛基从始至终都没得到过五星英雄 就连希里斯也只是个四星级别的英雄 别人都劝说他这是一个失败的账户 可即便如此 洛基也没有因此选择放弃 因为他早就习惯了不公 随后洛基便表示 自己并不是没有用过河成 只是用的机会很少 那么这与不用基本一样 而其他方面也是如此 别的玩家都将英雄当成玩具一样玩耍 当完腻之后就会将其舍弃 但洛基并不会这样 只要表现出自身的潜力 那么即使等级过低 他也不会轻易放弃 对于有贡献的英雄给予奖励 反之则是惩罚 紧接着他便好奇地询问男人 你知道这里的英雄都是人类对吧 虽然他并不知道男人到底是如何发现的 但这就是他得出的结论 面对注定会被毁灭的陶尼尔区域 只有男人拥有能够扭转局面的希望 那么他将做出怎样的选择呢 就在刚刚 女人得出了一个结论 那便是洛基熟知这里的一切 这里的英雄全都是人类 然而事实上 这些游戏人物非常的真实 甚至让人难以相信 这是由程序设计出来 因为每个人都有着 自己独特的修行方式 所以洛基至今都不敢相信 他们会是活生生的人类 不过这就是他喜欢男人的原因吗 女人对此给予了肯定的答复 甚至表示早就想与他进行一番交谈 但很可惜他那时候还在地球 这可真是太遗憾了 如果洛基在地球上碰到了他的话 那绝对会将他当场活埋的 而他对于面前的女人早已是恨之辱 因为无论是陶尼尔还是尼弗海姆 他认为都与自己无关 他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地球人罢 可女人却将他的情况强加于男人身上 而洛基清楚知道 女人将他喊到这里 绝不只是为了让他攀上高塔这么简单 当初洛基正打算带领着尼弗海姆 队伍攻略楼层九十世 就被拖进了这个游戏世界 所以目前的男人是绝对不会答应与他一同合作的 而如今的他只想要让女人彻底消失在他面前 面对洛基如此果断的拒绝 女人也只好选择放弃合作 不过他希望男人可以活着来到他所处的地方 可男人非常好奇 在楼层石中出现的黑暗门徒是否就是他所为 女人对此给予了肯定的大货 但他表示从楼层十五之后就不会再进行干涉 因为洛基所处的陶尼尔绝对会给他带来巨大的麻烦 他与死人亡国的难度一致 都是传说中的S级 无论洛基做得多么优秀 玩家失败的概率至少是90% 但如果有他的帮助 那结果将截然不同 随后女人对其表示 如果洛基能够攀上顶层的话 那他将会把洛基送回地球 并把莫比乌斯一半的股份赠送给他 可男人却对此根本不感兴趣 因为他从始至终都不相信面前这个女人 随后只见一柄短剑当场击中了女人 当男人登上顶层之时 所有的真相就会浮出水面 而他并不需要女人的帮助 这就是他的答案 不过女人对于洛基的行为表现得毫不在意 并给予了他一句忠告 当他向上开始攀塔之时 才真正拉开了Pick Me Up中的序幕 陶尼尔 一个人类与一族共存的地方 而在这片繁荣的土地之上 将会遭到大量怪物的入侵 之所以Pick Me Up难度如此之高的原因 是因为这是一场基本毫无胜算的局面 但如果是洛基的话 那么仍有改变这种局面的希望存在 如果洛基想要拯救世界 就必须攀上这座高塔 所有的英雄都将与他共度难关 而世界的未来就掌握在玩家与洛基手中 强大的敌人将会接踵而至 攀上高塔的洛基 我们将会等待着你的到来 但愿与你永固相见 与此同时 前方传来祝贺信息 英雄唤醒了被遗忘的记忆 韩成功晋升成为二星英雄 等级和技能得到了提升 看来晋升过程终于结束了 而面对亚伦的询问 男人也只是告诉他 他将来也会经历这些的 不过最近是有发生什么吗 亚伦对此表示并没发生任何事情 这时的男人忽然意识到 亚伦想要回去的理由 便是他的妹妹尼娜 而男人的目标也从未发生过改变 那便是攀上高塔回到地球 如果说还有什么其他的想法 那便是要让那个女人 为此付出惨痛的代价 片刻之后 前方传来道歉提示 因为游戏的网络崩溃 所以对玩家做出一些补偿 而具体的补偿则如下 与此同时 伊塞尔对于洛基晋升为二星表示祝贺 但男人却对此毫无反应 因为他得知了伊塞尔的真实原型 没想到居然会是莫比乌斯公司的CEO 虽然男人非常的震惊 但知道了这些也于事无比 随后男人表达了自己的内心的想法 他想要攀上高塔回到地球 为此他需要伊塞尔的帮助 随后伊塞尔果断答应了他的请求 并掏出一张礼券赠予男人 虽然礼券可以兑换各种各样的道具和装备 但男人却对此表现得毫不在意 因为他熟知这种面值的礼券 根本购买不了好东西 随后只见伊塞尔将礼券兑换成了战马雕像 这是来自玩家的奖励 可男人却是将其一人 如果奖励只给到一位英雄的话 那么其他英雄就会产生抱怨 而且每个英雄都有的自己独特的品位 画面一转 只见时空缝隙正缓缓打开 而如今男人最担心的就是内部的敌人 那便是被称为敌人的玩家 如今的伊奥尔卡因为反复的训练和在楼层时的经历 早已身心疲惫 在这种情况下是不可能前往楼层十一的 可接下来发生的一幕却让男人感到非常不解 因为玩家正准备挑战楼层十一 于是我示意珍娜等人做好准备 而攻略楼层十的经历让玩家误以为是自己的功劳 所以有些得意忘形 在这种情况下攻略楼层十一很明显是错误的决定 那么我能跟这种家伙攀上楼层一百吗 当一星英雄与四星英雄进行合成时 本该是身为一星的男人成为养量 然而当合成结束时 身为四星的英雄却遭到了玩家的舍弃 就连这群三星级英雄都成为了他攀塔的垫脚石 而如今男人却对玩家的指令表示拒绝 就在这之前 玩家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 居然选择了攻略楼层十一 就连男人也没有想到他会有如此无脑的操作 画面一转 众人来到一片墓地 而等待他们的将会是无穷无尽的骷髅大军 随后他们便迅速做好了战斗准备 Pick Me Up之所以被称为一款运气网游 很大程度是因为扭蛋机制的出现 因为抽出的英雄越强 那么你的攀塔之旅就会越顺 但男人的情况有所不同 玩家将四星英雄喂养给了男人 然后五位三星英雄如今也只剩下了一位 要说玩家的运气不好 其实也并非如此 在开始攀塔之际 玩家不断扩张设施 培养英雄和制作道具 然后按照男人的攻略一步一步向上攀爬 但从楼层五之后一切都发生了改变 在男人拼尽全力完成任务之后 事态的发展出现了变化 在不具备培养英雄的条件下 玩家进行了五次付费扭蛋 甚至在没有任何训练的情况下 将一名成员丢进楼层石中 而且还屡次出现低级失误 将英雄的所有功劳都归功于自己的操作 与此同时 完成任务后的男人终于提升了等级 他的各项属性都得到了提升 画面一转 此刻的男人正与伊塞尔进行着交谈 而他非常好奇伊塞尔原型的真实身份到底是谁 虽然原则上伊塞尔不能透露这些 但在男人的追问之下 伊塞尔还是决定回答他的问题 而李施在每个世界中都有着不同的身份 如果硬要说出一个的话 在陶尼尔中 他是一位名叫特拉的存在 既然如此 那么尼弗海姆中也一定有他的身影 在攻略玩楼层时候 每个玩家都会给自己的休息室取上一个名字 而这个休息室便是被称为陶尼尔的存在 男人的则是尼弗海姆 如果特拉的解释是正确的 那就意味着每个玩家手里都掌握着一个世界的命 紧接着男人提出了第二个问题 那么莫比乌斯是什么呢 他只不过是我们公司的名称罢 可男人却并不认同他的说法 他认为莫比乌斯是链接着所有世界的存在 而正因如此 所以每个玩家有着不同的任务 并且没有重复的英雄出现 此刻他大概推算出了女人的真实身份 不过只有普通人会这样吗 当然 只有地球人才能够成为玩家 可男人却表示自己不是想要知道这个 而是特拉会对玩家耍手段吗 闻此 伊塞尔表现得极为震惊 随后便表示要前去打听一番 片刻之后 伊塞尔表示男人不用担心 因为特拉并没有对这名玩家耍什么手段 画面一转 男人了解到了 当前游戏是不会受到任何干涉的存在 那么这就代表着男人的猜想是对的 玩家误以为攻略楼层是自己的功劳 从而变得极为自大 如果按照这么发展下去 那么是一定会出大问题的 而为了应付以后发生意料之外的情况 所以他们必须通过锻炼变得更加强大才行 趁着如今事情还没有变得更加严重 男人必须采取正确的措施 让玩家变回以前的样子 如果想要解决这种问题 就需要消除玩家完全依赖的英雄 而那个人就是洛基 画面一转 众人将再次进入副本进行攻略 伴随着时空缝隙的缓缓打开 这一次 他们将对楼层十二进行攻略 闻此 男人当即对此表示拒绝 这可把一旁的伊塞尔吓得不轻 可那样的话 剩下的几人该如何是好呢 与此同时 伊塞尔正极力劝阻的男人这非常的危险 难道乱攻略副本就不危险了吗 虽然对于副本英雄可以提出拒绝 但合成是没有办法的 不过男人已经表明了自己的立场 至于剩下的几人就需要自己做出选择了 闻此 众人纷纷对此表示了拒绝 可接下来应该怎么办呢 那就要看看 玩家究竟会做出怎样的反应了 这个城市中的所有人类都被这双眼睛所注视着 他们的一举一动都需要经过眼睛的批准 可如今 男人却对眼睛发出的指令表示拒绝 紧接着第一队伍也都纷纷拒绝了他的命令 而他只要看过新手教程 就会知道会有这种情况发生 但很显然他并没有认真观看 与此同时 一旁的伊塞尔正召唤着伊迪斯等人过来 可他则是一脸的惊讶 因为他本以为会是第一队伍进行攻略楼层 但男人却表示自己拒绝了玩家的命令 虽然违抗玩家命令的行为非常的危险 可为了能够活下去他不得不这么多 如果一味的听从玩家的命令毫无主见的话 那么最终一定会走向灭亡的 不过伊迪斯还是选择了听从玩家的命令 因为他想通过攻略楼层来提升自己的实力 而且他并不想被玩家抓去合成 随后他们便禁止走向了楼层副本 紧接着男人给予了珍娜等人一些建议 如果他因为这件事情而被玩家抓去进行合成的话 那么他们就需要立刻停止违抗玩家命令的行为 这样他们就不会因此死去 但他们却表示自己也不会临阵脱头 这让男人倍感欣慰 与此同时 前方传来第二队伍陷入出血状态的消息 看起来楼层12比11要难上不少 不到片刻 只见众人正伤痕累累的从副本中走出 此刻的伊迪斯正一脸的不悦 他迫切的想要知道究竟如何拒绝玩家的命令 随后男人便将方法告知了他 下一秒 只见第二队伍也拒绝了玩家的命令 这时的伊赛尔则是一脸的惊慌 因为他从未想过事情会变成这样 这下两支队伍都无法进行操作 虽然他们拒绝了玩家的命令 但他们也不会停止训练 他们会自由进入周长副本 获取材料和提升自己 可伊赛尔却对此表示非常担忧 如果玩家以后都不上线了该怎么办 这就需要看玩家怎么选择了 如果玩家连这点小事都处理不好 那他们应该如何向上攀塔呢 可万一他想要将你进行合成该怎么办呢 我宁愿毫无痛苦地死去 也不愿意在这累死累活 虽然将他丢进合成所里是最辩解有效的方法 但此举会导致英雄们不再信任玩家 随后他们便静止离开了这 画面一转 在他们的努力之下 他们从副本中获取了下级火元素之时 而男人也在训练中得到了提升 不知不觉中下级剑盾术已然来到了六级 如今的男人需要更高强度的训练才能得到提升 紧接着他便给伊赛尔卡下达了一项任务 那便是完全熟练掌握心灵感应魔法 可从这天起玩家再也没有登陆过游戏 一放几天过去 就在今天 玩家再一次登陆了游戏 此时的伊迪斯还以为玩家想通了 但男人却断定这并没那么容易 在这种情况下就只剩下一个办法 那便是进行扭蛋抽取 组建一支新的队伍 伴随着玩家的开始召唤 只见三位三星级英雄凭空而出 然而他们一碰面就产生了非常浓厚的敌意 此刻一旁的士兵正请求着男人能够帮帮他们 可下一秒 女人随口说出的一句话瞬间就惹恼她 正当情况即将愈演愈烈之时 伊赛尔的出现及时制止了他们 随后只见玩家将他们组成了第三支队伍 紧接着便开始了攻略楼层副本 而这时的男人也选择缓缓离去 因为他熟知那些人已经回不来了 画面一转 正在休息的男人耳边不断响起前方传来的消息提示 果然就如同他预想中的那样 不到片刻 第三支队伍便全军覆灭 刚召唤出三位三星级英雄 就被玩家派去攻略楼层15 而眼前这幅场景却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就在这之前 正在休息的男人耳边不断响起前方传来的消息提示 果然就如同他预想中的那样 不到片刻 第三支队伍便全军覆灭 随后便传来玩家下线的通知 紧接着只见伊赛尔一连委屈地朝着洛基诉苦 此刻的他非常害怕玩家会就此放弃游戏 因为玩家只要超过六个月不上线 账号就会被强制删除 洛基却表现得不慌不忙 现实中的六个月相当于游戏中的一年零六个月 可如果大厅没有了玩家的打理 那么伊赛尔就没有了任何用处 这意味着他将在不久后消失不见 但洛基却是安慰着他不用担心 如果玩家的意志那么薄弱的话 那么他早就已经放弃了 不过他很好奇伊赛尔为何如此绝望的原因 难道玩家不进行攀塔的话他就会死吗 没想到伊赛尔居然对此表示肯定 如果玩家长时间不进行攀塔的话 那么他将会失去存在的意义 而这时的男人却是一惊 因为他离开尼夫海姆已经很长时间了 这也就代表着他没有时间浪费在这种地方了 画面一转 玩家的再次上线居然是为了进行扭弹抽取 伴随着一道紫光浮现 只见三位三星级英雄赫然出现在众人眼前 但没想到他们一出现便朝着众人指手画脚 于是男人决定要好好教训一下他们 可花音未落 只见洛基猛然朝着男人发起了进攻 却被男人一拳干翻在地 而玩家只进行了三次扭弹抽取 难道他想要将两位一星级英雄 与其一同组成第三支队伍吗 事实上 这种将高级英雄与低级英雄组成队伍的做法 会导致队伍实力分配不均的情况出现 随后便传来了玩家组成第三支队伍的消息 紧接着只见时空缝隙正缓缓打开 不到片刻 众人便完成了攻略回到了这里 看起来这三位新人拥有着不错的实力 他们清楚知道自己该做些什么 画面一转 此刻的珍娜则是一脸的担忧 因为他害怕那些人的出现会威胁到他们的地步 但男人却表示不用担心这些 队伍三虽然没有魔法师职业 但整体的搭配还是非常不错 此刻的他们正以飞快的速度进行的成长 由于玩家的过度依赖 导致他们越来越目中无人 甚至打起了魔法师的主 而从他们之间的谈话中不难发现 他们根本就不在乎一星英雄的死亡 他们没有团队合作的概念 虽然这支队伍在很多方面不太理想 但他们还是通过了楼层十次 接下来 他们将面临难度更高的楼层 而一旦他们成功将其攻略 那么第一队伍将面临着被合成的下场 此刻 身旁的伊奥尔卡觉得男人应该做些什么 因为那些家伙很快就要追上他们 但男人却是不慌不忙 我们只需要等待一个机会即可 不过他很好奇伊奥尔卡 是否已经完全掌握了心灵感应 当然 随后只见其轻轻挥动手指 下一秒 周围的防具便悬浮在了空中 看来你的进步非常的大 相比之下 玩家简直就是不思进去 伴随着楼层的上升 本该对休息室进行设施升级操作 可玩家似乎没有这种打算 渐渐的所有人的注意都集中在了第三支队伍身上 也正因为玩家对这支队伍的喜爱 所以他们变得更加的肆无忌惮 如果让他们攻略了楼层十五 那么后果将不堪设想 画面一转 今天他们将要对楼层十五进行攻略 所有人忧心忡忡地探着这一切 伴随着时空缝隙的缓缓打开 此刻的诺金撂下一句狠话 带他回来之时 便是男人被抓去合成之日 与此同时 一旁的亚伦非常好奇 如果他们通关了楼层十五会发生什么 那么我们就需要开始听从玩家的命令 或者被荡成材料进行合成 而他们还是有可能通关楼层十五的 毕竟总是会有出乎意料的事情发生 如果他们成功归来 那么我们就必须无条件服从玩家的命令 当然 到那时候男人也许早就被抓去进行合成了 无论他们成功与否 这都将会是一场惊心动魄的博弈 玩家将两次战马雕像送给了洛基 并以此表达对洛基这名英雄的喜爱 而他殊不知 这一切都在洛基的掌握之中 就在此前 望着前往楼层十五的第三支队伍 众人则是一脸的神色凝重 他们都在等待着结果的到来 就在这时 前方传来第三支队伍阵亡的消息 仅仅一瞬间 第三支队伍便惨遭复灭 这时的男人不禁眉头紧锁 看来楼层十五一定是特殊任务 与此同时 城镇发生了剧烈的震重 紧接着就传来了玩家下线的消息 此刻的依赛尔这才缓缓到来 原来是玩家将手机扔了出去 随后男人失忆众人离去 看来他们还没得到任何线索 就遭到了覆怒 而他们的牺牲是没有意义的 从那以后 玩家再也没有登陆过游戏 不过他们依旧没有放弃锻炼 但依赛尔却表现得十分堪忧 而他希望洛基能够做些什么 可身为英雄的男人目前能做的 也只有锻炼而已 由于玩家的不作为 导致众多一星英雄开始摆烂偷懒 而根据推算 目前现实生活也只过去了三天 就在两人交谈之际 玩家再一次登陆了游戏 然而却是为了拍下游戏画面 随后便匆匆退出了游戏 没想到玩家上线居然什么都没做 这下他应该是要放弃游戏了吧 但男人却持有不同的观点 因为他刚刚进行了截图 随后男人问起依赛尔的兴趣是什么 那便是往上冲浪 既然如此 这就代表着依赛尔在这能够进行上网对吧 而他对此给予了肯定的答复 那么接下来 男人就需要依赛尔的帮助了 画面一转 此刻的依赛尔却是一脸的震惊 因为男人居然要在这里进行上网 而干预另一度维度的行为是会受到惩罚的 况且如果对贴吧进行回复等行为 是会让停留时间大大缩短的 看起来这似乎非常的难 而依赛尔则对此表示肯定 不过为了达成目的 所以男人必须在这进行上网 在经过片刻的思想斗争之后 依赛尔最终下定了决心 只要是为了洛基 那么他将全力以赴 伴随着他的一声呐喊 只见一台虚拟电脑赫然出现在男人眼前 随后他便催促着洛基赶快行动 因为他并不能支撑太久 而洛基距离上一次登陆游戏论坛已经过去了很久 在经过片刻的寻找过后 男人终于找到了目标 那便是来自玩家的求助 而洛基对于角色插画感到非常好奇 这到底会是谁画的吗 与此同时 在该帖的评论中无意不是嘲讽他的言论 他们甚至难以相信 这种愣投青玩家居然能攻略上楼层十四 而此刻的依赛尔显然将要达到极限 于是洛基快速地敲打着键盘 随后将自己多年的比赛记录和攻略发送给了玩家 并叮嘱他一定要看完 就在此时 依赛尔终于力竭倒在了地上 不过男人也已达成了他的目的 剩下的便是要看玩家怎么办 而这时的依赛尔却是两眼放光 难道那会是传说中的天宫之书吗 传闻中 如今论坛上公布的攻略是不完整的 而完整的攻略都保存在洛基手中 随后洛基认可了他的说法 不过他只说对了一半 他交给玩家的攻略中并不包含Picmium中的所有攻略 但却包含着洛基的一切 虽然不能保证玩家能够全部将其看懂 但如果他能把这些知识变成自己的话 那么事情将会变得非常有趣 隔天 玩家再一次登陆了游戏 而此刻的男人早已等候多时 只见玩家再一次将战马雕像赠送给了洛基 但他殊不知这只不过是来自洛基的测试吧 因为他在攻略结尾处偷偷修改了一点 那便是要将战马雕像赠送给自己喜欢的英雄两次以上 而很显然玩家将那份攻略读到了底部 如果玩家真的想要爬上顶端 那他就必须成为像男人一样的存在 否则他就无法掌控洛基 虽然他可能没有读懂所有的攻略 但不难看出他正在蜕变 如果他真的有这份意志的话 我会让他成为最棒的玩家 只有满足了特殊条件 男人才能够转职成为传说中的隐藏职业 但隐藏职业并不代表着强大 而就在刚刚玩家做出的改变 让洛基等人决定再次信任于他 可伊塞尔非常害怕玩家根本没有做出任何概念 但男人却认为并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而他很好奇 游戏下一次更新会在什么时候 随后伊塞尔便对其进行解释 这就取决于收集干涉力的速度 干涉力 是莫比乌斯用来打乱因果关系和规则的东西 当玩家处于在线状态时便会进行收集 每当攻略完楼层时 干涉力也会随之增加 而宝石便是承载着干涉力的载体 他们蕴含着无限的创造之力 不过洛基显然对此表现得毫无兴趣 毕竟他们已经休息了很长一段时间了 而接下来 便要开始恢复战斗了 可是如果想要攻略楼层15的话 需要队伍中拥有5人以上 但洛基却表示着无需担心 随后只见其朝着伊迪斯发出组队邀请 而他对此感到非常好奇 难道洛基改变对玩家的看法吗 在片刻的思索过后 于是伊迪斯选择了加入队伍 接下来 他们将以最快的速度攻略楼层15 紧接着只见楼层缓缓打开 随后一道蓝光浮现 居然是楼层八吗 不过这正好可以检验一下 他们这段时间的训练成果 面对扑面而来的怪物军团 只见伊耀尔卡轻轻举起右手 吓死你 所有的土地仅在一瞬间便被翻转了过来 紧接着珍娜射出几发弓箭 强大的力量当场击杀了众多的哥布林 与此同时 只见伊耀尔卡正缓缓释放着魔法 下一秒 一股凶猛无比的火焰瞬间席卷了整个怪物军团 看起来伊耀尔卡的提升非常的大 原本需要40分钟的吟唱时间 如今也只需要10秒就能完成 不到片刻 他们便完成了此次攻略 虽然伊迪斯还不习惯待在队伍役里 但以他的悟性来看 他应该很快就能适应 随后只见男人带领着伊耀尔卡来到研究所 而他需要做的 就是将那些问题逐一解决之后扔进旁边的容器之中 在经过片刻的研究过后 他们得到了研究点数 但伊耀尔卡的研究效率并不是很高 而这完全都在男人的意料之中 因为他并没有任何的研究技能 与此同时 前方传来信息提示 每天研究的时间上限为三小时 请妥善安排好英雄的工作时间 而听闻每天都要研究三个小时 于是伊耀尔卡当场对此表示极为不满 因为他的行程本来就排得满满当当了 如今还要抽出时间来进行研究 随后为了安抚好伊耀尔卡的情绪 于是男人提议玩家购买了一件雕球赠送给他 现此伊耀尔卡当即表现得极为开心 画面一转 玩家的行为慢慢发生了改变 他会安排队伍前往周长副本收集材料 并且在装备制造所里打造起了装备 更重要的是 在此期间他组建了第三支队伍 看来玩家确实有在慢慢成长 与此同时 男人与伊耀尔卡闲聊起来 而他非常好奇 像男人这么有才华的人为何不去学习魔法呢 虽然仅凭伊耀尔卡艺人无法教会男人 但只要有这些书籍就足够了 而在这个世界中 当英雄到达三星级别时就可以决定一个职业 如果按照这么发展下去的话 洛基极有可能会成为一名战士 但只要满足了隐藏条件 那么他就有可能成为魔法师或是剑士 而获得隐藏职业并不一定是强有力的存在 所以男人还是决定在观望观望 与此同时 只见一道闪电落下 随后一颗蓝色能量球在空中凝聚 看来已经开始了 极致的努力真就比不上与生俱来的天赋吗 同样是身为一星英雄 可两人却拥有着天差地别的成长道路 珍娜能够在战斗中不断提升自己的技能等级 并觉醒各种各样的技能 而亚伦却在提升技能的路上停滞不前 无论他付出了多大的努力 他得到的回报都是微乎其微的 就在此前 只见一颗蓝色能量球在空中凝聚 看来已经开始了 随后传来研究成功的消息 英雄反应性等级为一级 紧接着来自女神的祝福便将临在了整个休息室内 与此同时 只见一颗蓝色能量球径直朝着伊耀尔卡体内飞去 而研究的技术有三种 英雄反应性研究 副本生化性研究和设施扩张性研究 其中洛基选择使用30个研究点数开通了英雄研究 随后男人示意他喊出状态窗口 下一秒 只见状态窗口赫然显现在他眼前 这个窗口上显示了伊耀尔卡当前的所有属性数值 而当初第三支队伍阵亡的根本原因 就是因为看不见提示窗口 所以无法得知完成任务的最终条件 如今通过英雄反应性的研究 能够很好地解决这一问题 而望着窗口上显示的一堆属性 此刻的伊耀尔卡只感觉非常的难以置信 与此同时 男人示意伊耀尔卡跟着自己 因为是时候将此事告诉他们 可下一秒 只见亚伦正被蓝色能量球下的不轻 于是男人一把将其抓住 并示意他不用担心 紧接着只见那颗能量球径直进入了亚伦体内 与此同时 真那却表现的异常瓶颈 原来这就是哥哥一直在看的东西吗 看来真那对于这个早已习以为常 画面一转 众人正讨论着有关状态窗口的事情 虽然他们对于这种新鲜的事物感到非常好奇 但他们更想知道男人到底是如何得知这个东西的 可男人却表示 这只不过是他偶然发现的 而显然伊耀尔卡并不相信他所说的 不过既然男人不愿多说此事 那么他也不会去深究 毕竟男人的建议确实帮了他们不少的忙 望着正在进行讨论的众人 男人暗暗下定决心 如果他们能够活到最后 那么他将告诉众人他所熟知的一切 不过到那时候也该说一声再见了 片刻之后 关于状态窗口的消息就被传得人尽皆知 虽然大多数人能够看到部分的窗口信息 但也还有极少数人无法看见 而这很有可能是研究等级过低的原因所导致的 与此同时 男人正与真那开始着训练 只见真那连续射出几发弓箭 却都被男人一一抵挡下来 看来这就是所谓的技能了吧 居然能够防住真那所有的进攻 而在真那愣神至极 只见男人早已顺身来到他的身后 随后毫不留情地一刀斩去 毕竟如果再不提升训练的难度 那么他们的技能等级就无法得到提升 而接下来 他们的训练将再无规则限制 直到一方战死为止 随后他们便开启了史无前例的攻防大战 就连一旁观战的众人都不禁感慨 韩真的是一位农民吗 与此同时 此刻的真那早已累得气喘吁吁 而这时的男人正思考 他是否应该同时训练两人呢 但亚伦却对此表示拒绝 因为他屡战屡败 目前已经达到了32战32副的战绩 而下一秒 只见男人一个顺身对着真那发起了进攻 可没想到 一把短剑赫然出现在他眼前 就在男人挥剑抵挡之际 只见此刻的真那眼里闪过一抹魂光 随后静止朝着男人射出三支弓箭 就连男人都觉得非常的难以置信 真那居然在对战中又学会了一项新的技能 看来事情发展得越来越有趣了 与此同时 真那早已想好了下一步的进攻路线 使用多发弓箭促使他进行躲闪 而后抓住他防御的空性 对其射出致命一击 随后窗口发来提示 真那的下级弓箭术已达六级 紧接着五发弓箭静止朝着男人戏剧 看来这家伙变得越来越强了呢 这下我不会再输了 对吧 而这时的亚伦正进行着自我怀疑 看来这就是纯粹的天赋吧 难道极致的努力 真就比不上与生俱来的天赋吗 冷静与狂暴本该是无法共存的技能 可他们却同时出现在了男人身上 但这也间接成为了 男人技能攻击效率下降的根本原因 而就在刚刚 此刻的亚伦正怀疑起了自己 难道极致的努力 真就比不上与生俱来的天赋吗 与此同时 只见真那朝着男人射出多发弓箭 虽然真那的进攻非常凶猛 但现在还没到使用盾牌的地步 毕竟只有在极其危险的情况下 男人才能够有所突破 而他目前要做的 并不仅仅只是躲避所有的弓箭 更重要的便是要察觉出所有弓箭的意义 就在弓箭距离他的眼睛只有0.01公分之时 男人获得了技能突破 下级剑盾数达到7级 韩掌握了洞察力 而下一秒 只见一道人赢赏过 男人已然来到真那面前 看来 这次是我赢了 画面一转 此刻的众人正讨论着自己拥有的技能 相较于只有三个技能的亚伦 拥有多种技能的真那就显得格外出众 不过并不是技能越多自身就会越强 这与等级和队伍之间的合作有着非常大的关系 如果拥有两个互不相容的技能 反而会成为自己的累赘 虽然男人的冷静与狂暴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但那出现了一些特殊情况 不过如今的真那拥有了9项技能 真可谓是天赋异禀的存在 片刻之后 玩家合成了一颗下级晋升之石 而接下来 便是轮到真那进行升星 伴随着合成之所的缓缓打开 真那表示自己会很快回来的 但男人却表现得有些堪忧 毕竟上次晋升出现了那种事情 不过那应该属于特殊情况吧 与此同时 前方传来真那晋升二星成功的消息 随后只见其一脸失落的模样 而他表示 他做了一个奇怪的梦 在梦中 他曾居住的森林燃起了熊熊火焰 但男人却是安慰着他不用担心 不过他很好奇 难道除此之外没有发生别的事情吗 除了感觉全身被打通之后 就没有别的感受了 看来晋升的过程唤醒了一些被遗忘的记忆 那么这也就意味着 这些家伙目前都处于失忆状态 只有在达到四星或者五星时 他们才会知道真相 他们是如何被召唤到这里的 以及他们的世界到底发生了什么 画面一转 此刻的亚伦也得到了晋升 虽然不知道他唤醒了怎样的记忆 但可以看出他变得比以前更加的有动力 不过男人还是建议他 需要适当的多加休息才行 随后他便在一瞬间进入了狂暴状态 紧接着朝着木桩发起了多次进攻 可他很快就意识到了不太对劲 虽然自身的实力得到了提升 但他不能将所有力量都集中在某一个部位 如果开启了狂暴 在得到力量的同时失去了冷静技能 这将会导致技能攻击效率的下降 如果能像剑术与盾术合成剑盾术那样就好了 与此同时 地旁的伊迪斯找到了男人 而他听说 男人队伍中的所有人都不是战斗职业出身 所以他很好奇 男人以前是否击杀过人类 因为伊迪斯队伍曾经通关过楼层12 所以男人很快便意识到了 伊迪斯正在试探他的决心 随后便给予了他肯定的答复 毕竟男人能够活到现在 他的身上早已沾满了鲜血 所以无论今后出现什么 只要将其当成怪物击杀就行了 但伊迪斯很担心 珍娜等人的意见会不同意 这根本就无需担心 因为男人非常了解他们 画面一转 他们来到了副本内部 在开始攻略楼层12之前 男人特地嘱咐他们 无论出现了什么情况 我们都一定要完成任务 伴随着一道蓝光浮现 众人被传送到了楼层12 任务消灭所有敌人 正当珍娜即将进入作战准备之时 下一秒 他却愣在了原地 只见一排排人类士兵 正出现在众人眼前 居然会是人类 没想到楼层12的怪物 居然会是人类 而当众人的意见出现不同意识 洛基又会做出怎样的选择呢 就在此前 众人也没有想到 这次的敌人居然会是人类 与此同时 只见洛基缓缓抽出背后的长剑 众人也随即进入了 作战准备 可随后 亚伦居然表示他们并不是怪物 并且认为只需要与他们进行沟通 就能够避免两者之间发生冲突 就连伊奥尔卡也赞同亚伦的做法 不过珍娜却发现了一样的地方 因为他们与其他的NPC不同 他们能够看到珍娜等人的存在 此刻 亚伦正劝解着洛基停下手中的动作 可洛基仍旧是一意攻行 难道怎么是想要阻止我吗 闻此 众人皆是一惊 一瞬间 周遭便陷入了宁静之中 片刻之后 只见洛基缓缓输出一口长气 随后便示意亚伦 就按照你的想法来做吧 画面一转 只见亚伦正朝着敌人缓缓走去 紧接着便表示自己有意与其进行交涉 就连敌人也持有同样的想法 但在进行交涉之前 亚伦必须答应他们一个要求 那便是放下兵器 随后只见亚伦缓缓放下长枪 可这却遭到了洛基的斥责 难道别人说什么你就要做什么吗 让他们也一同放下兵器 闻此他们便缓缓放下了手中的兵器 并朝着众人走去 与此同时只听士兵正低语着 从始至终 他的脑海里都有一道无休止的声音在徘徊 那道声音不断驱使着他 要将面前的所有人全部杀掉 就在这千军一发之际 只见洛基将长剑踢回手中 下一秒 手中的长剑便静止动穿了敌人 紧接着洛基丢出一把短刀 当场就击杀了敌人 而他早已熟知这里的生存规则 在这根本就不存在所谓的互相同情 伴随着伊迪斯扔出手中的短刀 这场战斗也迎来了结束 那么亚伦 即使你会被他们杀死 你也还想要与他们交谈吗 见此情景 亚伦当即表示 自己将会进入作战准备 而此刻的珍娜正缓缓拔出弓箭 因为他早就已经做出了选择 下一秒 只见几发弓箭当场就洞穿了敌人的胸膛 就连伊奥尔卡也正在释放着火焰魔法 而此刻的伊迪斯还担心着众人 害怕他们会接受不了这个局面 但很显然 真实看中的东西并不是技能 而是心态 以及拥有不惜一切代价都要生存下去的意志 那么 开始准备战斗吧 无论是魔物还是人类 只要出现在这个地方 那么他都将成为洛基的敌人 与此同时 众人早已进入了作战准备 随后只见怪物猛然朝着众人攻去 下一秒 众人强大的攻势 瞬间就将怪物击打得溃不成军 与此同时 一股强大无比的火焰席卷了整片大地 同时珍娜也射出了几发攻势 而亚伦则是挥舞着长枪 在洛基的带领之下 敌人很快就被消灭的一干二净 虽然他们全副武装 但他们并没有统一阵 即使面对敌人的哀求 洛基也是挥剑将其击杀 而伊迪斯却是十分疑惑 因为在上次他明明已经将其全部击杀 可为何这群人还会出现在这 居然是同一群家伙吗 他们的血又黑又丑 就跟那个家伙一模一样 不过现在还不能妄下定论 画面一转 此刻的洛基正提醒着众人 我们一定要习惯这些 因为在这里 怪物和人类是没有任何区别的 果不其然 楼层十三和十四都存在着人形怪物 而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地方 那便是对我们倒有敌意 不过这样反而更好 因为它让我们可以毫不犹豫地击杀敌人 但相对于魔物形的敌人 人形敌人更容易造成众人的压力上升 所以每次攻略完楼层都会适当地休息一天 在不知不觉中 队伍已经达到了攻略楼层十五的等级条件 而多亏了皮包的出现 众人终于可以携带更多的消耗品了 随后洛基便对众人进行了药剂分配 接下来便是要攻略楼层十五 但洛基并不清楚楼层十五到底会有着怎样的任务 因此他也特地嘱咐众人 不要太过于依赖自己 要学会随机应变 而按照目前的状态属性来看 洛基相当于一个三星英雄的存在 与此同时 前方传来提示 玩家使用了录制功能 而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习惯 这将会有助于提高洞察力和判断力 即使玩家现在还无法干涉任务 但伴随着楼层的上升 情况就会发生改变 这次的任务有两个需要注意的地方 第一这是一项特殊任务 在楼层十中 如果女神雕像被摧毁 那么就会导致全军覆灭 而楼层十五中应该也有类似的东西出现 在先前 队伍三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进入了楼层十五 结果便是迎来了死亡 而如今我们进入后要做的 便是尽快弄清楚任务到底是什么 并且要确保任务不会失败 不过他们能够进行任务的时间也只有十五分钟 如果他们什么都不做的话 任务就会自动失败 而他们也将迎来死亡的局面 这便是第二个需要注意的 等候是和楼层内的时间流逝是不同的 所以按照队伍三阵王的时间推算 他们大概拥有十五分钟的任务时间 伴随着进入楼层十五的信息传来 洛基提醒着众人 我们必须在三分钟内收集所有信息 然后开始执行任务 随后一道蓝光浮现 下一秒 众人便被传送到了楼层十五 看来楼层十五也是一座城市 而这些人类都是城市中的NPC 与楼层十不同的是 这里看起来非常的和平 与此同时 前方传来任务提示 楼层十五 任务类型 护卫 保护指定人物 该死 难道要在人群中找到保护的对象吗 没想到楼层十五的任务 居然是在茫茫人海中找到需要保护的对象 楼层十五 任务类型 护卫 保护某个对象 而队伍三阵王的原因有两种 一种是把任务当成了击杀这里的全部人类 另一种则是他们需要保护的对象被击杀 随后洛基表示 他们需要尽快找到保护的对象 因为他很可能就快死了 可在这茫茫人海中寻找艺人 简直就如同大海捞针 而洛基想要知道 是否有人了解这个地方 亚伦对此给予了肯定的答复 因为他曾作为商人来不准 这里叫做阿迪尔特 是一座贸易非常发达的城市 那么这座城市有什么值得引起注意的地方吗 在城市中心有一座侍奉女神雕像的寺庙 是教团的圣地之一 它被称为白银殿堂 是大陆上屈之可数的神殿 而这些人都在前往那座神殿 应该是神殿里发生了什么重要的事情吧 于是他们决定前往神殿 并拜托伊迪斯进行观察放风 随后只见伊迪斯一跃来到房里 紧接着便俯看起了整座城市 与此同时 洛基带领着众人来到了神殿入口 正当士兵将要开口拦下他们时 下一秒 只见男人一把将其击晕 随后又将另一人扣在了墙壁之上 而洛基之所以这么做的原因 是因为这群士兵能够看到他们 这也就意味着士兵会是他们的敌人 与十楼的NPC士兵不同 这里的士兵可以看到他们的存在 所以为了预防万一 洛基对其进行了处理 随后 众人跟随着茫茫人海进入了白银殿堂 与此同时 只见楼层一位白发老者缓缓走出 紧接着一道声音放大魔法示意众人安静下来 居然是放大魔法吗 正当耶尔卡感到非常惊讶时 洛基提醒着众人赶快进入殿堂里面 因为他们的时间已经所剩无几了 既然楼层里发生了这种重大的事情 那么这也就意味着他们的保护对象 会是这起事件的主要人物 而士兵还以为他们是异性 于是对其百般阻拦 只见洛基缓缓拔出背后的长剑 随后一脚踢向了女神雕像 当场将其机的粉碎 这就是你们口中所说的异性图了吧 闻此 士兵们当即对其发起了进攻 而接下来 他们将消灭所有的敌人 因为他们坚信 他们需要保护的对象就在殿堂里面 下一秒 洛基带领着亚伦率先发起了进攻 面对敌人的进攻 洛基选择抬盾抵挡 而后一剑将其击杀 紧接着又是一发进攻起来 洛基侧身躲过 随后挥剑斩下 与此同时 洛基一个顺身来到敌人面前 而后使用手中的盾牌将其击飞 面对敌人的团团包围 洛基提醒着众人必须速战速决 因为他们仅仅剩下了几分钟的时间 如果没能在有效时间内找到他 我们都不死在这里 洛基不惜一切击杀了数千名士兵 竟只是为了一个素未谋面的女子 而就在刚刚 洛基一脚踹开了殿堂的大门 紧接着便再次传来了任务提示 洛基实物 任务 保护某个对象 与此同时 洛基连忙是以伊奥尔卡使用面临 下一秒 只见所有桌凳都堵在了大门后面 虽然一旁的男人表现得非常惊慌 但洛基并没发现窗口有任何变化 所以可以将其排除 那么走廊就会是下一个去处 随后只见众多士兵朝着男人等人攻去 而洛基则是失忆众人 清理完这里之后跟上自己 于是洛基决定先行前往那个走廊 画面一转 此刻的洛基正思考着 如果那位老者并不是保护对象的王 那么他口中的太阳继承者 就一定会是这次任务的目标 与此同时 走廊中的士兵正一本正经的作者自我介绍 其无事 因为此刻的他只想尽快完成任务 在对多个房间进行搜索后 却发现都不是他的保护对象 眼瞅着时间正在不断流逝 最终洛基将目光锁定在了最后一间房内 伴随着洛基把房门撞开 只见一座花园赫然出现在他眼前 而他注意到 面前那道大门背后有个人影 可就在这时 众多士兵已然来到他身前 另一边 此刻的白发老者正催促着殿下 市民们正在广场上等待着他 而他却对花园的动静表示非常担心 因为他会处理好这些 与此同时 洛基正陷入了一番苦战 而他很快就反应了过来 这群士兵与楼下的不同 在片刻的交战过后 洛基瞅准时机挥出一剑 当场将其击杀 随后又是一道进攻袭来 洛基抬剑抵挡 而后扔出盾牌阻止着另一位敌人的进攻 下一秒 洛基刺出一剑 当场就将面前的敌人抬走 紧接着挥舞着双剑与最后一位敌人进行交战 然而两人的实力居然不奋博重 随后只见洛基使出全力一击 挥舞着双剑朝着敌人砍去 可就在长剑断裂的一瞬间 洛基瞅准时机再一次发起了进攻 紧接着便当场将其击杀 与此同时 殿下正在众人的注视下进行着演讲 而下一秒 只见洛基缓缓从房内走出 此刻的老者表现得一脸震惊 难道他已经突破了那群士兵吗 随后只见其缓缓凝聚魔力 可洛基却是一脸的难以置信 因为老者的目标居然是他 面前如此孱弱的女孩 竟就是洛基等人需要保护的对象 亚伦甚至为此陷入了中毒状态 那么他究竟能否坚持到楼层通关呢 就在此前 就连男人也没有想到 白发老者的目标居然会是他 与此同时 洛基猛然对其发起了进攻 紧在一瞬间 敌人的头颅便被阴声斩了下来 但其手中的魔法却未曾停下 下一秒 一道魔法竟直贯穿了对面的楼房 而造成的坍塌当场下的众人纷纷逃窜 虽然男人很好奇 为何老者没有试图阻止自己 不过看起来 他应该就是洛基等人需要保护的对象 正当洛基想要开口对其解释时 下一秒 他便察觉到了不太对劲 紧接着一把将他按倒在地 随后灰剑挡下了敌人射出的弓箭 而这时的他正感到一脸疑惑 只见敌人们早已站在他们面前 紧接着便对着洛基等人发起了进攻 与此同时 三把小刀正朝着女孩迎面过来 就在这千军一发之际 洛基一个顺身便将进攻全部挡下 而他一眼就看出 这把小刀上面涂满了毒素 此刻 敌人已然来到女孩身前 下一秒 一发弓箭当场将其击杀 居然是伊迪斯 随后 洛基经过一番苦战 终于将面前这群敌人清理的一干二净 而此时的伊迪斯也赶到了这里 不过他很好奇 这个小家伙是谁 正当女孩想要赶走他们时 一发弓箭袭来 当场将他吓得魂不守舍 而洛基也顺势向其开出了条件 如果想要活命就必须跟着我们走 或者你想死在这里 那么你的答案是什么呢 在片刻的思索过后 最终女孩选择相信了洛基 与此同时 前方传来任务完成提示 特别NPC弗里亚西斯 拉格纳加入队伍 任务发生变更 与保护对象一同逃离这座城市 而洛基早就料到 他们并不会就这么轻易就完成任务 随后洛基缓缓捡起地上的母舰 伊迪斯快做好下降的准备 我来牵制住他们 匆匆赶到了这里 而他们表示 大量的士兵正朝着这里涌路 随后洛基告诉众人 这个女孩就是他们所要保护的对象 目前最重要的便是 他们将顺着绳子下去 而后找到一条合适的逃生路线 与此同时 伊迪斯发表了自己的观点 他表示左边士兵最少的同时路径 也极为的错综复杂 是最适合逃生的路线 于是洛基便决定将左边定为最佳的逃生路线 随后便向众人发出指示 由伊奥尔卡释放一道火墙 阻止敌人的前进 而后亚伦与伊迪斯先行下去 最后是真纳 伴随着一股火焰窜天而出 亚伦与伊迪斯便先行顺着绳子下去 随后便是洛基与女孩 在经过片刻的滑行之后 两人安全地降落在了地面 与此同时 亚伦正拼命阻止着敌人的进攻 而下一秒 一把小刀静静直动穿了他的腹 随后前方传来提示 亚伦进入了中毒状态 他的HP将会在一段时间内下降 闻此 洛基当即愣在了原地 随后洛基向其询问撞跑 可得到的回复却是 我不会有事的 当派胡上用场时就会被丢弃 这是洛基从一开始就定下的规矩 而面对冰死之际的亚伦 他又会做出怎样的抉择呢 就在刚刚 一把独刃当场洞穿了亚伦的父母 与此同时 珍娜通过绳索也来到了楼下 这时洛基正呼喊着众人往左边逃离这里 而敌人正对其穷追不舍 并表示一定要抓住魔女和异性徒们 这时的弗里亚西斯却是一脸疑惑 魔女难道说的是我吗 下一秒 敌人赫然出现在了众人眼前 可仅一瞬间 就被洛基和伊迪斯当场击杀 而在此时 只见众多敌人正朝着他们缓缓靠近 就在这千军一发之际 伊迪斯带领着众人逃离了这里 并表示只要朝着这个方向前进 他们就能够去往郊外 与此同时 只见伊尔尔卡牌手间便使用了念力 下一人 巨大的石块便挡住了敌人前进的方向 画面一转 此刻的众人正进行着片刻的修行 而洛基只打算在这停留五分钟左右 因为石块并不会阻挡敌人太久 如果被他们包围的话 那么情况就会变得更加糟糕 而伊尔尔卡的魔法充能到第三阶段的话 那么他们无论如何都能够完成任务 随后洛基询问起了亚伦的伤势如何 但看起来情况并不容乐观 就连洛基也表示束手无策 因为中毒是无法通过治疗药剂进行恢复的 此刻亚伦的生命已然进入了倒计时 难道就没有什么别的办法吗 只见洛基朝着弗里亚西斯询问 你是否拥有治疗能力 因为有些NPC是拥有特殊能力的存在 如果他拥有治疗能力的话 那么亚伦就有救了 但他却表示自己并没有什么特殊的能力 文此 众人陷入了沉默 而洛基清楚知道 中毒状态是无法通过HP药剂来解除的 亚伦能够正常活动的时间大约是十分钟 但亚伦似乎早已做出了选择 因为他非常清楚 当初洛基早已表明 如果他们追不上洛基的脚步就会被丢下 而他认为此刻正是那个时机 于是他决定留下来拖住敌人 虽然珍娜提出要与亚伦一同作战 但却遭到了他的拒绝 因为他清楚知道 自己没有任何天赋 而如今中毒的他更是派不上用场 随后洛基询问起了伊奥尔卡的意见 可他却表示这将由洛基做主 如果考虑到效率的话 把亚伦留在这里是最合理的做法 毕竟在保护目标的同时还要保护亚伦 这无异于给当前的队伍增加了负担 在经过片刻的思索过后 只见洛基喝下了半瓶治疗药剂 紧接着就将其扔给了亚伦 并示意让其喝下 虽然治疗药剂起不了什么作用 但至少他能够防止亚伦的伤势恶化 随后洛基更是让众人拿出剩下的药剂 紧接着就将其递给了亚伦 并叮嘱他每十分钟就要喝下一瓶 虽然这是极其浪费的行为 但这是洛基做出的决定 而接下来 洛基将要把众人分成两支队伍 由洛基和伊迪斯负责保护目标离开这里 珍娜与伊尔尔卡则负责保护亚伦 直到任务完成 因为敌人盯上了他们的目标 而珍娜只需要朝着他们的反方向逃走 就会找到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 可如果这么做了 那么他们将会很难逃出这里 不过洛基却表示着不用担心 因为他将采取另一种方式 混入城市中的人群 然后逃出这里 他虽作为一国皇女 但身边却无人相信他所说的 因为他做了一个奇怪的梦 在梦中 整个大路都走向了毁灭 而在这之前 洛基做出了决定 今晚就要逃离这里 虽然分散了队伍会导致战力不足 从而无法强行进行突破 但他的优点也非常明显 洛基等人可以悄无声息地躲避敌人的追查 而考虑到伊尔尔卡拥有大范围魔法 以及珍娜多方面的才能 相信他们能够更好地保护好亚们 随后男人示意两人 他们需要带着亚伦往城外跑去 直到男人等人将任务完成 当然 如果情况非常的紧急 那么他们一定要果断抛下亚伦 毕竟比起保护伤者 他们更应该注重自己的生命 随后 两支队伍便开始了各自的任务 而通过与伊迪斯交谈得知 这里的路线错综复杂 并且能够自由进入到建筑物中 看来这里的规则和楼层五中的完全不同 片刻之后 他们来到了一处小巷 而在这时 一名流浪汉郑玉走上前来 下一秒 就被伊迪斯踹翻在地 随后他表示 虽然躲在贫民窟里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但这里宛如迷宫一般 所以还是需要提高警惕的 紧接着他便开始寻找适合隐蔽的地方 与此同时 前方传来提示 当任务未完成时 即使关闭网络 英雄也会继续行动 看起来玩家已经开始感到无聊了呢 不过话说回来 面前这家伙虽然看起来非常紧张 但他却时刻保持着冷静 如果换作是一般人 早就拒绝了与洛基一同逃走的提议 可他却毫不犹豫地选择相信了男人 画面一转 洛基等人找到了一处建筑 而他们将要在这里带到夜晚将农 此刻的弗里亚西斯终于松了一口气 与此同时 伊迪斯表示自己还要出去一趟 这里就由洛基负责看守 因为他将要去寻找别的逃生路线 片刻之后 房内只剩下了两人 但洛基只感觉非常尴尬 因为自己并不擅长与人进行沟通 也许这个任务会更适合珍娜 就在这时 一旁的弗里亚西斯开始与男人进行交谈 他表示自己是帝国皇位的第二任继承者 而他很好奇 男人究竟来自什么地方 但洛基却表示这无可奉道 因为就算解释了也没人会相信 那你们难道是拯救内尔萨的勇士吗 内尔萨 是楼层石中那座城市的名字 而洛基曾经听过那层的NPC说起这个名字 看起来一切正如梦中发生的一样 在弗里亚西斯的梦中 勇士们正为了保护城市而奋斗 虽然看不清他们的脸庞 但他敢肯定那些人就是洛基等人 内尔萨的生还者曾说过 有人保护了这座城市 如果那些人没有出现 那么城市早就不复存在了 而在一年之前 弗里亚西斯做了一个奇怪的梦 在梦中一切都将不复存在 无论是所有的帝国 还是四大名门之城 亦或是大大小小的城市和村庄 这所有的一切都将燃烧殆尽 而他很确信 按照这么发展下去 这片大陆迟早是会走向灭亡的 并且如今大陆各地 都在发生着奇怪的事情 怪物正在肆意摧毁着 人类赖以生存的地方 而洛基很好奇 为何他要将这些都告知于他 因为他需要力量 能够拯救这个世界的力量 为此他需要洛基的帮助 但洛基只觉得非常可笑 因为身为皇女 他能够找到比男人更适合的人选 随后他便娓娓道来 他只不过是有名无实罢了 没有人相信他 也没有人选择跟随他 每当他提及梦中的事情时 人们总是对他避而远之 唯独只有洛基没有这么做 所以这就是他想要找男人 寻求帮助的原因 看起来事情变得麻烦了 如果在那时候 他说的都是真的 那么现在所发生的一切 都是陶尼尔的过去 即使男人想要帮助他 也无济于事 因为他只是一名NPC 只要任务完成 他就会消失 而他不能帮助弗里亚西斯 其实是有原因的 也许他在听闻这些东西之后 反而会嘲笑男人 因为他们根本就不是 同一个世界的人 一旦完成任务 他们就会被传送回原来的世界 所以即使洛基想要帮助黄女 也无济于事 而黄女听闻 却是一脸的难以置信 随后洛基便开始了解释 他们来到这里 只不过是为了完成任务吧 在这个世界中 他们被赋予了各种各样的任务 如果不能将其完成 那么他们就会迎来死亡的局面 而他们这次的任务 便是保护弗里亚西斯 虽然他对于洛基的说法 持有怀疑的态度 但最终他还是选择了相信洛基 毕竟洛基也未曾怀疑过他 他不会再去试图改变洛基的想法 而洛基很好奇 身为黄女的他究竟有着怎么样的任务 那便是阻止梦境成为现实 可是广场上那些人 难道都是你喊来的吗 黄女对此给予了肯定的答复 因为他需要进行一场演讲 而这都是为了获得更多的影响力 毕竟现在的他与哥哥相比 还相差甚远 随后洛基便陷入了沉思 要不是洛基等人及时出现 如今的他估计早已躺在了血泊之中 如果Pick Me Up中出现的任务 是有意义的话 那便是拯救有价值的NPC 紧接着洛基便告诉了他 他的名字叫做韩 而他很感谢韩的帮助 不过洛基很好奇 那些家伙的目标为何会是他 但就连黄女也想不明白这个问题 随后只见洛基将一件衣服丢给了他 因为他穿着这身衣服过于显眼了 这是要我换上这身衣服的意思吗 洛基对此表示肯定 于是他便接受了洛基的提议 而在走廊中的洛基注意到 此刻的他正在偷偷哭泣 虽然他贵为黄女 他还难以接受现在的处境吧 片刻之后 黄女换好了衣服 而洛基也随手将之前的衣服丢进了箱里 紧接着他便向黄女告知 逃跑计划将在三小时之后实施 在这之前他还能休息一回 如果亚伦出现什么问题的话 他能够及时收到提示 看起来目前还能够多撑一回 片刻之后 只见伊迪斯匆匆归来 而他找到了这座城市的出口 但出口处有22位骑士正在看守 仅凭两人根本无法将其应付 如果去寻找另一个出口的话 只会浪费更多的时间 而根据任务来看 只要黄女走出了城门 任务就算完成 但出口处有位等级21的骑士 如果硬碰硬的话 那么他们活着走出去的概率将会很低 随后洛基对伊迪斯下达了指示 回到刚才的地方 拿到黄女的衣服之后找到珍娜 并让其穿上 你的意思是 我们需要珍娜作为诱儿 根据伊迪斯带回来的信息来看 如果在时间充足的情况下 他们完全可以寻找别的出口 但洛基考虑到亚伦也许撑不了多久了 而且如果珍娜伪装成黄女的话 一定能够吸引不少的兵力离开这里 在接到指示之后 伊迪斯便匆匆离开了这里 而接下来 洛基便示意黄女 一会听到信号之后 只需朝着城外跑去即可 即使是你受伤了也要如此吗 当然 就算是我死了 你也必须这么做 那看起来 这将会是我们的最后一面了 也许是吧 紧接着洛基便开始了行动 另一边 亚伦剩下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而此刻的珍娜正焦急地等待着 与此同时 伊迪斯也找到了黄女的衣服 那么接下来 就需要在凌晨结束之前逃出这里 完了完了 不仅亚伦进入了冰死状态 就连珍娜与伊奥尔卡也陷入了异常状态 甚至连洛基也都深重剧毒 而这将会是他们决定生死存亡的最后一波 就在伊迪斯找到衣服之后 此刻的洛基正躲在一旁观察敌情 而他之所以让珍娜假扮黄女的原因 是因为两人的体格比较相似 在这种黑暗的环境下敌人不好区分 就在这时 前方传来亚伦中毒加剧的提示 他的生命危在旦夕 随后只见洛基开始了行动 如果真那假扮的黄女被敌人所发现 那么敌军将会蜂拥而至 到时候大家都会变得十分危险 在吸引敌人注意的同时还要保护亚伦 虽然这非常的困难 但如今他们也只能放手一搏 如果洛基不能尽快完成任务 那么大家都会葬身于此 而在这时 韩绝醒了技能 学会了前行 另一边 亚伦的时间已经所剩无几 而一旁的伊奥尔卡正一脸的不知所措 就连真那都表现得非常焦急 此刻 伊迪斯正匆匆赶到了这里 并把洛基的计划告诉了众人 与此同时 洛基正为席的前行技能感到很是意外 毕竟这个技能刚好能够派上用场 此刻的他正偷偷观察着敌情 这里一共有22位敌人 虽然他并不知道真那能够吸引多少敌人 但他必须做好与所有人战斗的准备 而接下来他要做的 便是等待信号出现 就在这时 一股火焰龙卷袭地而起 瞬间就照亮了整座城市 而他们也在此刻找到了目标 于是队长便下定立刻前往那里 伴随着士兵们匆匆离去 此刻这里只剩下四位敌人 不过那家伙看起来并不好对了 但相较于之前的情况来说有所好转 而下一秒 只见洛基猛然发起了攻势 一旁看守的士兵还没反应过来 就被洛基当场击杀 就连正在拔剑的士兵也被起一剑斩支 随后扔出的一把小刀当场洞穿了敌人 仅仅不到四秒 洛基便完成了三连击杀 接下来就剩下你了 只见长发士兵正缓缓拔出背后的巨剑 而洛基深知 如今他的实力还不足以击穿这副铠甲 而他只能选择铠甲之间的缝隙进行突破 下一秒 洛基便猛然朝着他发起了进攻 毕竟他没有多余的时间耗在这里 本想一招将其解决 可没想到 却被其瞬间抵挡下来 紧接着双方便展开了尤为激烈的攻防战 而在交战的过程中 洛基发现了有些不太对劲 这家伙 居然不会进攻 虽然洛基曾试图露出破绽给他 但他却视若无等 难道这家伙知道 只需拖住时间他就赢了吗 与此同时 珍娜陷入了出血状态 亚伦也进入了冰死之际 看起来时间已经所剩无几了 紧接着洛基便进入了狂暴状态 下一秒 洛基一个顺身便来到了敌人面前 而如今的他力量只已达40 既然无法洞穿他的铠甲 那就使用力量摧毁他 与此同时 前方传来伊奥尔卡陷入了魔力失控状态 魔力失控 魔法师过度使用魔法师产生的异常状态 该死了 快没时间了 于是洛基示意皇女尽快逃离这里 无论发生什么都不要回头 静止朝着城外跑去 就在这时 长发士兵发现了他 正欲想要将其挥剑斩杀时 却被洛基一个顺身抵挡下来 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只见一名刺客朝着皇女扔出了毒刀 眼看着即将逼近他时 洛基一个飞铺将其拦了下来 他陷入了中毒状态 此刻的弗里亚西斯却表现得一脸惊慌 而洛基也只是叮嘱着他 快跑 队伍即将全军覆灭 世界上所有不利的状况 都是由当事人能力不足所导致的 跟不上就会被丢弃 这句话从史之中都是真理 就在洛基示意皇女快逃时 此刻的他早已身中剧毒 与此同时 长发士兵猛然对其发起了进攻 洛基勉强抬剑抵挡 可下一秒 只见其脚下猛然发力 一瞬间 洛基就被撞倒在了墙上 随后更是吐出了一大口鲜血 如果胸前没有防具抵挡 估计洛基的肋骨早已震碎 不过看起来敌人也并不好过 因为就在一瞬间 洛基将毒刀洞穿了敌人的右眼 而在这时 伊迪斯陷入了出血状态 看来时间已经所剩无几了 刺客 只见一名黑衣刺客 正朝着皇女发射出了一枚毒箭 洛基连忙将面前的敌人踹开 而后拔出其身上的毒刀 紧接着将其扔出 并当场洞穿了刺客 就在这时 只见敌人早已顺身来到他的身后 而洛基则是凌空一跃 躲过了这致命一击 随后卯足全身力气 重重地踹向敌人 下一秒 敌人便被当场踹飞数十米远 与此同时 洛基夺过其手中的巨剑 而后一个顺身来到敌人身前 伴随着洛基的一声呐喊 敌人便被当场斩杀 随后洛基则是筋疲力尽地倒在了地上 如今的他已经到了冰死之际 望着安全跑出城门的皇女 看起来是时候该说声再见了 这次的任务真的太累了 另一边 伊迪斯正被敌人团团围主 珍娜也被敌人穷追不舍 就连伊奥尔卡也陷入了失控状态 甚至是亚伦也只剩下最后一口气 伴随着皇女逃出城门 只见众人的身上泛起一道蓝光 目标已经安全逃出城市 随后众人便被传送回了休息室内 紧接着便传来了结算信息 最佳MVP函 而此刻的珍娜正抱怨 就是哥哥让我穿上那套奇怪衣服的队 看起来你并不是很喜欢 当然 因为所有的士兵都在对他进行着追杀 不过你现在不是还没死吗 与此同时 前方传来记录完成的提示 玩家可以通过该记录与其他玩家分享经验 随后 洛基对众人表示 这次大家做的都不错 在没有人死亡的同事完成了任务 尤其是伊迪斯 如果没有他的帮助 那么他们估计早就死在了楼层失误 但他却表示这只是举手之劳罢 不过如今的他应该回到他的队伍里 他相信玩家一定会尽快为洛基带来新的队友 如果没有伊迪斯的知识分享 没有他帮忙实施那些计划 那么他们是不可能通关楼层失误 所以真正的MVP应该是伊迪斯才对 此刻伊尔尔卡表示自己要先回去休息 毕竟这场战斗消耗了太多的精力 而珍娜则开导着亚门 别太往心里去 他喊住了洛基并对自己拖后腿的事情表示道歉 但洛基却是叮嘱着他 别再发生这样的事情了 毕竟他不可能拯救亚伦第二次 难道你能够确保以后不会发生吗 难道你打算带我一起走到塔的尽头吗 亚伦认为这是不可能的 因为他与洛基等人的差距正在日益剧增 任凭亚伦如何努力 他都不可能追得上洛基等人 无论是伊尔尔卡或是珍娜 甚至是洛基 随后亚伦便垂头丧气地回到了城里 而只有洛基深知 他说的一点都没错 如果亚伦没有受伤 那么他们就不会冒这么大的风险 不过是洛基选择了拯救亚伦 所以是洛基的判断失误 才导致让大家陷入危险之中 虽然亚伦与洛基等人的等级一致 但其获得的属性值却有着本质上的区别 当洛基和珍娜升级时 他们能够获得5到6点的属性 而亚伦没有任何收获 说起技能那么情况就更糟糕了 亚伦不仅拥有的技能过手 就连熟练度也不高 虽然他拥有很好的战斗技能 但他却不善于利用这些 尽管他还能配合队伍一段时间 但随着时间的流逝 这种差距将会越来越大 最终他会因为能力不足而被排除在外 再这么下去 亚伦迟早会死在任务之中 世界上所有不利的状况 都是当事人能力不足所导致的 而洛基等人与亚伦相处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因为他没有足够的天赋 虽然洛基对于亚伦有些许不舍 但他还不至于失去理智 会将一个无用的人留在队伍里面 跟不上就会被丢弃 这句话从始至终都是真理 在这个世界中 所有人想要活下去 就必须体现出自身的价值 否则就将面临名为合成的审判 可如今的他们却是一副 有手好闲的模样 而这都与荒废的合成所有关 就在攻略完楼层15之后不久 此刻的伊奥尔卡正表现得一脸兴奋 因为他终于可以自由进行训练了 毕竟他们刚刚经历过一场大战 所以玩家一定会让他们休息至少三天以上 而两人则表示自己需要借此机会进行一番训练 就连洛基的想法也与他们一致 画面一转 此刻洛基正进行着负重10公斤的体能训练 因为他的体能早已超越了人类极限 只有这样他的体力才会有所消耗 而他认为 这一定与伊奈尔所说的干涉力有关 自从洛基将攻略交给玩家之后 休息室内的气氛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起初那些一星英雄为了生存还会努力工作 但渐渐的他们开始懒惰起来 因为他们再也不用担心被玩家抓去合成了 就在这时 只见第三支队伍中的两人正朝着洛基缓缓走来 而他在来到这里之后听到了一个有趣的故事 据说想要在此生存下去 就必须展现出自己的价值 虽然赌上性命的战斗非常开心 但现在是什么情况 我们不顾一切的战斗 在他们眼中就好像理所应当一样 费尔基斯特 一名二星级英雄 在他刚来到这里时 他便自愿加入了训练 他在拥有坚强意志的同时 还具备了非常卓越的天赋 就连一旁的丽莎也是如此 不过这样下去真的好吗 需不需要我亲自去训练一下他们 但洛基却是示意他不要多管闲事 这可真是太可怕了 不过他对于洛基所说的一切都持有怀疑的态度 毕竟在他看来 在这里是否体现自身的价值根本就不重要 虽然听说有个叫做合成的东西 能够清理掉那些毫无用处的英雄 但他也没见玩家使用过 而洛基却是示意他做好自己分内知识即可 至于这些是不是真的 你往后自然就知道了 那我就期待着这一天的到来 随后他们便转身离开了这里 而此刻的洛基则是陷入了沉思 不滥用合成 这是洛基接触Pick Me Up时沿用至今的方法 当他将这种方法上传至论坛时 许多玩家便开始使用了这种方法 但最终都以失败告终 恐惧是最强大的动力之一 如果没有合成 英雄根本就不会听同玩家的命令 那么就会导致英雄出现懒惰行为 甚至是拒绝命令 就如同现在的局面一样 与此同时 只见洛基朝着伊诺克询问 最近有去周长副本吗 为何只有你一人搬运材料 因为大家都不肯干活 这里的情况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曾经这样的人只有死路一条 看起来一切都变得美好了吗 这样看来 也许玩家早就知道这里发生的一切 无论是周长副本 或是平日里的训练都不尽人意 英雄的效率正在不断下降 而想要解决这个问题只有两个办法 第一则是进行大量合成 在这种情况下 大量的二星英雄都会因此牺牲 但此举会提高英雄们的工作效率 当然 如果操作不当 反而会导致更糟糕的情况出现 第二 提供一种不同于恐惧的激励因素 用来激发英雄们的动力 与此同时 只见玩家选择了设施扩张性研究 紧接着便将其提升为了等级 随后便传来提示 开放了设施定制功能 玩家可以自由建造设施 以及改变设施细节 而此刻的洛基正注视着天空 看起来好戏要开始了 这是一旁的亚伦朝着洛基询问 是否能与他陪练一番 可你才刚刚结束与伊迪斯的训练 但他却表示这并无大碍 你以为不知疲倦的训练就能够变强吗 就在这时 伊塞尔提醒着众人开始到广场会合 画面一转 只见伊塞尔示意着众人前往仓库 虽然众人对此感到非常疑惑 但伊塞尔也只是解释道 接下来 要开始进行大工程了 下一年 只见一阵震动传来 紧接着玩家便将住宿楼 以及训练中心进行了升级 而珍娜却表现得非常从容 毕竟现在人数多了 增加住宿空间也是必要的 不过要是有能洗热水澡的澡堂就好了 随后 玩家便按照珍娜的要求进行了改建 而亚伦则是非常好奇 这次又会出现什么新的东西呢 谁知道呢 与此同时 前方传来了广场升为等级3的提示 看起来事情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美好 这又是什么意思 你等会就知道了 明明能够住下所有人的高档宿舍 却只有13个人可以使用 剩下的人只能住在空无一物的楼层翼 而这便是玩家所创造的阶级制度 它是除开合城之外 能够激发英雄动力最简单的办法 就在洛基认为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时 此刻的珍娜却是安慰着众人不用担心 因为玩家是在给他们建造新的设施 闻此 众人当即陷入了无尽的遐想之中 就在这时 伊赛尔示意众人可以走出仓库 而下一秒 众人却被眼前的一幕震惊地说不出话来 因为无数高楼大厦映入了他们眼里 此刻 玩家完成了对于整个休息室的改造 扩张了训练中心 提高了英雄们的训练效率 以及开放了澡堂设施 甚至是更多美味的食物 随后 只见众人纷纷朝着楼内赶去 然而楼内却是空无一物 就连之前的家具也全都消失不见了 正当真的对此感到疑惑之时 洛基却是示意其向上看去 这里还有通往二楼的楼梯 而二楼则有着翻天覆地的变化 这里不仅有着高档家具 就连餐厅也非常的豪华 甚至拥有能够泡澡的地方 可应该如何进行分配 却在此刻成为了众人争吵的话题 但伊塞尔很快便制止了他们 并且示意众人前往广场会合 因为对于如何进行分配的问题 玩家早就给出了答案 首先队伍一的所有人 可以任选一间二楼的房间 其次是队伍二 紧接着便是后勤工作十分卖力的众人 而剩下的所有人 都只能住在空空如也的一楼 与此同时 只见队伍三正朝着众人缓缓走 他很好奇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而一旁的珍娜也感到非常奇怪 因为只有十三个人被安排在了二楼 看起来队伍三也被安排在了一楼 此刻的众人对于这样的分配感到非常不满 迄今为止 每个人的成长和付出的努力都是不同的 但他们获得的回报都是一样的 在不进行合成的情况下 如果想让所有的英雄都得到提升的话 那就必须使用分离原则 创造出阶级制度 而这就宛如贵族与平民一般 根据所付出的努力来划分等级 这里的食材大部分都出自珍娜之手 甚至是战斗他也付出很多的努力 但这些家伙却什么也没有做过 所以相较于合成 这种创造阶级的方式更能激起英雄们的动物 而刚刚所创造的模型 便是洛基在尼弗海姆初期使用的A3模型 虽然有些许缺点 但它是减少合成最简单的办法 与此同时 此刻的伊塞尔早已忍无可忍 只见奇异拳重重的杂像地面 你们这群家伙 在一个月以前都是合成的材料 现在还能活着就应该感到知足 闻此 众人当即变得无话可说 可是他们应该吃些什么呢 毕竟厨师都已经被安排在了二楼 而伊塞尔却朝着他们轻聊赞写地说道 以后一楼禁止吃肉 他们只有土豆可以选择 闻此 一旁的大叔当即感到极为不满 甚至拔出背后的长剑猛然朝着伊塞尔工具 就在伊塞尔正准备将其处理时 只见一道斩机落下 下一秒 大叔的右手便被阴声斩下 而伊塞尔却对此十分不满 你这是在做什么 只要他还活着就行了 不认清自身的价值和地位 就贸然拒绝玩家的命令 后果可是非常严重的 就在贝尔基斯特一刀斩下大叔的手臂之后 此刻的伊塞尔则对此极为不满 但他却表示 只要没有伤及性命不就行了 而在他刚来到这里时 他便从别人口中得知 如果想要在这里生存下去 那就必须证明自己的价值 并且不能打破这里的规矩 以及不要与队伍一和队伍二发生冲突 因为他们可是怪物般的存在 而他认为 如果训练能够促使他们变强 那么他有很大的把握可以击败亚姆 不过至于韩的实力 以及有关合成的事情 大叔则对此一概不知 毕竟他在来到这里之前 玩家就已经停止使用合成 最终他将获得的信息进行整理 战斗能够促使英雄的成长 训练的越多掌握的技能也会越多 以及这个地方的老大 是韩 时间回到现在 虽然他清楚前辈们之前吃了很多的苦 但在他看来 是否证明自身的价值根本就不重要 而他听闻这里明明有个叫做合成的东西 可玩家为何却不使用它呢 随后只见他将断手扔回给的大叔 并嘱咐他接上去就能痊愈 那么接下来 还有谁想要试一试呢 就在这时 洛基却是质问着他为何要擅自出手 他则对此表示 身体控制不住就出手了 而洛基深知 如果他没有站出来 那么大叔早就死在了伊塞尔手上 在得知队伍三也只能在一楼生活之后 他便撂下一句狠话 不用担心 他们很快就会上去的 随后伊塞尔便公布了能够前往二楼的条件 那就是至少成为像韩这样的英雄 大家一定要多多向他学习 如果想要活下去 就必须多方面展示自己的价值 因为玩家正无时无刻地看着你们 当他认为你们足够努力了 那么你们就获得了前往二楼的资格 可一旁的众人仍旧抱怨着现状 这可把一旁的贝尔基斯特弃的当即便要拔出长剑 但他却被洛基的一个眼神所震慑 而这并没有什么好抱怨的 毕竟他们经历的比这些更加的残酷 难道你想让我们跟你们一样去战斗吗 当然 毕竟现在还不太需要辅助职业 而众多的战斗职业中 只有极少数的人才能前往二楼 接受与不接受的人各占一半 看起来情况比想象中要糟糕不少 因为一下子改动太多 势必会引起某人的反抗 就像现在这样 而这时的胖子却表示 他早已知小洛基隐藏的秘密 那便是如何改变玩家的想法 紧接着只见他号召着众人发起了反抗 随后众多队伍进入了无法操作状态 而此刻的洛基却是不慌不忙 这群人真是认不清自己的处境 只见洛基将身上的长剑扔给了胖子 用那把剑斩下自己的手臂 就像他一样 那么你们还有活下去的机会 当然 你们也可以选择不信任我所说的 不过你们应该会后悔的 而他们还以为洛基不过是在威胁他们吧 英雄的确有权力反抗主人的命令 但他们的情况与洛基等人完全不同 既然他们不信任我们 那就随他们去吧 就在这时 只见伊塞尔喊住了胖子后面的两人 并要求他们前往合成所里 闻此 众人皆是一惊 难道这就是传闻中的合成吗 这下事情变得有趣起来了 毕竟合成已经很久都没使用过了 所以也是时候该杀鸡警侯一下了 伴随着合成所的关闭 此刻传来了玩家进行合成的提示 很高兴再次见到你艾伦 不过这应该是最后一面了 紧接着一道蓝光浮现 贝尔基斯特升级 获得新技能也信 随后只见他缓缓从合成所里走出 这感觉真是太棒了 他们只是没能砍下自己的手臂 却被当场进行了合成 因为连砍下手臂这种决心都没有的家伙 根本就不值得拯救 就在进行完合成之后 此刻的贝尔基斯特则表现得一脸兴奋 而他甚至希望玩家可以经常使用合成 下一个 尼丽莎 奥利维尔 沃尔特 这时的他们却开始争吵起来 毕竟就是因为他们听信了胖子的言论 导致这种情况的发生 随后两人传来了一声惨叫 下一秒 只见一道蓝光浮现 尼丽莎通过合成并获得了提升 就在这时 臂旁的胖子放弃了抵抗 同时打开了自己的操控状态 紧接着便朝着洛基等人求饶 但却没有任何效果 而这是必然的结果 因为玩家就是要做给其他英雄们看 虽然有比合成更加稳妥的方式处理这个问题 但给英雄们带来恐惧仍旧是必要的 与此同时 只见金发男朝着洛基发出求助 因为他听说 洛基能与玩家进行沟通 而他却对此做出回应 如果你愿意砍下一只手臂 那我就会替你转告玩家 毕竟我已经说过 这将会是你们永生难忘的一节课 然而一旁的胖子仍旧认为洛基是在害他 如果不愿砍下自己的手臂 那就只有死路一条 而洛基深知 自己不能轻易帮助他们 不过要是他们能有砍下手臂的决心 那他们就值得活下去 但看起来 这对他们来说并没有那么简单 因为砍掉手臂至少需要使用与剑术相关的技能 否则就只能硬生生将其剧断 直到最后 胖子也没有砍断自己的手臂 而接下来 他便将要与洛基进行合成 虽然他对此感到极为恐惧 但最终他也无法摆脱被合成的命运 伴随着合成所的缓缓打开 合成结束 韩的经验值得到了提升 如今只剩下25人 而在这时 剩下的众人仍旧在抱怨着一切 虽然贝尔基斯特想要上前给予他们一些教训 但却遭到了洛基的制止 毕竟洛基曾经说过 这件事根本就不需要他插手 看起来你对他们还挺伤心啊 下次再见 就会是在宿舍二楼了 与此同时 伴随着玩家的召唤 英雄之间的分级制度也慢慢显露了出来 没有能力的人很快就会死去 只有极少数的人能够去往二楼 而这时的洛基则是提醒着众人 不要以为自己身处二楼就掉以轻心 因为你随时都有可能被降级 而且既然已经出现了二楼 那么出现三楼也只是时间的问题 楼层数将会越来越高 同时也就代表着阶级分化越加明显 画面一转 没想到今天的早餐格外的丰盛 而且经过重建 此刻的洛基能够看清楚大部分的设施 与此同时 只见洛基缓缓来到亚伦面前 看起来你对于训练非常的刻苦 而训练场所提升到三级最大的变化就是 出现了个人训练室以及对练场 个人训练室可以进行独自训练 这下洛基终于可以自由练习狂暴技能了 而在对练场内 快速恢复是不起作用的 为此如果对决出现伤势严重的情况 那就必须尽快让他脱离对练场所 虽然设施和聚会都在改善 但目前最大的问题便是 由谁来填补第一第二队伍的空缺呢 贝尔基斯特 他的性格非常野蛮 并且无所畏惧 但他很有天赋 甚至觉醒了野性这种学习概率 仅有1%的稀有能力 野性 能够将愤怒和恐惧转变为自身战斗力的被动 如果搭配上状态异常技能 那么就能够达到惊人的协同效果 而反观尼丽莎 他的性格沉着冷静 他善于前行以及收集各种信息 如果好好培养的话 应该能够成为一名不错的盗贼 至于剩下的英雄根本就没眼看 与此同时 只见贝尔基斯特示意洛基下来一战 你可真是个傲慢的家伙 随后只见洛基缓缓朝着对练场内走去 不知能否向前辈请教几招 毕竟这里的家伙都害怕他手里的刀 而洛基却是非常不屑 因为在他眼里 他们不过就是一群野兽 如果你没有能力的话 甚至就连野兽都无法驯服 那么就在此一决高下了 他只是救下了一国皇女 却害他沦为了摧毁城市的千古罪人 不仅被众人诬陷为使用黑魔法的女巫 甚至将地下副本的出现都怪罪于他 就在两人即将一决高下时 下一秒 两者便相互碰撞在了一起 面对贝尔基斯特猛烈的进攻 洛基正从容不迫地将其躲闪开来 随后更是一脚将其踢飞数十米远 看起来你的确很强 与此同时 只见他当即使用了野性技能 随后便朝着洛基发起了进攻 虽然现在还不需要使用狂暴技能 但以后可就说不定了 画面一转 伊赛尔召集了第一队伍 而当伊奥尔卡认为又是攻略楼层时 洛基却对此给予了否定 毕竟如果是攻略楼层的话 目前队伍亦还缺少一人 随后伊赛尔对此给出了答案 这次他们将要进行探索 居然是探索吗 在这个世界中 能够进入的副本分为三种 主要楼层副本 周长副本 以及探索副本 虽然探索副本 在攻略完楼层时之后就解锁了 但直到攻略完楼层15之后 才被允许进入 此刻伊赛尔告知众人 他已经在一楼打开了时间缝隙 而珍娜却很好奇 难道他不能使用二楼的这扇大门吗 伊赛尔则对此表示肯定 这时亚伦也提出了心中的疑问 探索副本难道是必要的吗 并不一定 不过探索需要消耗大量的时间 至少需要两天左右 如果换算成休息室的时间 那就更多了 那么探索主要是做些什么呢 洛基则对此表示 等会你就知道了 与此同时 只见玩家给予了洛基等人一些探索津贴 随后洛基示意众人 每人将持有三枚金币 紧接着前方传来任务提示 第一队伍开始进行探索 探索位置 海姆半导 探索时间剩下48小时 英雄可以收集玩家想要的物品 伴随着一道蓝光的浮现 下一秒 众人便被传送到了目的地 内尔萨 而此刻的珍娜却表现得非常惊讶 毕竟楼层石中的场景 与如今的相比简直天差地别 但伊奥尔卡似乎早已对此司空见惯 不过这次依旧是找到敌人并击杀就行了吗 洛基则对此表示否定 毕竟目前他们能做的也就只有观望了 探索副本 与以往的主要副本不同 探索没有明确的目标 有些时候英雄不会带回任何东西 但有时也会带回一些有价值的稀有材料 而与之前不同的是 这里的NPC都能看到洛基等人 就在这时 只见一旁的士兵拦住了洛基等人的去路 并要求其出示通行许可 可没想到 洛基居然扔给了他一枚金币 随后他们便得到了放行 毕竟在这里 金币对于他们来说是最需要的东西 在攻略楼藤石之前 内尔萨已经处于即将沦陷的状态 但看起来这里似乎非常的平静 随后只见洛基朝着众人适应 大家可以自由行动了 是非常震惊 金币应该足够你们使用了 你们就适当地放松一下吧 剩下的就交给我来处理 虽然伊尔尔卡对此抱有怀疑的态度 但洛基也只是让他好好休息一份 毕竟在攻略完楼层二十之前 他们不会再有休息的时间了 随后他表示自己要去城外看看大海 当然 反正两天后 他们将会被自动传送回休息室内 紧接着众人便开始自由行动 而此刻的洛基则是注意到一些情况 为何这里会有这么多的雇佣兵 可当他看到一旁的告示栏后 他便知晓了一切 居然是那个孩子吗 看起来所有不堪的罪名都强加在了他的身上 没想到还取消了他皇室的身份 就在这时 一旁的小孩打断了他的思考 难道你也在找这个女巫吗 为何他会被称作是女巫呢 因为他使用了禁忌的黑魔法 召唤了不被允许存在的怪物 而洛基还想知道有关皇女的一切 于是便当即扔给他一枚金币 这便是告诉洛基一切事情的报酬 根据他所提供的信息 有关皇女的通缉令是在一年前发出的 可洛基与皇女分开仅仅不到一周的时间 而且洛基对于通缉令上的标志非常眼熟 因为他曾在那些士兵的盔甲上见过 既然如此 那么通过这些信息可以判断出 皇女一定还活着 不过洛基很是好奇 这座城市是否有遭到怪物的入侵 大概在两年前 大量的戈布林朝着城内疯狂涌入 虽然最终人类取得了胜利 但有传闻说 这些怪物都是皇女所召唤的 毕竟怪物可不会成群结队的出现 而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地方 那便是出现了副本 在好几年前 一堆历史遗迹凭空出现在了整天大陆 我们将其称为地牢 可奇怪的是 普通人根本无法进入 难道只有特定的人群才能进去吗 男孩对此给予了肯定的答复 传闻中 在地牢的尽头有一块奇怪的石头 拥有那块石头就能获得一种特殊的力量 而此刻洛基的心中已然有了答案 那便是降临之石 是英雄获得第三种能力的来源 随后他便断定 这附近一定有这块石头 虽然男孩并不清楚他是如何得知的 但洛基很快便给出了解释 毕竟这周围全是雇佣兵 而他认为 光是这些信息的价值还不够一枚金币 所以你应该为我带路 男人放弃了获取稀有装备的机会 却转身包下了一堆毫不起眼的破石头 因为这可是元素之石 是英雄提升等级必要的材料 就在洛基示意男孩为其带路时 画面一转 只见一批批伤者正从他们面前路过 看起来地牢就在城市之中 而通过男孩的讲述得知 地牢就在城市中心的寺庙旁边 他是在内尔萨怪物入侵事件结束之后才出现的 不到片刻 两人便来到了地牢门口 据说地牢里面拥有许多的宝物 金币 宝石以及稀有的装备 但士兵团拥有地牢的所有权 所以想要进入地牢就必须持有通行证才行 随后男孩眼瞅着这里没有什么事 于是在与男人告别之后便离开了这里 而此刻的洛基则陷入了沉思 因为从他们携带的装备来看 他们似乎并不着急攻略地牢 并且这些雇佣兵们几乎没有任何动静 随后经过长时间的观察发现 能够进入地牢的人不到十分之一 但如果带队的能够进入 那么其队伍里的所有人也能进去 而洛基心想 他肯定是能够进去的 与此同时 一道熟悉的声音在男人耳边响起 你怎么还在这里 原来是小男孩又回来了 他表示自己找人鉴定过那枚金币了 其价值甚至超出了男孩的想象 于是为了表达谢意 男孩特地回来告诉洛基一个重要的信息 因为他发觉洛基似乎对于皇女非常的感兴趣 而他听说其实皇女是被士兵团诬陷的 但洛基却对此表示 他早已知晓 尽管男孩表示能给洛基提供许多方便的服务 可都被洛基一一拒绝 而当洛基问起他为何要这样做时 他却表示 因为洛基让他想起了某位故人 你也是从东方来的吧 在与他结识的年轻人当中 有一个人非常像 同样是黑头发黑眼睛 而他第一次与洛基搭话 也是因为这个的缘故 就在他正回想那人的名字时 洛基却是一把制止了他 并是一期不要再说下去了 紧接着便对其表示 把我带去珠宝店吧 画面一转 两人来到了店里 没想到珍娜恰巧也在这里 随即只见他朝着洛基询问 这把长弓是否还行 可当洛基仔细查看他的属性之后才发现 这只不过是一把最低级的长弓 与其买下这种低级装备 倒不如买些更有价值的东西 元素之时 如果他们将这些东西带回去的话 玩家一定会感到非常开心的 因为这些可都是升级所需的材料 而在这些石头当中 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东西 那便是再生之石 它能够让英雄们再一次体验 已经攻略的楼层副本 虽然无法从中获取经验 但他们能够通过完成任务积累实战经验 在买下这些石头之后 洛基等人便转身离开了这里 而当向导乔西追上他时 洛基却是扔给了他一枚金币 并表示他可以离开这里了 男孩望着手里的金币陷入了沉思 随后便对洛基表示 他会用这枚金币去创造更多的财富 以后一定会好好报答他的 但洛基却当场拒绝了他 并表示如果有机会的话 就帮帮那个女巫吧 紧接着两人便消失在了人群当中 画面一转 众人都被传送回了休息室内 只见伊耀尔卡正抱怨着 他没能去到城外的海滩 因为他被堵住了 看起来他们的行动不能超过一定的范围 探险副本是每攻略完十层之后 才开放一个区域 当他们攻略完一百层时 他们就能够随意进行探险了 不过仅仅才过去一周左右 却突然多出了好多的陌生面孔 甚至连二楼也多了好几个家伙 与此同时 只见洛基朝着众人示意 今天就好好休息一下吧 明天开始进行锻炼 而这时的亚伦却想着马上进行训练 但却遭到了洛基的斥责 难道你想累垮自己的身体吗 该休息的时候就休息 不要老是跟我唱反调 而洛基清楚知道 在尼弗海姆中也出现过类似的情况 他们大部分的结果都不太好 并不是所有的事情都可以通过努力来改变 如果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却没有任何回报 这意味着自身没有任何天赋 要么趁早找到适合自己的道路 要么在执行任务中死去 这是永远无法改变的事实 画面一转 第二队伍正拼命进行的训练 可此刻的珍娜却感到非常震惊 毕竟在她的印象中 他们并不会使用针剑来进行训练 而一旁的洛基却发现了一丝一样 罗德里克 伊迪斯和亚瑟都在这里 但迪卡却消失了 明明是这场决斗的胜者 可洛基却选择了败方的尼丽莎作为他们的队友 在发现迪卡并不在这里之后 洛基便从伊迪斯口中得知 迪卡因为表现不佳 于是便被下放到了一楼 而缺少一人的他们根本无法进行任务 所以他们才会决定提高训练强度 虽然他们希望玩家可以再次抽取一名高级英雄 但似乎近期都不太可能了 画面一转 前方传来第三支队伍当场解散的消息 因为贝尔基斯特和尼丽莎被安排在了二楼 就在洛基等人进行训练时 只见两人正缓缓朝着他们走来 看来是时候该补充人员了 珍娜则询问洛基是否要将抽签筒带来 但她却是一期不用着急 欢迎你们来到二楼 而两人则是开门见山 他们能够来到这里 应该是为了补充第一第二队伍缺少的人员 此刻尼丽莎当即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她想要加入第一队伍 并表示自己不会拖大家的后腿 难道你认不清楚自己有几斤几两吗 力量并不是衡量一个人的标准 除开力量 她还拥有许多实用的技能 此刻洛基出声打断了两人的谈话 你们并不能决定去到哪个队伍 而洛基对此很是好奇 尼丽莎为何如此想要进入到队伍毅力 随后只见她慢慢对此做出解释 虽然一开始她不相信洛基等人做出了伟大的贡献 但使用了再生之时后 她看到了一切 再生之时允许英雄重新完成已经结束的任务 以及查看他人通关的记录 通常她被用在重新清理任务上面 但似乎玩家向他们播放了洛基等人通关的画面 那么你看到了多少 全部 此刻的她才意识到 自己之前的想法有多么天真 而为了能够生存下去 想要和强者在同一个队伍是很正常的 这便是她想要加入第一队伍的原因 那第二队伍呢 抱歉 我并没有这个想法 虽然第二队伍也不错 但谁会不想选择更强大的队伍 此刻就连贝尔基斯特也想要加入第一队伍 而通常是由抽签决定英雄所在的队伍 但妮丽莎却对此提出了异议 这种办法完全只看运气 她认为他们需要一种不同的方式来决定 该你做出选择了 哈 你是说让我来决定吗 因为她不想让一个内心排斥第二队伍的人加入 可这样的话你的队伍就不完整了 而珍娜则表示 即使洛基做出了选择 他们之中肯定会有人不满 如果不是因为贝尔基斯特烂提起 洛基估计早就选他了 既然你们都想加入第一队伍 那就用决斗来决定吧 通过战斗表现自身的能力 在那里进行决斗 受到伤害不会恢复 战斗直到一方倒下为止 然后洛基再做出决定 这可正合我意 毕竟我已经很长时间没进行过战斗了 不过我可以下死手吗 当然 洛基对此表示肯定 伴随着两人来到了队练场内 只见妮丽莎当即从口袋中掏出一瓶药剂 紧接着便将其交在了长剑之上 毕竟决斗可没有任何限制 这是能够让人瞬间瘫痪的毒素 而这还是他第一次对人使用 与此同时 只见前方传来两人申请决斗的提示 于是洛基当即便按下了确定 下一秒 只见贝尔基斯特猛然对其发起进攻 而妮丽莎则以快速击舰进行着抵挡 但却被其轻松闪躲 随后两人便上演了一场攻防大战 此刻的亚瑟则注意到 贝尔基斯特之前一直都在隐藏自己的实力 一旁的洛基则是提醒着众人好好观看 因为这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 虽然两人的战斗水平一致 但他们对于战斗的理解是不同的 只见尼丽莎正不断进行躲闪 而洛基一眼就看出 他正利用地形优势来进行战斗 此刻伊奥尔卡也发表了自己的观点 明明两人才刚刚来到二楼 居然拥有如此优秀的战斗能力 面对贝尔基斯特猛烈的进攻 只见尼丽莎当即从口袋中抽出一把短刀 随后静止朝他扔去 然而由于躲闪不及 贝尔基斯特被短刀划破了脸颊 此刻他陷入了中毒状态 正当尼丽莎以为胜券在卧室 只见他一个顺身来到他的身前 紧接着朝着他的腹部来上重重一击 伴随着他猛烈地撞在了忽兰志上 这下战斗应该结束了吧 胜利者是我 你应该没有任何意义了吧 当然 结果显而易减 要加入第一队伍的人士 尼丽莎 你这是什么意思 你这的努力在天赋面前真就不值一提吗 一个是身为后起之秀的贝尔基斯特 另一个则是在队伍一中一直默默努力的亚姆 为了争夺第一队伍中的位置 他们之间究竟会擦出怎样的火花 在贝尔基斯特拿下决斗胜利之后 洛基却选择了尼丽莎作为队伍一里的成员 就连珍娜也忍不住对尼丽莎夸赞起来 也许只有珍娜 罗德里克以及伊迪斯能够看出他们对决时发生了什么 在对决途中 尼丽莎故意将自己挤在角落 为的就是让贝尔基斯特放松警惕 而之前所使用的双剑技术 不过是障眼法罢了 这都是为了让那一次进攻顺利进行 虽然贝尔基斯特最终拿下了对决胜利 但大多数人都没能看出 尼丽莎在战斗中所使用的技巧 此刻 贝尔基斯特对于结果表示非常不满 不管要我重复多少遍都行 尼丽莎将加入第一队伍 你这是什么意思 随后洛基对齐开始了解释 你是否知道第一队伍的构成 剑士 弓箭手 枪兵以及魔法师 我们都是纯战斗英雄 所以为了能够应对各种突发状况 我们需要像尼丽莎这样的人才 你虽然非常的有才华 但我们队伍并不需要你 仅此而已 还是说你想要与我对决一分 如果你能够坚持一分钟的话 那么我就让你加入第一队伍 而此刻的贝尔基斯特却突然有了主意 如果是队伍中的其他成员呢 紧接着他便将目光放在了亚伦身上 但洛基却当场拒绝了他 因为这并不是力量强大的问题 而是阵型 可他真的有尽到枪兵的责任吗 因为贝尔基斯特曾看过所有人的战斗回防 但他发现似乎有一人不太合群 难道洛基真的需要一个枪兵 以至于忽略其自身的弱点吗 此刻 一旁的珍娜制止了他的说法 毕竟在他看来 亚伦哥哥已经非常努力了 但却遭到了他的反驳 你自身拥有非常优秀的才华 所以你根本无法体会他的感受 与此同时 洛基当即叫停了两人的谈话 紧接着发表了自己的观点 就如同贝尔基斯特所说的那样 枪兵并不是队伍中必须存在的 如果有剑士加入的话 我们可以改变队型 可前提是 剑士必须比枪兵还要强大 难道你认为你能够战胜亚伦吗 当然 我对此充满着信心 如果对决失败的话 我会毫不犹豫地加入第二队伍 那么亚伦你该做何决定 即使拒绝挑战也是可以的 而洛基深知 亚伦最近要比平时更努力地强迫自己 再这么发展下去 他迟早会因此死去 但从效率来看 亚伦其实还是很有用的 毕竟队伍磨合了许久 即使成员之间的差距过大 他也还能配合队伍一段时间 与此同时 只见亚伦当即答应了他的对决申请 如果你失败了 就不能够回到第一队伍 获胜者将加入第一队伍 画面一转 此刻两人正站在队练场内 伴随着洛基一声令响 两人在一瞬间便开启了攻防大战 虽然珍娜对于亚伦的选择表示不急 但洛基也只是告诉他 这都是亚伦自己的选择 可如果他要是输了怎么办 毕竟贝尔基斯特如此强大 只要他按照平时训练的去 那就有机会获胜 双方的兵器等级都是四级 虽然贝尔基斯特拥有多种技能 但亚伦有一个明显的优势 那便是战斗经验 贝尔基斯特作为一个新人 他才刚刚来到这里不久 他甚至不像亚伦那样 经历过大大小小的战斗 以及与强大的boss对抗 而且他并没有与枪兵对战的经验 除此之外 在他们的对决当中 亚伦的枪数远远超出了他的常识 就在这时 面对亚伦如此猛烈的进攻 此刻的贝尔基斯特渐渐落入了下风 这股枪兵性运异 这句话还是有一定道理的 而此刻 加入第一队伍的最终人选即将揭晓 面对亚伦的进攻 即使是贝尔基斯特也感觉有些力不从心 长枪自古以来就是狩猎必备的兵器 在历史长河的发展中 长枪变得越来越长 可事实证明 长枪在单一的对决中毫无作用 枪与剑距离相差一米 但一寸长一寸险 如果被近距离兵器接近的话 那就什么都做不了 无论是与短刀还是弓箭相比 它都不占任何优势 但人总是在不断超越着自我的 所以这种逻辑在这是行不通的 与此同时 只见亚伦正不断对其进行突刺 伴随着一记横扫习去 贝尔基斯特纵身跳向了空中 虽然贝尔基斯特在来到这里之前 是很有天赋的人才 但当他成为英雄的那一刻起 这里的原则就与现实不同了 而亚伦与洛基至少进行了几百次的对联 他能够熟练应对各种各样的怪物 而在这时 地旁的珍娜则发现了不太对劲 虽然亚伦打得非常不错 但这根本就不像他 你再胡说些什么 再这么下去亚伦不就赢了吗 但珍娜却对此表示否定 因为他发现贝尔基斯特受伤的次数 正在明显减少 难道你也发现了吗 亚伦拥有精湛的战斗技术 但他的缺点也很明显 他的战术很容易被人识破 而且贝尔基斯特的眼光非常锐利 从他与尼丽莎战斗的情况看来 他拥有非常出色的观察能力 也许他很快就会觉醒心眼技能 与此同时 此刻的贝尔基斯特发现了有些许不太对劲 因为亚伦并未对他使出全力 而他对此胆道十分不满 毕竟他可是抱着必死的决心 才向亚伦发起挑战的 你为何不全力以赴 就连洛基也看出了亚伦的软弱 亚伦 与此同时 只见两人开始叙事待发 下一秒 两人猛然互相发起了进攻 面对亚伦的突刺 贝尔基斯特选择挥剑抵挡 而就在他抵挡的间隙 亚伦早已一个顺身来到他的身前 紧接着一记突刺朝他袭去 随后更是对其发起了猛烈的进攻 但都被他一一躲闪 下一秒 只见亚伦一记重击朝他迎面袭去 贝尔基斯特侧身躲过 伴随着长枪洞穿了铁网 此刻众人都是一脸提心吊胆的模样 随着一滴鲜血的滴落 这场激烈的战斗戛然而止 而获胜者则是贝尔基斯特 虽然亚瑟对此感到难以置信 但事实胜于雄变 就连众人都觉得非常一火 仅仅一击亚伦就输掉了整场对决 贝尔基斯特非常的有远见 随着战斗时间的延长 他渐渐掌握了亚伦的进攻方式 甚至找到了进攻亚伦的机会 虽然他曾有一次不错的进攻机会 但他选择了继续等待 为的就是等待最佳机会的出现 因为他知道 只需进攻一次他就赢了 所以他选择默默忍受亚伦的进攻 随后找到一击毙命的机会 他能够冷静分析获胜的机会 拥有出色的观察力 这家伙非常的有耐心 如果你一开始就全力以赴的话 那会更加有趣的 我认可你的说法 虽然尼丽莎对这个结果表示不满 因为他认为亚伦并没有准备好 但洛基表示承诺就是承诺 要加入第一队伍的人士 贝尔基斯特 亚伦出局了 一致的努力在天赋面前 真就不值一提 无论亚伦做出多大的努力 他始终无法追上众人的脚步 就在亚伦被赶出第一队伍之后 此刻的洛基对此表示非常不解 亚伦 你用我们无法理解的行动带来了失败 如今这种局面也是你一手造成的 可亚瑟认为 亚伦不过是不想伤害队友罢 别开玩笑了 我们并不是来到这里交朋友的 而是为了生存 为了战胜敌人 不明白这些的人最后都没有好下场 请你记住这一点 随后洛基便向大家示意 时间已经不早了 大家先回去休息吧 紧接着洛基便向两人交代了重要事项 不要以为加入了第一队伍就放松了许多 事实上 第一队伍要做的事情是最危险的 当然 我就是为此而来的 我想要变得更强 随后只见众人朝着休息室内走去 亚伦 即使你坐在那里也改变不了什么 为何你不再开始对决时就全力以赴 起初你是占据优势的 可你为什么要给贝尔基斯特适应的时间 因为我并不想伤害队友 你到底是什么时候考虑这些的 我不记得我把你培养得如此软弱 他只是改变了想法罢了 他深知自己没有任何天赋 即使他现在能够毫无悬念地赢下这场对决 可以后呢 当贝尔基斯特变得更加强壮时 他又该如何面对呢 他不能将一个有天赋的人才扼杀在这里 看到他们的对决之后 他在天赋面前真的不值一提 他不像洛基和珍娜那样天赋异地 无论多么努力 他始终觉得自己是在原地踏步 看来他已经对自己失去信心了 随后洛基便向他告知 一楼有个教官的职位 他们负责新人的训练 我认为你和迪卡一样都很适合这份工作 你只需待在安全的地方训练新人就行了 虽然这种职业非常的强手 但我会向玩家极力推荐你们两个 此刻亚伦陷入了纠结 你在犹豫什么 你想变得像贝尔基斯特一样强大吗 你不是要回到家人身边吗 在经过一番的思想斗争后 亚伦表示自己会去成为一名教官 既然不愿意又何必勉强自己呢 我曾认识一个像你这样的家伙 他的天赋甚至比你还差 我曾有过无数次想要放弃他的念头 亚伦 你想变强吗 此刻只见亚伦猛然跪倒在了地上 紧接着便开始声味俱响 我想要变得更强 我不想再这么软弱下去 可我真的有办法能够变强吗 洛基对此表示肯定 带着你前往尼弗海姆 而那里将会是一个不错的地方 画面一转 此刻洛基正对众人强调一些重要事项 因为我们的战斗都是在火海中进行的 所以你们必须掌握火焰抗性 而其所要用到的办法 便是灼烧自己的手臂 虽然这听起来非常可笑 但它非常的有效 于是两人便答应了下来 随后洛基开始分配工作 亚伦的空缺将由珍娜弥补 所以珍娜需要拿起弓箭进行战斗 而贝尔基斯特和我一样 都是近距离战斗的英雄 所以我们需要待在后方 可以给予支援的范围内战斗 如果你选择独自战斗的话 那你对于队伍来说毫无作用 至于尼丽莎 她拥有着各种各样的技能 可以收集信息 进行战斗 以及支援队友 于是洛基将她安排在了中卫 根据局势的不同 她需要进行战斗或者支援队员 以及对敌人进行暗杀 并且负责情报的收集 虽然尼丽莎毫不在意的答应了下来 但洛基却对此有些担心 因为如果他不能接受自己的角色时 冲突必然就会发生 那么我应该做些什么呢 你只需要负责逃跑就行了 调整完第一队伍 剩下的便是第二队伍 毕竟玩家没有进行扭蛋抽取 所以第二队伍一直没有合适的人选 如果找不到人的话 就去一楼看看吧 只要用心观察的话 一定会有合适的家伙 而迪卡从今天起将担任教官一职 让他集中精神教导那些优秀的人才 如今的大厅内 一共有20多人在进行训练 那么至少会出现一个有才能的家伙 不过即使你找到了那个家伙 也不要表现得太过明显 因为这可能会导致别人的歧视 毕竟在这种环境下 那种高高在上的家伙就会出现 两大后起之秀开始联手时 却连身为二星英雄的珍娜都无法击败 就在确定好第一队伍的最终人员之后 此刻他们再次来到了对决场上 为了更好地与队伍磨合 他们必须通过决斗 来了解彼此的长处和短处 而这次的决斗没有任何规则 就在决斗开始之际 洛基却提醒着贝尔基斯特 最好与尼丽莎一同迎战 否则你会输得很惨 还是说你想要和我进行单挑 当然我就是这么想的 下一秒 只见洛基瞬间便进入了狂暴状态 而在此前 据说一楼的几位新英雄去挑战了贝尔基斯特 他们都是被贝尔基斯特在对决时刷掉的英雄 不过很显然 他们并不是他的对手 尽管他们到处挑战那些能够加入队伍的候选者 可似乎并未造成太大的问题 二楼的那些英雄 但洛基深知 他有必要让他们了解人外有人这个道路 伴随着洛基猛然挥出一击 当场便将贝尔基斯特手中的兵器瞬间弹飞 也以为击败了几个一楼英雄就自以为是 就如同预期的那样 洛基比他想象中还要强大 于是他便示意要与尼丽莎一同挑战洛基 随后只见尼丽莎在舰上涂满了毒素 这下可是要对付两个人了 即使对你而言这也不太容易 不是是怎么知道的 经过片刻的战斗之后 最终两人还是败下阵来 因为他们并不能互相合作 而洛基断定 他们估计连珍娜都无法击败 随后他便示意珍娜开始训练他们 虽然珍娜对于自己的实力不太自信 但洛基却表示其不用担心 因为他比那两人更加的强大 而他们必须共同战斗 直到战胜珍娜才行 但贝尔基斯特却认为 自己不会输给一个女人 于是他当即表示自己能够独自战胜珍娜 既然如此 那就展现你的全部实力吧 如果你能够战胜珍娜 那么我将无条件接受你的挑战 伴随着洛基一声令响 只见珍娜快速朝着贝尔基斯特射出弓箭 就在他挥箭进行抵挡时 下一秒 只见多发弓箭朝着他迎面扑来 而他来不及多想 连忙挥舞着手中的长剑进行抵挡 但还是有落网之鱼 差点带走他的生命 我跟你说过 珍娜比你还要强大 看起来如今的我就像是井底之蛙 紧接着洛基再次重申 与尼丽莎一同击败珍娜 我们的任务中会遇到许多强敌 所以我们必须学会团队合作 而此刻的尼丽莎仍旧想要独自尝试一番 你可真是固执 不到片刻 只见尼丽莎被当场钉在了墙上 就如同预料中的那样 你们连一分钟都坚持不了 随后两人便决定共同击败珍娜 下一秒 只见他们猛然对其发起了进攻 可他们表现的却是非常差劲 尼丽莎忙于抵御弓箭的进攻 从而被珍娜找到空袭一击击倒 就连贝尔基斯特也表现得非常差劲 此刻的她甚至连弓箭都无法完全抵挡下来 你到底在做些什么 你比独自战斗时表现得更差 与此同时 两人当即互相开始埋怨起来 而洛基深知 贝尔基斯特的自尊受到了严重的打击 珍娜是森林中长大的 所以她擅长驯服野兽 在对付聪明的野兽时 需要快速进行学习 无论是多么凶猛的野兽 在训练有素的猎人面前 就应该学会集体狩猎 只是挡住了迎面飞来的弓箭 却让珍娜倍感震惊 因为紧一瞬间 她居然从中觉醒了投掷抵抗技能 就在珍娜与他们开始对练之后 不到片刻 两人很快便败下阵来 既然受到了重伤就别硬撑的 只要走出对练场 身体很快就会得到恢复 此刻伊尔尔卡正缓缓出现在众人面前 你怎么会在这里 你这时候应该在训练念力才对 如果你再不去进行训练 我就会告诉克罗埃了 与此同时 只见贝尔基斯特要求再次进行对决 但却遭到了洛基的制止 今天就到此为止吧 你们占用了珍娜太多的时间 导致她都没有进行自己的训练 如果两人明天都不能通过合作战胜珍娜 那么洛基将会重新挑选第一队伍中的成员 并且他们明天只有一次挑战的计划 所以洛基示意他们 千万不要让她感到失望 文辞 就连珍娜都觉得难以置信 难道你看过我说谎吗 正当珍娜想要开口解释时 却被洛基当场制止 但不懂得合作就派不上任何用场 他们不能信任身边的同伴 可如果他们能够对此做出改变的话 那么结果就会有所不同吗 画面一转 此刻的众人正等待着两人的到来 与此同时 只见两人正朝着他们缓缓走来 那么你们是否做好了充足的准备 当然 他们对此给予了肯定的回答 规则和昨天一样 可以使用真正的兵器 但今天你们只有一次机会 虽然他们并不习惯合作 可眼下也别无他法 伴随着珍娜一声令响 战斗便瞬间打响 见珍娜快速朝着两人射出多发弓箭 可尼丽莎却对此毫无反应 下一秒 贝尔基斯特及时出现将其挡下 与此同时 尼丽莎趁机投掷出一把小刀 而珍娜却选择翻滚进行躲闪 同时朝着他们急于反击 就在这时 贝尔基斯特瞬间觉醒了投掷抵抗 一瞬间 他便看清了所有弓箭的走向 紧接着两人对其发起了尤为猛烈的进攻 此刻的珍娜也只能选择对他们进行反击 面对迎面扑来的弓箭 两人从容不迫地将其击飞 随后一个顺身便来到了珍娜面前 眼瞅着即将被他们夹击 于是珍娜选择腾空跃起 可下一秒 只见一把短刀朝着他迎面而来 随后珍娜连忙调整重心进行下坠 与此同时 贝尔基斯特当即开启了嗜血状态 就在珍娜愣神之际 贝尔基斯特早已持剑向他袭去 为了躲避他的进攻 珍娜只能选择后撤定行躲闪 可就在这时 一道人影从他身后闪过 下一秒 一把短刀便抵住了珍娜的喉咙 这下应该结束了吧 看起来这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困难 当然 就是这么简单的事情 你们居然适应了整整一天 尼丽莎能够隐藏他的气息 而贝尔基斯特是有目的地使用嗜血的 当一方的存在感太强时 就会忘记另一方的存在 团队的力量是大于个人的 只要他们看过我们的任务 他们就会知道这些 不过他很是好奇 如今的他们是否能够战胜洛基 但很显然 开启狂暴之后的洛基略胜一筹 两人甚至一度进入冰死状态 无论如何 距离下一次任务还有些时间 玩家没让他们执行任务 大概是为了让两人适应新的队伍了 是此 一个完整的队伍便确定了下来 那来了 第一队伍的首战终于来了 就在确定完第一队伍的搭配之后 此刻洛基朝着众人宣布 珍娜将参加下一次训练 因为他们将和两人一样组成一个小队 当然 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会是固定的搭配 毕竟他们如今身处在同一个队伍 所以为了应对各种特殊的状态 他们需要彼此之间相互合作 而贝尔基斯特则认为 第一队伍是以个人战斗为主 毕竟重要的战斗当中都是以洛基为主 其他人的表现并没那么显眼 但洛基却对此做出回应 只有他一人是无法做成任何事情的 不管个人的能力有多强 如果没有团队的帮助 那么任务迟早会以失败告终 当然 如果出现那种以抵摆的强者 那就另当别论了 不过就算是洛基 也无法达到这样的高度 而他们能做的便是适应团队的训练 直到习惯了整个团队 才会恢复个人的训练 画面一转 此刻的两人已经可以适应二对二的训练 每当有队伍获胜时 他们便会改变小队的搭配 虽然都是洛基所在的一方获胜 但他们渐渐适应了这种合作 不久之后 伊奥尔卡也加入了他们的训练 珍娜和伊奥尔卡需要通过训练弥补自身的弱点 而两人也在洛基的指导下学到了很多 就在这时 前方传来第一队伍在一楼广场会合的消息 看起来终于要开始攻略了吗 画面一转 面对广场上人山人海的景象 此刻洛基表现的有些疑惑 而这些人被称为第三代 自从阶级划分之后 一个奇怪的传闻便诞生了 第一队伍和第二队伍的人员被称为第一代 而观看过攻略记录的贝尔基斯特 以及尼丽莎被称为第二代 剩下的则被称为第三代 此刻有人对此表达了内心的不满 但却被贝尔基斯特一个眼神瞬间吓吞 与此同时 一位大叔以身患重病为由 请求洛基将他带去二楼生活 可却遭到了他的当场拒绝 毕竟大厅可是能够治愈一切的存在 随后只见伊赛尔朝着众人适应 不要妨碍第一队伍 因为他们即将攻略楼层十六 此刻洛基朝着众人表示 当然他们对此表示肯定 伴随着一道蓝光的浮现 下一秒 他们便被传送到了楼层十六 任务调查陌生的地点 居然是探索任务吗 就连贝尔基斯特也是第一次遇到这种任务 不过珍娜早在楼层六里就经历过这种情况 但洛基还是示意众人不要掉以轻心 这次的任务地点居然是住宅吗 而显然 尼丽莎似乎对这场景有些熟悉 但她也不敢肯定 只能通过调查才能确定下来 于是洛基便开始下达指示 像这些门都是无法打开的 而尼丽莎就先利用隐身技能 向着附近四周进行探查 如果有异常的地方及时汇报 至于我们 只需摆好阵型前进即可 经过一番的探查 他们发现这里所有的门都无法打开 而且这里的结构设计非常的不合理 并且似乎没有尽头 与此同时 只见众人的面前出现了三个方向 而洛基断定 这是一个迷宫 因为这里的通道就像迷宫一样拟去 为了安全起见 于是他们决定先等尼丽莎回来再做决定 就连洛基都认为 他们遇上了一个麻烦的任务 不过贝尔基斯特却表示着无聊透理 毕竟他以为自己能够遇上一些强大的敌人 但洛基却提醒他们不要掉以轻心 也许他们只是还没出现罢了 他敢肯定 那些敌人一定就在这里 不到片刻 尼丽莎带着信息回到了这里 从中间的走廊过去 岔路似乎通向一个地方 而且结构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复杂 虽然他没有发现任何敌人和陷阱 究竟 人只是扔出了一块盾牌 却能清楚知道敌人即将来袭 在得知出现了特殊情况之后 洛基等人很快便来到了这里 但显然 他似乎对于洛基等人没有任何反应 正当贝尔基斯特提议将他解决时 却遭到了洛基的制止 毕竟当出现可疑的东西时 最好别去搭理他 虽然他看起来的确需要帮助 但洛基等人还是选择将其无视 并缓缓朝着前方走去 经过片刻的探索 洛基等人逐渐摸清了迷宫的构造 他们发现了三个一模一样的大厅 而迷宫的构造并不复杂 就是单纯的一条直线 可就在他们正准备前往第四个大厅时 尼丽莎却带来了一些信息 前方出现了敌人 数量大概是七人左右 他们使用着各种兵器 闻此 洛基当即制定了以下战略 珍娜和尼丽莎负责攻箭手 剩下的人则负责箭士和枪兵 伴随着洛基一声令响 只见三道人影瞬间窜出 此刻 敌人还没反应过来 就被洛基当场抹了脖子 而剩下的士兵则被贝尔基斯特一箭斩杀 就连一旁的弓箭手也被珍娜等人当场击杀 不到片刻 整座大厅店被众人清理的一干二净 而在这时 洛基却注意到了不太对劲 随后只见他一把拿起背后的盾牌 紧接着朝着前方的楼梯口扔去 果然不出所料 战斗并未结束 此刻 只见他当即示意伊奥尔卡 朝着大门释放火焰魔法 因为敌人正朝着他们缓缓靠近 伴随着一股凶猛的火焰喷出 敌人瞬间便被打得猝不及防 与此同时 洛基带领着众人朝着敌人发起了进攻 此刻众人纷纷进入了作战状态 不到片刻 他们便将敌人收拾得一干二净 这下应该彻底结束了吧 而伊奥尔卡很是好奇 洛基到底是如何得知战斗并未结束的 原理非常简单 如果战斗结束的话 那么楼梯的入口一定会打开 但结果却并没有 而这就意味着战斗还未结束 如今敌人都被消灭得一干二净了 所以通往二楼的屏障自然而然就打开了 他们只要走上去就能完成任务 而洛基表示 下次进入楼层十七时 一定要做好冲突的准备 伴随着一道蓝光的浮现 只见众人便被传送回了大厅 不过楼层十七也会是这样的场景了 也许是吧 随后洛基便解散了队伍 大家辛苦了 今天就好好休息一下吧 而尼丽莎确实拦住了洛基 难道你是有什么话要说吗 当然是有关刚才那个地方的事情 画面一转 只见洛基给尼丽莎漆了一杯热茶 那么你到底想说些什么呢 在经过片刻的思索过后 尼丽莎最终道出刚刚去过的地方 其实她非常的熟悉 因为她曾在那里工作过 该用来存储物品的储藏室 如今却成为了众人的坟墓 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就在尼丽莎表明 自己曾在那里工作过之后 此刻的洛基很是好奇 为何你要告诉我这些呢 因为她认为这样会提高团队的生存几率 那个地方被称为黄金宫殿 是汉基温家族居住的地方 同时他们也是陶尼尔四大家族之一 根据尼丽莎的说法来看 陶尼尔大陆被一个名为帝国的国家所统治 而在帝国中 存在着四个权力不亚于皇室的家族 即使是帝王也无法支配四大家族的族长 所以我们先前探索的 是汉基温家族的豪宅吗 就连尼丽莎也不敢妄下定论 毕竟除了入口相同以外 其内部结构完全不同 虽然她并不知道先前执行的任务有何意义 但她敢肯定这与豪宅的变化有关 特别是通过再生之时观察任务之后 她更加肯定了自己的想法 你是指黄金宫殿有五层楼吗 以及四大家族的血统中混入了怪物的血 并不是普通的怪物 有传闻说那是龙血 那看起来Boss就在楼层二十了 楼层二十是区分新手与终极玩家的分水岭 通关楼层二十的玩家会被人们视为真正的高手 因为楼层二十固定存在一名Boss 但每个账号的Boss都大不相同 他们有着各自的特点 而Pick Me Up中的第一档难关 便是楼层五 在那里将会淘汰掉三分之一的玩家 只剩不到一半的玩家能够来到楼层二十 虽然尼丽莎知道洛基等人在楼层十五救下了皇女 但她很是不解 为何楼层二十会出现黄金宫殿 同时她也表明了自己的态度 她并不会因此退出队伍 毕竟那都是些该死的家伙 而她希望自己提供的信息能对洛基有所帮助 就在尼丽莎走后不久 只见洛基示意伊赛尔不要再继续偷听下去 难道你早就发现我了吗 当然毕竟你的存在太过耀眼了 所以你是有什么事吗 伊赛尔对此表示 虽然洛基爬塔非常的顺利 但他总感觉有些不安 而这只不过才刚刚开始 特别是之后即将到来的楼层二十 如今只要打开论坛就会发现 上面满是玩家对于楼层二十设定的不满 而这对于洛基来说将会是一场艰难的挑战 算上尼丽莎提供的信息 这时的洛基掌握了所有事件 一个教团盯上了黄女的信物 而他们又与汉基温家族有关 毕竟他们收到的捐款都来自这个家族 虽然洛基并不清楚教团的底细 但考虑到楼层十五的情况 他认为这些都与女神有关 那你认为楼层二十和楼层十五有什么联系吗 也许有着某种联系 而从尼丽莎的对话中收获了两条重要的信息 首先黄金宫殿一共有五层 层数与塔内的楼层数相互吻合 也就是楼层十六到楼层二十 并且那些家族中流淌着龙的血液 也就是说楼层二十的boss将会是一条巨龙 但它不是纯正血统 这一点至少还是值得令人欣慰的 无论怎样 我们能做的只有做好充足的准备了 而你只要在我需要你的时候 好好帮助我就行了 画面一转 洛基带领着众人来到了楼层十七 而这里的场景同样也是迷宫设定 虽然珍娜表现得一脸害怕 但洛基还是安慰着他不用担心 只要遵守规则就不会出现什么问题 不过问题是 这个账号的难度等级很高 随后在众人的努力下 他们很快便通过了一个个楼层 并且洛基时刻记录着每层楼内的详细信息 很快他们便来到了楼层十九 虽然其中出现了好几次危险情况 但在洛基的带领下 他们都安全地存活了下来 与此同时 玩家破天荒开始了建筑设施 而伊奥尔卡很是好奇 玩家到底在建什么呢 洛基对此作出回应 那是寄存室 是存放行李的地方 虽然拥有与储藏室一样的功能 但它有着不同的含义 因为那个地方将会成为我们的坟墓 那来了 楼层二十的攻略终于来了 就在建设好储藏室之后 此刻洛基朝着众人宣布 他们接下来各有各的安排 如今第二队伍已经来到了楼层十六 而在不久的将来 第三队伍也会攀上楼层十六 这将意味着他们很快就要攻略楼层二十了 紧接着他便安排了众人各自的任务 珍娜必须专注于强弓的训练 需要用到的武器委托给制造人员 直到席的强弓技能为止 伊奥尔卡则需要加强自己火焰魔法的威力 最好能够突破第四阶段 此刻尼丽莎表示自己将去一趟周长副本 为了应付这次的战斗 她需要去准备一些致命的毒素 而贝尔基斯特则想要与洛基一同训练 并且使用真正的武器 当然 洛基爽快地答应了下来 毕竟这家伙无论输多少次都毫不气宁 他与亚伦 亚瑟 笛卡等人有着不同的心态 此刻就连一旁的伊奥尔卡也嚷嚷着要加入训练 因为他可不想进入那个奇怪的储藏室 毕竟先前洛基声称 那是他们最终的坟墓 看起来玩家似乎也在为楼层二十做着准备 可是在大战前准备一座坟墓 这也太不吉利了吧 虽然珍娜倒是觉得没有任何关系 毕竟这也代表着玩家有为他们着想 而且只要有洛基存在 他们所有人都不会进去那里 就连尼丽莎都夸赞着珍娜如此坚强 当然 毕竟洛基十分看好他 不过他认为楼层二十一定存在着艰巨的任务 难道你害怕了吗 而他对此表示否定 如果害怕的话早就选择参加后勤工作了 但现在反悔的话还不太晚 尼丽莎对此没有做出任何回应 画面一转 此刻伊奥尔卡正与贝尔基斯特合力进攻着洛基 在如此努力的训练之下 他们纷纷取得了不小的提升 而洛基的下级剑数则提升到了八级 就连珍娜也在不断的设计中 领悟了强攻技能 在不知不觉中 洛基的身体素质以及技能等级都大大提升了不少 甚至自身都达到了等级十九 并且在这期间 二楼多了许多人才 其中就有名出色的药剂师 被派往魔法殿堂进行工作 而成为教官的迪卡也在洛基的帮助下 再次回到了二楼 伴随着进入楼层二十的日子越来越近 辅助职业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如今有更多的人加入了这项工作 并且已经可以制造地加级别以上的装备 而第三队伍也开始进行了活动 也许楼层二十需要三个队伍才被允许攻略 看起来这次攻略完成之后 他们将会作为一支完整的队伍进入二楼 与此同时 此刻的洛基陷入了沉思 如果玩家看过他的攻略就会知道 当初洛基攻略楼层二十时 经历了三次团灭 但目前的情况并不允许他出现失败 包括今后所有的任务 画面一转 今天他们将进行楼层二十的攻略 那么你们都准备好了吗 如果有留下一书的家伙 我可是会撕碎他的信封的 因为我们一定会安全回来的 此刻前方传来提示 这次攻略需要三支队伍进行参与 看起来这将会是一场艰难的boss战 玩家可以选择每一方队伍的进攻时间 当先前队达到一定的条件或者时长之后 后面的队伍才能出场 洛基猜得没错 这次的任务需要三支队伍一同参与 不过那家伙是谁 他是为了掌握楼层二十情况而被送来的祭品 由他先进入探探情况 随后再由洛基等人上场 伴随着伊塞尔的一阵催促 不到片刻 前方便传来他阵亡的消息 那么接下来 就该第一队伍上场了 放心去吧 我们很快就会追上你们了 伴随着一阵蓝光的浮现 他们便被传送到了任务地点 当前挑战层数 楼层二十 洛基等人终于登上了楼层二十 可遇到的boss却能免疫所有的进攻 那么他们究竟该如何是好呢 就在众人进入楼层二十之后 此刻洛基示意他们 只要打开这扇大门 那么任务就会开始 而他们只需向平时训练那般对待即可 伴随着洛基推开房门 下一秒 前方传来提示 楼层二十 任务 殲灭所有敌人 而此刻的珍娜以及伊奥尔卡 早已进入作战准备 就在boss现身的那一瞬间 珍娜果断射出了手中的弓箭 伊奥尔卡也释放出了火焰魔法 此刻只见boss当即葬身在了火海之中 而这时的洛基连忙是一众人 珍娜和伊奥尔卡保持远程进攻 他们则从侧面进行包抄 与此同时 伴随着一声怒吼袭来 boss终于显现出了真身 半黑龙 哈尔吉拉夫 等级四十二级 而此刻的珍娜早已对其射出全力一击 但却未能对他造成任何伤害 因为他居然能够免疫物理攻击 就连珍娜都对此觉得难以置信 与此同时 伊奥尔卡当即释放出一股凶猛的火焰 可令人没想到的是 他甚至能够免疫魔法攻击 随后只见洛基尝试着从不同的方向进攻 但却没能造成任何效果 就连贝尔基斯特和尼丽莎的同事进攻 都无法对他造成任何伤害 就在这时 洛基示意众人赶快离开 因为boss即将发起反击 只见他翻滚了几下身子 随后无数灵片镜朝着他们扑面而染 虽然洛基凭借灵敏的身法躲过了这次进攻 但尼丽莎却因此进入了出血状态 此刻 只见珍娜朝着boss的眼睛射出一发弓箭 不出意外的是没有任何效果 就连贝尔基斯特都觉得非常棘手 毕竟他的灵片太坚硬了 并不是这个原因 而是我们所有的进攻都对他无效 与此同时 只见boss猛然对其发起了进攻 此刻众人也只能选择迎难而上 三人朝着boss进行围攻 伊奥尔卡则负责使用魔法进行辅助 但这也只是徒劳无功罢 随后洛基朝着众人适应 大家向四周分散开来 他将独自对付boss 因为他只会攻击一个目标 就在这时 地上的灵片突然化身成了怪物 堕落的影子 等级十四 看起来你们有的忙啊 所以我们只需解决掉这些怪物吗 当然 剩下的我会想办法搞定 随后众人纷纷展现出自己的全部实力 奋力抵御这怪物的入侵 而此刻的洛基则开始进行分析 这家伙能够抵御物理和魔法的进攻 并且能够发射灵片以及召唤随从 不过他的攻击手段只有发射灵片 挥动巨爪和尾巴 以及召唤部下三种模式 虽然并不复杂 但这真是糟糕透了 神雕像只是散发出了一道金光 竟让无敌的龙王瞬间破防 即使面对如此强大的暴 此刻的洛基也只能选择迎难而上 而长时间的消耗早已使他遍体鳞伤 不到片刻 洛基便陷入了出血状态 虽然真的对此表示很是担心 但眼下也别无他法 因为他们正被源源不断的敌人所包围 而洛基也只是提醒着众人再坚持一下 我们到底要坚持到什么时候 可就连他也束手无策 因为他并不知道这个阶段什么时候才能结束 能够免疫所有的进攻 甚至还能无休止的召唤手下 看起来这是一场必输的战斗 就在这时 城墙上的人影却吸引了他的注目 只见一排排士兵正站在城墙之上一动不动 而他非常困惑 那些家伙究竟是什么时候出现的 与此同时 只见邦斯猛然挥下一拳 洛基勉强将其躲闪开来 而这时的贝尔基斯特也注意到了那些家伙 难道要出现什么有趣的任务了吗 随后只见前方响起提示 后方队伍已经准备完毕 下一秒 一道蓝光从天而降 紧接着第二队伍便被传送到了城墙之上 虽然亚伦等人很想帮助第一队伍 但显然他们还有别的任务 就在这时 只见那群士兵正朝着众人缓缓靠近 而其身后的女神雕像正散发着阵阵红光 看起来我们的任务是占领那座雕像 先前队伍负责牵制BOSS 后方队伍则负责领女神雕像 眼瞅着第一队伍早已伤痕累累 于是伊迪斯示意敌篮 率先处理掉那些弓箭手们 而他们则负责清理道路 在众人的努力之下 他们很快便疏通了整条道路 与此同时 洛基示意伊尔尔卡 马上准备第三阶段的火焰魔法 将那些影子怪物一举消灭 当然 不过我需要一些时间用来进行营场 就在众人片刻的坚守之后 只见一股凶猛的火焰窜天而出 紧接着一股火焰龙卷席地而起 当场便将所有怪物消灭的一干二净 如今就只剩下最后一支BOSS 就在这时 只见巨龙猛然对着洛基发起了进攻 于是洛基当即选择挥剑进行抵挡 可下一秒 他却呆愣在了原地 因为他的进攻居然奏效了 只见巨龙当即便疼得仰天长笑起来 随后由于第二队伍占领了祭坛 于是祭坛的力量开始生效 一瞬间 一股金色光芒直冲云霄 伴随着玩家按下确定 祭坛赐予了英雄们神圣的力量 紧接着所有人的武器都泛起了一道金光 那么接下来 就该开始反击了 对浩浩荡荡的暗影军团 队友们又陷入濒临死亡的局面时 洛基又该做出怎样的选择 当反击的号角吹响时 洛基果断安排好了众人各自的任务 由第一分队的他负责牵制BOSS 二分队的尼丽莎与贝尔基斯特进行游击 至于三分队的珍娜和伊奥尔卡则负责支援他们 就在这时 只见BOSS猛然向周围发射出许多灵片 但都被他们轻松闪躲 随后两人持剑朝着BOSS跑去 下一秒 只见两道灵力的斩击瞬间重创了敌人 紧接着众人便对其发起了尤为猛烈的进攻 与此同时 刚才发射出去的灵片产生了变化 不到片刻 密密麻麻的影子军团便出现在了众人眼前 而在这时 由于长时间单独对抗BOSS 此刻的洛基明显有些体力不支 于是他当即示意珍娜掩护自己撤退 当体力恢复时 他便会处理那些影子 闻此 珍娜当即利用弓箭杀出了一条血母 可就在这时 珍娜所使用的短弓弓箭已然消耗完毕 于是洛基连忙一个顺身为他开辟出了一条道路 紧接着只见珍娜在翻滚的同时拾起弓箭 并对周围的敌人进行了处理 随后洛基示意珍娜 用长弓对付BOSS对其进行牵制 至于剩下的影子则由他来解决 闻此 珍娜当即便将长弓对准了BOSS 伴随着一道灵力的弓箭射出 只见BOSS当场便被打出了一个巨大的伤口 与此同时 贝尔基斯特突如其来的一击 更是加重了BOSS的伤势 就在这时 洛基连忙表示与二分队进行替换 此刻徒有毒素的短刀 静止洞穿了敌人的眼睛 当场疼得他仰天长笑起来 而这时的伊迪斯朝着洛基表示 他们坚持不了多久了 因为在未来的某个时刻 那座雕像一定会被敌人再度占领 与此同时 亚瑟的受伤让所有人的心情瞬间变得紧张起来 而伊迪斯也很果断地示意亚伦 将他拉到后方安全的位置 就连此刻的伊奥尔卡也觉得非常紧张 因为情况一下子变得危险了许多 洛基也非常明白这一点 如今的他们已经穷途陌路了 只要失去了雕像 那就意味着毁灭的到来 而此刻的第二队伍最多只能再坚持五分钟左右 就在这时 一阵抖动瞬间引起了众人的注意 紧接着一道蓝光从天而降 随后一座炮台便出现在了众人眼前 如今第三队伍也加入了战斗 伴随着玩家按下确定 只见第三队伍便被传送到了楼层二十 而此刻的洛基连忙朝着他们大喊 快跑 朝着那座炮台跑去 用那座巨弩瞄准这只巨大的boss 闻此 第三队伍当即便动起身来 另一边 由于众人的不断努力 此刻的boss似乎乏力了不少 而且眼睛的中毒 导致他失去了势力 这对于洛基等人来说是非常有利的 随后洛基朝着珍娜适宜 将所有的长弓弓箭对准爆 他们必须在第二队伍被攻破前解决掉爆 因为如果雕像的祝福消失的话 那么他们的成功率就会降至百分之一 就在这时 第三队伍终于赶到了炮台 巨弩只需要一人操控 其余人在门口进行防守 坚持不住了 就连珍娜也射出了最后一发弓箭 可这时的她却紧张得直冒冷汗 望着面前巨大的boss 她迟迟不肯下手 该死 那家伙的动作太快了 那完了 不仅第三队伍惨遭团灭 就连女神雕像也被敌人再度占领 面对再次恢复无敌状态的龙王 洛基又该如何应对他呢 就在女人对此束手无策之际 只见洛基当即下达了指示 尼丽莎和贝尔基斯特一同对boss进行牵聚 此刻的洛基早已顺身来到她的脚下 紧接着举起长剑洞穿了她的巨招 当场把她疼得仰天长笑起来 就在这时 洛基连忙朝着女人示意赶快行动 但她还是表现得有些许手忙脚乱 毕竟她也才刚刚适应这里的环境不久 在她还小的时候 她与姐姐一起相依为命 可最终姐姐将她卖给了一个码头 从那以后她便开始从事危险的工作 她的一生如履薄冰 直到一只庞然大物的出现 那时的船员也正催促着她赶快开跑 此刻思绪戛然而止 伴随着她猛然睁开双眼 只见一发巨弩当即射出 静止动穿了敌人的胸膛 然而就在她正为此感到高兴时 洛基却是提醒着她赶快进行下一波进攻 可随后她却当场呆愣在了原地 因为夏恩已经阵亡 她被敌人突如其来的一箭动穿了头颅 一瞬间 第三队伍便陷入了劣势 正当洛基指挥着他们使用巨弩时 他们已被眼前的一切吓得进入了恐惧状态 随后自身的属性纷纷削减了50% 该死 看起来事情似乎并未朝着好的方向发展 伴随着前方传来第三队伍阵亡的消息 此刻的洛基也别无他法 毕竟他们能做的就只有尽量多给爆造成更多的伤害 随后只见洛基示意伊奥尔卡 赶快准备火焰魔法 并示意尼丽莎和贝尔基斯特赶快离开这里 与此同时 亚瑟已然进入了冰死之际 第二队伍也快坚持不了多久了 而此刻的洛基只有一个想法 那便是朝着boss心脏猛攻 在被巨弩贯穿的那个位置上 一定会更轻易地击穿他的心脏 另一边 迪兰正是以伊迪斯再坚持一回 可下一秒 却被一炳利刃当场贯穿了胸膛 而后葬身在了怪物巢中 就连亚瑟也来到了生死存亡的最后时刻 此刻的他忽然想起 以往来自队友的嘲笑 就你这样还想成为一名雇佣兵吗 你甚至连剑都无法拿稳 他懂得了如何握剑的方法 与此同时 地旁的洛基朝着boss挥下重重一击 可随后他的长剑竟应声碎裂开来 因为boss恢复了物理进攻免疫的状态 第二队伍失去了女神雕像之后 女神的祝福也随之解除 此刻前方传来亚瑟阵亡的消息 而第三队伍的阵亡也意味着巨弩失去了作用 按照目前的情况来看 想要再次占领女神雕像 几乎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 就连洛基也对此束手无策 而他是否能够在这样的困境中 找到解决一切的办法呢 破防了 无敌的龙王再度被洛基打破防了 就在洛基思考突破的办法时 只见boss猛然对其发起了进攻 幸好洛基及时将其抵挡下来 与此同时 珍娜正询问着洛基接下来该怎么办 是否应该先夺回雕像 但却遭到了洛基的否定 随后他便示意贝尔基斯特 将手中的长剑扔给他 在接过长剑之后 只见洛基朝着伊尔尔卡示意 点燃这把长剑 你的火焰魔法应该能给武器进行祝福吧 当然 不过他需要使用念力尝试一番 下一秒 只见一股紫色火焰便将长剑瞬间包裹 虽然他成功地赋予了武器祝福 可效果实在太过微弱 不过他可以通过放大魔法来增强他的效果 但那需要一些时间 文此 洛基当即表示让尼丽莎与贝尔基斯特对他进行保护 而接下来 他将独自应对boss 伴随着伊尔尔卡开始吟唱魔法 洛基也朝着boss发起了进攻 只见其一个顺身躲避了敌人的进攻 下一秒 一道斩机瞬间打在了怪物的防护罩上 但却并未对他造成太大的伤害 原本洛基还想着能够扛到他因流血过多而亡 但按照目前的情况来看 显然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 如今他已经没有时间去制定详细的策略了 为此他使出了浑身解数 试图能够找到击杀boss的方法 就连贝尔基斯特都被洛基的干劲吓了一跳 即使是这种情况下 他都非常的沉着冷静 与此同时 只见洛基挥剑朝着boss的尾巴砍去 下一秒 他却睁大了双眼 因为他的进攻居然奏效 看起来对于伤口的打击是有效的 随后只见他朝着boss身下跑去 紧接着一道凌厉的斩机瞬间打在了他的胸口 就如同预期的那样 免疫信息并没有弹出 而他接下来要做的 就是在祝福消失之前 对boss造成大量的伤害 而在这时 龙王一记撞击便将洛基的盾牌瞬间打掉 而他也因此注意到了 正在凝聚魔力的伊尔卡 随即便朝他发射出了许多黑色灵片 但都被洛基挥剑抵挡下来 不过他也因此受到了不小的伤害 此刻只见他朝着珍娜适应 保护好伊尔卡并处理掉他的椅子 不要让他接近任何的东西 就在这时 只见boss当即便进入了狂暴状态 而洛基也选择了开启狂暴 下一秒 两股巨大的力量相互碰撞在了一起 随后boss举起尾巴朝着洛基扫去 洛基勉强抬剑将其抵挡 可随后长剑居然应声碎裂开来 来不及多想 只见洛基当即示意尼丽莎 将手中的长剑扔出 而在接过长剑的瞬间 洛基通过武器的接触 将祝福转移到了另一把剑上 随后便对boss挥出了无数斩击 但很快长剑便再次碎裂开来 眼瞅着boss即将朝着伊尔尔卡发起进攻时 洛基当即接过珍娜扔出的短剑 并迅速在boss身上打出了闪电五连击 然而如今的洛基早已历解 可如果他就此放弃的话 那么所有的人都会因他而死 就在这时 短剑的碎裂将他拉回了现实 而他迅速换上了自身携带的短剑 下一秒 一股蓝色火焰熊熊燃起 紧接着洛基朝着boss凌空跃起 该死的东西 快消失吧 攻略了攻略了 楼层20的巨龙boss终于被攻略了 就在洛基朝着巨龙挥出全力一击时 此刻前方传来提示 韩锡德技能无所畏惧 灵魂超越了自身的极限 狂暴技能连续提升两级 当前等级为6 伴随着一声怒吼传来 只见两道灵力的斩击瞬间落下 当场砍在了boss的驳梗之处 紧接着所有人纷纷对其发起了总攻 可不到片刻 boss身上的防御再度生效 该死 这下麻烦大了 与此同时 boss能然睁开双眼 下一秒 只见他开始了漫无目的的横冲直撞 来当他撞在巨墙之上 巨大的龙角竟硬声断裂开来 就在珍娜还在为洛基担心时 只见他再次站起身来 随后双手牢牢抓住boss的脖梗 伴随着他的猛然发力 脖子惨遭撕裂的boss当即仰天长笑起来 紧接着只听一声怒吼传来 下一秒 boss的脖子便被洛基给硬声扯下 与此同时 前方传来提示 成就完成 还掌握了屠龙技能 而此刻的洛基也陷入了虚脱状态 所有的状态属性下降90% 眼瞅着他即将从高空坠落时 珍娜的出现及时将他救下 就在这时 贝尔基斯特正焦急地提醒着他还没结束 随后boss身躯猛然朝着他们发起了进攻 该死 为什么这家伙还会动呢 就连两人也对此毫无办法 因为他们已经失去了祝福 而洛基则安慰着他们不用担心 因为伊尔尔卡已经完成了魔法吟唱 伴随着他高举双手 下一秒 只见一股凶猛的火焰喷射而出 不到片刻 巨大的火焰便将boss团团包围 这就是伊尔尔卡第四阶段的火焰魔法吗 紧接着只见他变化了手势 巨大的火焰当即便凝聚在了一起 而下一秒 一股惺惺之火从地底喷涌而出 强大的威力甚至惊呆了在场的众美 伴随着一声巨响传来 舞台结束 所有人的等级都得到了提升 并获得了以下道具 最佳MVP 谭 随后一道蓝光浮现 楼层二十攻略成功 玩家的新手身份得到了晋升 开放了低级地下副本 开放了探索副本 解锁了一项新的设施 注意 有位英雄正在等待晋升 唯度的裂缝得到了开放 而此刻的贝尔基斯特很是惊讶 因为他还是第一次遇见能与巨龙单挑的人类 随后只见洛基开始清点人员 第一队伍无人阵亡 第二队伍则剩下三位英雄 而伊迪斯很是自责 因为第二队伍没有履行好他们的责任 别再自责了 多亏了你们我们才能够活到现在 照顾好你的队伍 不要因为这件事而崩溃 虽然第三队伍全部阵亡 但总比团面要好上不少 而如今队伍人员分配上出现了很大的问题 不过目前最重要的是 大家需要好好休息一下 画面一转 只见玩家再次给洛基送来了战马雕像 虽然其实他并不太喜欢 另一边 回到房间里的伊迪斯长舒了一口气 这次又活着回来了呢 可依旧只有我一人 行动了行动了 尼夫海姆的那群英雄们终于开始行动了 面对他们发布论坛的招募信息 此刻的洛基表现得极为震惊 就在攻略完楼层二十之后不久 此刻珍娜正思考着要不要前往寄存处 但因为训练太累 所以他放弃了这个想法 由于上次那艰难的任务 导致许多英雄回到了女神的怀抱 第二队伍中的亚瑟从被召唤起 就是一名二星英雄 他是个热情的家伙 并且拥有极强的理解能力 所以伊迪斯对他很是喜欢 但这并不是说第三队伍和其他英雄不好 他们只是缺乏与BOSS作战的经验 他们的死亡正好反映出了团队合作的重要性 望着寄存处内陈列摆放的物品 此刻众人的心理五味杂陈 而这也给伊迪斯带来了无比巨大的心理负担 画面一转 玩家再次登陆了游戏 而他收到提示 如今那还能够晋升星级 但那需要终极晋升时来升级 注意 终极晋升时可以通过结合下级晋升时和下级零时来制作 随后玩家当即便建设出了一座转换室 紧接着只见转换时大门缓缓开启 转换功能已经开启 可以通过转换英雄获取各种材料 而转换是继合成之后 第二个让无用英雄发挥作用的方法 伴随着一道金光的浮现 转换成功 获得一颗下级零时 当合成的收益大大降低时 就会使用转换 刚才那种家伙甚至连合成的价值都没有 这可不是什么好兆头 伴随着玩家按下确定按钮 下一秒 只见终极晋升时便被制作了出来 随后伊塞尔兴高采烈的将晋升时带到了洛基面前 恭喜 现在的你是名三星英雄了 距离七星英雄还差升级四次 而洛基很是好奇 如今的他收集了多少干预点数 他想要与玩家再次取得联系 但伊塞尔支支吾吾的样子 让洛基一眼就看出 他绝对把干预点数用在了网上冲浪 不过好在他还剩下大概三十分钟的使用时间 所以洛基也就没再对他进行追究 那样就足够了 快去做好准备吧 紧接着洛基便来到了晋升室内 当他将晋升之时放在台上的那一瞬间 只见一阵耀眼的光芒直射而出 而等他回过神来 他才发现自己再次进入了那个世界 此刻伊旁哭泣的男孩吸引了他的住屋 但由于四周都进行了封锁 所以他也不能做出任何举动 然而伊旁哭泣的声音实在太过感染 于是洛基当即便踹翻了身旁的木板 该死 这家伙真是烦死人了 片刻之后 只见洛基成功晋升成为了三星英雄 等集合技能得到了提升 如今的他可以进行转职 望着熟睡中的伊塞尔 此刻的洛基毫不客气地将他叫醒 并示意他到房内进行详谈 与此同时 只见玩家再次召唤了许多英雄 看起来你明天可有的忙啊 画面一转 此刻的伊塞尔当即表明 自己网上冲浪其实是为了帮助洛基 而他收集到了两条重要的信息 第一则是 玩家已经加入了洛基的粉丝俱乐部 也就是说那家伙领悟到了洛基的伟大之处 那么第二个信息是什么呢 第二则是有关于尼弗海姆的信息 尼弗海姆开启了招募信息 招募条件为 等级二世和三星级以上 在第二服务器中即将转职的英雄 闻此 洛基连忙让其展示细节 下一秒 伊塞尔便将论坛中的招募信息展现了出来 而具体的信息则如下 洛基将会按照你的要求训练你的英雄 持续时间为十天 请在评论区留下你的坐标纬度和将要派遣的英雄 而伊塞尔很是不满 却表现得异常平静 看起来他们已经开始行动了 他本人身处在游戏世界 但发布招募的作者却是洛基 唯一能够做到这种事的 就只有尼弗海姆的英雄了 而洛基也没有想到 这些英雄们居然会干预用户的系统 看来他们拥有的权限比我想象中的要大 并且这种招募条件 就好像是为我而设定的一样 开启了 与外部相连的时空裂缝终于开启了 就在两人发现了这篇文章之后 此刻伊塞尔很是疑惑 因为真正的洛基就在这里 那么到底是谁上传的这尊文章吗 而洛基的心里已然有了答案 那便是排名第一的希里斯 和排名第二的尤尔内斯 不过这大概率是尤尔内斯所为 他们在文章中提及的服务 其实是接受申请者的申请 并对他们进行训练 让英雄们在最高级的设施下 受到教官们的指导 随后洛基当即便决定开始申请 既然玩家加入了洛基的粉丝俱乐部 那也就意味着他得知了洛基的真实身份 紧接着他便示意伊塞尔 他将要发送一封邮件 下一秒 只见虚拟电脑便瞬间出现在了他的面前 而此刻的洛基有些疑惑 为何玩家还没回复他上次发送的邮件 画面一转 伊迪斯刚刚走出寄存室 就被洛基一把喊住 片刻之后 回到客厅的两人便开始交谈起来 而洛基一眼就看出 这家伙最近的压力很大 虽然第二队伍的众人都变得更加努力训练 但一楼的那些家伙心态似乎发生了改变 自从第三队伍团灭之后 他们就改变了想要战斗的想法 而这是必然的结果 毕竟战斗职业的生存概率极低 再加上如今大厅里的人员分配非常不均 可想要解决这些问题 就必须拥有足够的训练和经验 当初第三队伍团灭的主要原因 是因为他们没有足够的战斗经验 而且由于没有再生之时 导致他们无法通过洛基等人的战斗回放来进行学习 再者训练中心的设施并不是很好 所以想要改变现状的前提 是基于玩家能够给到他们多少资源和设施 文词 伊迪斯当即沉默了许多 因为他认为洛基很了不起 什么事情都知道的一清二楚 并且非常的沉着冷静 战斗能力也很强 和他比起来自己简直就是微不足道 但洛基却是安慰着他不要胡思乱想 毕竟他之前就说过 这不是他一个人所能做到 随后他便向伊迪斯告知 他将会在一个月后离开这 所以在那期间 伊迪斯必须代替他完成他该做的事情 看起来你将要去完成更好的事 当然 这样他们就不会被别人拖累了 而伊迪斯很是好奇 洛基到底要去什么地方呢 前往另一个大厅 闻此 伊迪斯当即呆愣在了原地 而考虑到伊迪斯是除开洛基之外最重要的英雄 并且他拥有着不可或缺的领导能力 于是洛基便将一些有关的事情告知了他 片刻之后 只见伊迪斯对此感到非常震惊 这样的地方居然还有上一个吗 当然 也许现在已经更多了也说不定 不过他们可能只会遇到大约十个左梦 所以洛基是一期不用太过担心 那么之后就拜托你了 伊迪斯 而在通关楼层二十之后 如今的洛基获得了不屈和屠龙者 其中不屈能够延缓异常状态的出现 他是与狂暴最大的技能 而屠龙者则在对付龙族时有额外的加长 此刻洛基望着窗外的景色陷入了沉思 也许很快 他就会遇到自己亲手培养的那些英雄 画面一转 玩家刚一上线就开启了时空裂缝 当开启时空裂缝时 大厅的保护措施便会失效 届时将容易遭到其他玩家的入侵 伴随着玩家按下确定按理 下一秒 只见伊赛尔双手一挥 随后时空裂缝便缓缓开启 虽然打开时空裂缝并不是一件好事 但至少洛基能做更多的事 而时空裂缝的开启也就意味着 尼弗海姆接受了玩家的申请 不过伊赛尔很是好奇 洛基到底给玩家发了什么邮件 第一则是申请训练的资格 因为评论都是不公开显示的 所以洛基让玩家回复了一些 只有尼弗海姆的英雄才知道的信息 第二则是攻略 洛基将一些攻略发给了玩家 毕竟仅靠之前的攻略已经不够用了 目前大厅主要还是培养低等级英雄 因为低级英雄当中也还有许多有潜力的家伙 但想要让效率提高的话 就必须给低级英雄创造一套新的培训方式 至于最后一点 洛基则是告知玩家 不要完全依赖他的攻略 等后世的运作是要灵活变通的 总有一天 他会迎来独自做出决定的机会 伴随着一道蓝光的浮现 只见洛基缓缓朝着时空裂缝中走去 虽然裂缝的开启会让大厅遭到其他用户的入侵 但这也意味着 当他在尼弗海姆大厅进行训练时 这个大厅将会变得更强 开始了 属于他们的冒险开始了 就在即将前往尼弗海姆之前 此刻亚伦正与贝尔基斯特进行的训练 亚伦已经进步了不少 即使面对贝尔基斯特如此猛烈的攻势 他依旧能够从容应对 伴随着两人最后挥出一击 只见贝尔基斯特俯身躲过了这一枪 而亚伦则输在了这一招上 与此同时 洛基找到了亚伦 表示要与他交谈一番 画面一转 两人来到了房内 正巧伊奥尔卡刚刚输完了国际象棋 于是洛基是伊奥尔卡暂时离开这里 因为他有些事情要告诉亚伦和珍娜 就在他走后不久 洛基便开始进入了正体 亚伦 珍娜 你们收拾一下准备离开这里 经过片刻的解释之后 此刻的珍娜很是震惊 所以我们三个都要前往另一个大厅吗 洛基对此表示肯定 他们会在那个地方训练一个月左右 那将会是一次不错的经历 而亚伦则非常不解 难道没有比他更合适的人选吗 可是你不是说过你想要变强吗 随后洛基示意珍娜离开这里 他要与亚伦单独聊聊 就在珍娜走后不久 此刻亚伦着急的朝着洛基询问 难道就是你上次提过的那个地方吗 当然 他叫做尼弗海姆 一个月对他们来说完全足矣 但亚伦却有所不同 因为他有可能再也无法回到这里 毕竟那里十分的凶险 目前教官的位置还有所空缺 光靠笛卡根本无法解决所有的事情 亚伦 你并不一定非要选择成为一名战士 如今的你还有选择的余地 然而亚伦却坚决的表示自己一定要前往那里 的确 这才是洛基认可的亚伦 随后他示意亚伦退出伊迪斯的队伍 而亚伦将要面对长达一年的训练 不过这点时间仍旧无法改变他们的命运 但如果在命运齿轮的话 时间将会快上三倍左右 片刻之后 贝尔基斯特正抱怨着 为何他不能跟随洛基前往那个地方 闻此 另外两人也纷纷开始起祸 但洛基却表示以后会安排他们去的 不过在那之前 希望他们可以听从伊迪斯的指示 就在这时 贝尔基斯特却好奇地朝着洛基发问 你确定你真的会回来吗 你是否想过永远待在那里 虽然洛基的确有过这种想法 但他还是安慰着众人不用担心 他一定会回到这里的 画面一转 尼夫海姆的飞艇降落在了等候室内 在支付完参加训练的费用之后 此刻三人早已做好了充足的准备 没想到这么快他们就要走了 望着如此壮观的送行场面 洛基表示非常惊讶 就在这时 一旁的伊赛尔正哭哭啼啼地飞到洛基身旁 因为他听到了不好的传闻 洛基永远不会回到这里了 于是为了让他安心 洛基便和伊赛尔定下了约定 他一定会回来的 所以不要再哭哭啼啼了 伴随着一道蓝光的浮现 属于他们的冒险开始了 只是甩住一道锐利的眼神 却让在场众人感到无比震惊 甚至有人被此吓出了恐惧状态 而男人断定 他至少是等级70以上的高级教官 就在三人前往尼夫海姆之后 此刻珍娜表现的一脸震惊 因为这还是他第一次见到这么大的飞船 毕竟在他的印象中 飞船可是贵族才能使用的专属物品 随后在对三人的身份进行确认之后 他们终于登上了这艘飞船 与此同时 训练接待员李德尔当即接待了他们 接下来 他将带领众人前往尼夫海姆 而一旁的珍娜却很是担忧 我们真的会没事吗 洛基则对此做出回应 这里还有许多其他等候是过来的英雄 所以不要表现出一副完全没见过世面的样子 就在这时 前方传来提示 尼夫海姆飞艇 兰德零七即将起飞 下一秒 只见一道蓝光浮现 随后众人便飞出了1935次元 陶尼尔 紧接着朝着尼夫海姆的方向缓缓前进 此刻三人都对眼前的一切感到非常惊讶 但洛基却是叮嘱着两人 适当参观完之后再进来 他们还需要两天的时间才能抵达 望着如此高大的巨塔 以及身后那早已破败不堪的城市 难道这就是陶尼尔毁灭之后的样子吗 兰德零七号飞艇需要前往多个不同的次元 承载那些参加训练项目的英雄们 包括洛基等人一共有二十多人 其余人则搭乘不同的飞船 而在这时 珍娜却感到非常疑惑 他们所处的陶尼尔是一片荒废的土地 而其他等候式的场景却都各不相同 这又是为什么呢 不过就连洛基也对此毫不知情 就在这时 广播传来即将登陆尼夫海姆的消息 随后洛基当即示意珍娜将亚伦带到甲板上来 此刻接待员正示意众人不要四处张望 毕竟外面可是非常危险的 而下一秒 众人却表现得极为震惊 因为一艘巨大的飞艇赫然出现在他们上空 这是西格德里帕01 能够搭载37架战斗飞艇的巨大飞船 至于周围的则是负责护卫的飞艇 伴随着飞艇的急速前进 不到片刻 众人便抵达了尼夫海姆的港口 随后尼夫海姆的全貌便展现在了他们面前 就在兰德零七安全着陆之后 此刻亚伦对于眼前的一切感到非常惊讶 就连珍娜也没有想过 这里居然会有这么多人 与此同时 前方一道声音喊住了他们 他是负责第七七学员的高级教官 埃尔德金布拉 而洛基对他非常的熟悉 不过就是他似乎和插图上不太一样 随后教官示意重任 按顺序进入电梯 而一旁的胖子只是质疑了他一举 就遭到了教官的一顿毒打 速度之快 就连洛基都没能看清他的动作 毕竟只有等级达到七十才有资格成为高级教官 就算是在场所有人同时向他发起进攻 也没有任何胜算 片刻之后 众人乘坐着电梯来到了尼弗海姆二楼的训练场内 而众人则感到无比震惊 因为这是他们见过最大的训练场了 随后教官示意众人排好队伍 毕竟所长即将到来 而一旁的武士却对此非常不满 只见一股无形之力笼罩在他四周 强大的威压瞬间让他进入了恐惧状态 而参加训练的大多数都是队长级别的英雄 所以使用力量控制他们是最好的办法 如果你在这里表现得非常傲慢的话 就会被真正的强者碾压 只是进行了训练前的技能测试 却让所有教官感到无比震惊 望着一排排熟练度极高的技能 这家伙真的是一星英雄吗 就在众人等待所长到来期间 此刻黄毛朝着教官发出了提问 按照你们的方式训练真的能够变强吗 教官们则对此做出回应 如果你们按照我们所说的去做 那么是绝对不会后悔的 与此同时 只见一道人影缓缓出现在众人面前 而他便是负责这次训练的所长 埃克利帕尔迪萨 随后他便朝着众人表示 他并不会强迫众人进行训练 如果不能适应的家伙随时可以离开这里 毕竟来者是客 就像曾经的他一样 而在这时 他忽然朝着一名男子发问 你的领地上拥有多少飞船 男子对此表示只有两艘 那可真是太少了 要知道尼弗海姆拥有整整427艘飞船 大概相差了210倍左右 如果要详细比较站立的话 我们的站立是他们的3000多倍 而你们之所以能够来到这里 是因为主人对你们充满着期望 那么你们知道如何回应主人吗 你们的主人是否值得你活出信命 我是指你们的主人能否与洛基相比 结束完训练之后 将会有怎样的命运等待着你们 此刻埃克利阐述了自己的观点 大部分人都将会毫无意义地死去 但这里却有所不同 只要你证明了自己的价值 你就能够得到相应的回报 你们将有机会成为尼弗海姆中的一员 这次召集训练的目的有两个 其一是为了获得大量的抽奖宝石 其二便是为了引进更多的人才 无论是哪个地方的人类 主人都会无条件接受 毕竟他曾经就是尼弗海姆的敌人 但现在他却待在了这里 埃克利本不是尼弗海姆出生 当初洛基攻略楼层巴士失败时 损失了大量的战力 而他便是趁机入侵尼弗海姆之一的英雄 原本希里斯提议将其处决 但由于人手不足 于是洛基便将其留了下来 而此刻的真娜完全不懂他在说些什么 洛基则对此做出解释 他的意思便是将前三名归为尼弗海姆所有 也就是说 你的等候是将会变更为尼弗海姆 参加训练的人都是每个主人非常看好的英雄 训练中脱颖而出的英雄们 将会成为尼弗海姆中的一员 届时他们便会与原先的主人进行交谈 价格在1500到5000个宝石不等 价格非常的丰厚 所以基本上每个主人都会接受 而这也正是伊塞尔所担心的 随后所长正式宣布 接下来将开始进行人员分配 按照战士和盗贼两个职业进行划分 洛基和亚伦选择了成为战士 而珍娜则选择成为一名盗贼 随后他们各自前往下一轮进行分配 画面一转 此刻教官朝着众人宣布 接下来 他们将开始进行测试 按照当前的技能水平 学员们将被划分为四个等级 下级 中级 上级 最高级 按照不同等级的划分提供相应的训练 而等级二十的亚伦 由于枪数没有提升到四级 所以被划分为了下级 此刻终于轮到了洛基进行测试 而这时的两人却感到无比震惊 望着一排排熟练度极高的技能 这家伙真的是一星英雄吗 随后教官示意洛基 在这里稍等片刻 少将将会亲自和他交谈 而此刻的洛基忽然响起 曾经的布拉格也是一名一星英雄 当初参加战斗时 他也表现得非常慌张 这是多么奇怪的感觉啊 自己培养的英雄们正活生生地站在面前 就在这时 只见埃克利正朝着洛基缓缓走来 你就是韩伊斯拉特吗 而洛基则是立刻进入了作战准备 看你的样子并不是来和我交谈的对吧 就在这时 只见一柄利刃早已架在了洛基脖梗之处 我猜你是来审问我的对吧 当然 他对此表示肯定 虽然当前的洛基非常优秀 但面对他还是没有任何生存 而他很是好奇 为何男人会在论坛上回复洛基早已失踪的消息 你到底是从何得知的 而你的真实身份又是什么 这可真是太有趣了 想知道我是谁吗 此刻只见他开口喃喃道 快出来吧 下一秒 一道龙卷进凭空出现 我猜你在尼弗海姆应该无处不在吧 尤尔内斯 此刻只见他缓缓朝着洛基跪下 尤尔内斯 向主人问候 只是通过了最简单的技能测试 却让六星英雄心甘情愿地臣服于他 甚至下的所长当即便要自问谢罪 因为他的真实身份 正是整个尼弗海姆的主人 洛基 就在尤尔内斯认出洛基之后 此刻在陶尼尔大厅内 新召唤的英雄吉尔伯特前来报道 而教练笛卡则非常热心地接待了他 他曾从其他人身上了解到 如果不能尽快适应这个世界就会死在这里 但他看着如此瘦小的笛卡 他很难相信笛卡有能力教好他们 于是便在手上猛然发力 此刻只见笛卡神色异景 我应该提醒你一句 我来到这里的时间比你们要走 这个世界的规则 和你们来时相处的世界有所不同 如果你努力训练的话 总有一天一定会超越我们 随后只见笛卡猛然发力 但如果你们不这么做的话 你就一定会面临死亡的局面 就在这时 地旁的伊迪斯找到了笛卡 而他这次前来 是想要为队伍物色几个合适的人才 毕竟亚伦走后 队伍的位置一下子空出了三个 于是笛卡便向伊迪斯介绍了几个人选 罗德瑞克拥有极强的责任感 他应该会跟你很搭 阿南总是充满着活力和斗志 所以他也适合带领队伍 他们能够根据队伍的变化 来调整自己的能力 班尼克和利利尼泽跟阿南很搭 毕竟他们总是待在一起训练 这三人不禁让笛卡回想起了曾经 着实令人有些羡慕 而就在这时 身后突然传来一道紫色光芒 难道主人又再次召唤了吗 可二楼的大门并不是传唤所才对 此刻贝尔基斯特则感到一阵兴奋 毕竟他很久没有遇到强大的对手了 但随着大门的缓缓打开 只见几道人影赫然出现在众人眼前 另一边 面对尤尔内斯突如其来的问候 此刻洛基表现得非常平静 你出来的时间有点晚了吧 的确 尤尔内斯当即便为此表示了道歉 而一旁的埃克利则感到无比震惊 因为眼前之人正是他们的主人 洛基 此刻只见尤尔内斯微笑着朝他说道 这位就是我们的主人洛基 所以你应该如何偿还伤害主人的罪行 闻此 埃克利当即便将常见对准了自己 随后便要以死谢罪 但洛基却是制止了他的行为 毕竟不知者无罪 此刻尤尔内斯表示要换个地方与洛基进行详谈 伴随着他详旨一达 只见两人便瞬间出现在了一处花园 望着如此熟悉的场景 洛基一眼就认出 这是尼弗海姆中第13层的区域 随后洛基提出了自己的疑问 你是如何知道我的真实身份的 而他则对此作出回应 洛基消失三个月 是只有12层以上人员才能知道的绝密事件 并且消息没有被泄露出去 所以如果其他领域的人知道此事 那他一定就是洛基本人了 仅凭这一点还不够 当他知道洛基消失时 他就断定主人一定进入了莫比乌斯 目前为止知道洛基身份的 只有埃克利 尤尔内斯 以及他的秘书尼斯莱德 随后只见他朝着洛基询问 是否想要见见其他的英雄 目前只有他和利迪吉恩待在这里 尼哈库和穆登尼克德克则正在执行任务 难道希里斯也不在这里吗 的确 尤尔内斯对此表示肯定 这就有些罕见了 随后洛基朝着尤尔内斯发问 难道你们不会恨我吗 你是只将我们当成棋子吗 当然 他们没有这种想法 毕竟是洛基给了他们第二次生命 总是依靠智慧带领着他们走向圣母 如果没有洛基 尼弗海姆也许早就不复存在了 所以他们总是对洛基心存感激 此刻尤尔内斯示意洛基可以早些休息 为此他给洛基准备了一栋别墅 但却遭到了洛基的拒绝 毕竟如今的他已经不再是他们的主人了 随后无论他提出了何种诱人的条件 洛基依旧保持着拒绝的态度 最终尤尔内斯无奈答应了洛基的要求 此刻洛基示意他打开一扇传送门 将他传送回去 不过尽量不要太引人瞩目 尤尔内斯 即使没有我你做的也很好 而他很是好奇 难道如今的他还将他视为主人吗 当然 他对此给予了肯定的答复 到底在哪里 尤尔内斯 看起来利迪吉恩已经注意到了这里 他可是最想见到洛基的人 请尽快离开这里吧 虽然他平时非常的冷静 但兴奋起来可是会没完没了 伴随着洛基缓缓穿过传送大门 只见他瞬间便回到了楼层二里 如果你需要寻找同伴的话 他们就在那边 而洛基很是疑惑 这家伙为何会跟着我来 当然是为了保护主人的安全 而此刻的洛基只有一个想法 那便是回家 管着整个尼夫海姆的六星英雄 却心甘情愿地对一星英雄表示服从 不仅为他准备了王的城堡 甚至当场交出了所有的权限 为了禁止是让他留在这里 而洛基对此又会做出怎样的选择了 就在洛基回到楼层二之后 此刻他正躺在床上陷入了沉思 因为尤尔内斯将一切都打理得十分妥当 而洛基所住的地方 便是学员宿舍五楼 这原本是分配给教官的楼层 但由于分配给洛基的四楼突然发生了火灾 于是他便被迫搬到了这里 此刻穿上背带裤的洛基很是帅气 与此同时 一旁的尼斯莱德朝着洛基询问 如果再次感到不变的话 您可以前往楼层十三居住 但却遭到了洛基的拒绝 不过你应该没有向别人透露我的身份吧 当然 他对此表示肯定 随后洛基便转身离开了这里 画面一转 珍娜和亚伦朝着洛基打起了招 珍娜表示这里的设施非常不错 所以他睡得很好 不过亚伦的状态似乎并不太好 而珍娜从别人口中了解到 尼弗海姆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打听 并且似乎从未尝过败记 大家都认为他是无敌的 的确 亚伦打听到的也都是这些 未尝败记嘛 那应该指的是玩家与玩家之间的战斗吧 这里对他们而言是非常不错的地方 不用担心被合成 并且所有人都不会在意英雄的出生 此刻洛基朝着两人询问 你们都想成为优秀的人才吗 但他们却对此表示拒绝 毕竟大家都在陶尼尔等着他们 而洛基深知 当他们成为优秀的人才时 英雄的去留只能由玩家来决定 他们并没有选择的权利 片刻之后 教官埃尔德开始了教学 众所周知 这个世界和现实的规则是完全不同的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在此生存下去吧 答案便是信息 什么是属性 什么是技能 在不同类型的任务中 我们应该如何最有效的将其攻略 敌人的类型以及他们所采取的阵性 你是否有去认真思考 此刻真耐知感觉这些东西在哪听过 而这是必然的结果 因为洛基曾经亲自向他解释过 随后只见教官拿出一盘国际象棋 我们需要意识到 自己只不过是主人的棋子儿 英雄生来就是主人的玩具 如果你无法意识到这一点 那么你将无法生存下去 画面一转 此刻的洛基仍旧非常不解 为何尤尔内斯会知道他来到了莫比乌斯 而他则对此做出解释 他曾说过玩家和英雄之间有着深刻的联系 由于存在干涉力 当英雄变得更加强大时 那么与主人的联系就会变得越紧密 所以当洛基来到莫比乌斯时 他们五人第一时间就察觉出来了 不过这种法则只适用于13层人员吗 他对此表示否定 尤尔内斯和埃克利 虽然两者都是六星英雄 但他们的战斗能力存在天壤之别 即便是100位英雄中的95名 朝着这五名英雄发起进攻 他们也不会赢得胜利 而这都多亏了洛基对他们倾注了不少心血 所以这种事情才有可能发生 伴随着尤尔内斯抬手一挥 只见无数窗口瞬间展现在他面前 而洛基却对此感到无比震惊 因为他居然能够操控系统 看起来你们并不是普通的英雄 如果真要进行分类的话 他们更像是6.5星级英雄 虽然他们身处在莫比乌斯 但在地球上也有他们的容身之所 就连洛基也没有想到 英雄居然可以强大到如此地步 而他很是不解 为何自己会来到莫比乌斯的原因 此刻尤尔内斯对此做出解释 英雄与玩家之间的联系越紧密 那就代表着玩家越接近英雄 也许这就是为何洛基会出现在莫比乌斯的原因 那么7星级英雄和一般英雄有何区别呢 他们超越了系统的数 一半是玩家 一半是英雄 当初游戏出现故障时 尤尔内斯曾与一位7星英雄较量过 他的等级是315 虽然他设法将其击退 但这却让尤尔内斯感到无比震惊 毕竟系统最高等级只有99 而他深知 洛基目前并没有失去主人的权限 如果是他的话 即使没有天宫之书也能达到7星级别的存在 不过目前的洛基对此并没有任何想法 随后他朝着尤尔内斯发问 希里斯应该不是去找我了吧 当然 他对此表示肯定 因为希里斯是去调查某件事了 那么等候室内的精灵去哪了 尤尔内斯并未对此做出解释 只是表示如今的他接替了精灵的位置 而洛基很是好奇 尼弗海姆还能坚持多久 你是指六个月后会被强制删除吗 随后尤尔内斯表示这根本无需担心 因为尼弗海姆的干涉力远比其他地区要多 以目前的干涉力来看 尼弗海姆至少还可以坚持十年左右 至此 洛基心中的疑惑终于全部解开 随后他便施法将洛基带到了一处地方 这是他们专门为洛基准备的城堡 画上则是他们挑战楼层80的一幕 这是他们记忆中最深刻的经历 当他得知洛基来到莫比乌斯时 他感到非常高兴 因为终于能够见到洛基了 而他认为 洛基是时候该坐上属于他的位置了 主人 洛基成为了一名英雄 但在尤尔内斯的帮助下 他依旧可以成为主人 此刻只见尤尔内斯缓缓跪下 他愿意将所有的权限交给洛基 至于陶尼尔则完全不用担心 只需要和他们建立同盟 就能在没有洛基的情况下变得更加强大 主人 我们需要你 此刻前方传来提示 尤尔内斯正在移交所有权限 是否接受 只是站在了训练场上 却让六星英雄心甘情愿地臣服于他 既然主人将我变得如此强大 那么我也会让主人变得更强 就在尤尔内斯交出所有的权限之后 此刻洛基平淡地表示 我已经不再是主人了 尽管他表示会全力帮助洛基 但他还是选择了拒绝 并不是他不满意尼弗海姆或是这些英雄们 而是目前的他 心态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再者他已经决定要回到陶尼尔了 闻此 尤尔内斯最终还是选择了妥协 不过这并不代表着他放弃了 而他很是好奇 如果最终洛基无法回到地球该怎么办 经过一番沉思之后 洛基给出了回应 到那时 我会按照你们所想的去做 随后只见尤尔内斯当即发动了魔法 下一秒 另一个洛基赫然出现在他面前 而他认为 主人没必要浪费时间去学习 这个人偶将会代替你去上课 既然已经决定要回去了 那么至少应该充分利用这里的时间才对 随后洛基便默认了这种做法 另一边 此刻的亚伦正进入了梦境 在梦中 大家正经历着殊死一战 所有人都期待着亚伦 伴随着他的猛然发力 亚伦的所有属性值瞬间提高了百分之一千 在他的不懈努力下 不到片刻 敌人便被消灭得一干二净 但最终洛基还是死在了他的面前 就在他无比悲伤之际 下一秒 他猛然从梦中惊醒 居然是一场梦吗 画面一转 在课堂之上 珍娜正呼呼大睡起来 而望着身旁的洛基 此刻的亚伦似乎显得心事重重 另一边 洛基在尼斯莱德的带领下来到了一处电梯 这是高层人员专用的电梯 他一直延伸到尤尔内斯的花园 片刻之后 洛基通过电梯来到了尤尔内斯的花园 而他一见面就提出了一个建议 不如赠送陶尼尔一百万颗宝石如何 但却遭到了洛基的拒绝 并且示意他不要做出任何干涉陶尼尔的行为 此刻尤尔内斯感到无比失落 不过还是有些事需要你帮忙的 闻此尤尔内斯当即感到无比兴奋 那么应该如何帮助你呢 能不能离我远一点 我心里负担很重 画面一转 洛基来到了一处岩石地区 这是比钢铁还要坚硬数倍的黑体 望着黑铁上布满的剑痕 能够做到这种事的也就只有那个家伙 天剑 克劳索拉斯的主人 尼弗海姆中排名第三的英雄 利迪吉恩 他从出生起就是名二星英雄 但他的天赋是所有英雄都无可比拟的 如今最完美的剑客就站在洛基面前 此刻只见他缓缓朝着洛基跪下 就像主人让我变强那样 我也会把主人变得更强 宁是等级九十九级的六星英雄 可他却只有初十一星英雄的属性数值 这可把洛基吓了一跳 难道他就是以这种属性斩断黑铁的吗 就在利迪吉恩朝着洛基跪下之后 此刻的他很是诧异 因为他居然感觉不到利迪吉恩的存在 也许这就是沉浸技能最终进化的效果吧 更重要的是 如今的他已经达到了人间合一的境界 而洛基很是好奇 难道你还像以前那样训练吗 也许你可以利用 有尔内斯给予的权限查看一份 下一秒 只见利迪吉恩的属性窗口便浮现在他面前 他拥有着一星英雄该有的属性 难道他就是靠着这点属性斩断黑铁的吗 此刻的洛基感到无比兴奋 不如我们开始进行训练吧 下一秒 洛基当即便进入了狂暴状态 随后只见他猛然朝着利迪吉恩发起了突击 但却被其轻松抵挡下来 无论男人以何种方式进攻 最终都无法突破他的防御 甚至连位置都未曾移动半分 而此刻的洛基很是震惊 明明自己的属性只要高于他 可为何他依旧能够跟上自己的节奏 与此同时 只见一道斩鸡划过 当场便将男人的盾牌瞬间斩断 而等他回过神来 利迪吉恩的长剑早已架在了洛基的脖梗之处 此刻只见他缓缓朝着洛基跪下 请原谅我对你挥剑的无理行为 不过洛基却是示意他不用太过拘束 而洛基认为自己跟他完全不是一个级别 但他却对此表示否定 如果在等级一致的情况下 也许他就不会是洛基的对手了 此刻只见洛基朝他说道 你是我手底下最有才华的英雄了 当他还是七级时 他的下级剑术早已达到了十级 虽然他很荣幸能够受到洛基如此之高的评价 但他认为最有才华的英雄应该是西里斯才的 洛基对此并不否认 利迪吉恩也只不过是综合方面稍训于西里斯 其实他们五人的实力相差并不太远 而且战斗中随时都会出现变数 所以谁都可能成为最强的英雄 那么接下来 我要战斗到满意为止 另一边 珍娜向亚伦提出了心中的疑惑 难道你不觉得韩最近变得奇怪了许多吗 除了变得爱打架了 亚伦并未发现有何明显的变化 但珍娜却总感觉哪里不太对劲 画面一转 此刻的洛基正和利迪吉恩进行着对练 而他注意到 利迪吉恩似乎改变了自己的建设 客观的来说 目前的洛基非常的强大 他自身拥有的狂暴和沉着 以及不屈不挠等技能拥有很高的评价 如果他是主人 他愿意支付5000颗以上的宝石将其买下 而利迪吉恩的价值则已经不能用宝石来衡量了 待在桃尼尔中的洛基从未尝过败迹 无论是贝尔基斯特 亚伦 珍娜 利迪斯以及罗德里克这些英雄 没有任何一位英雄可以如此完美地打败洛基 他一直都与弱小的对象进行战斗 但现在有所不同了 因为站在他面前的 是一个真正的怪物 此刻利迪吉恩正鼓励着洛基 虽然训练时间不长 但你已经成长了许多 按照这么发展下去 你将会很快掌握终极剑术 既展示强剑之后 这次是柔剑吗 看起来属性数值并不影响你的操作 那么这次你将会展示什么技术呢 你试试便知道了 此刻接过常见的洛基顺势朝着利迪吉恩砍去 尽管他的数值总和只有40 但洛基却无法伤其分毫 随后利迪吉恩开口解释 并不是拥有强大的力量 剑术就会变得越强 数值并不代表一切 伴随着洛基挥下重重的一击 此刻洛基好奇地朝他询问 我这一剑蕴含了多少力量 大概是你力量数值的八分之一 那你呢 大概是自身力量的三倍左右 就如同洛基预想中的那样 利迪吉恩果然很强 我很荣幸能够受到你的评价 竟禁与狂暴本该是无法共存的技能 可他们却同时出现在了男人身上 但这也间接地让他成为了一名全能型英雄 而利迪吉恩断定 洛基拥有成为七星英雄的潜力 因为他的身上有着独特的体质 就在洛基与利迪吉恩对练期间 另一边 埃克利多次前来拜访洛基 但都没有得到任何回应 而他不过是想为自己粗鲁的行为 对主人表示道歉 画面一转 此刻利迪吉恩开口喃喃道 按照目前的情况来看 不出一年时间 主人一定会比现在更强 毕竟洛基的战斗风格与他大不相同 拥有着优秀的剑术以及各种技能 其实洛基更接近于西里斯的存在 是可以应对各种突发状况的全面型英雄 即使翻遍整个莫比乌斯 也很难找到能与洛基对抗的三星级英雄 如果他以这个速度继续成长下去的话 就一定会成为最强的存在 但洛基却认为这并没那么容易 因为利迪吉恩是实力最接近西里斯的英雄 如果对手是人类的话 他有着绝对的把握赢得胜亡 所以洛基认为想要战胜利迪吉恩是无比困难 不过他却持有不同的观点 毕竟洛基能够在保持冷静的情况下使用狂暴 这是主人最大的优势 冷静与狂暴本该是无法共存的技能 但他却同时出现在了主人身上 这很明显已经突破了窗口的限制 而利迪吉恩猜测 目前的主人更接近七星英雄 虽然他们的等级超过了100 但技能上和主人类似 他们都拥有着无法共存的技能 如果他们的技能槽没有任何限制的话 那将成为毁掉平衡的存在 而他经过调查发现 七星级英雄还有一个特征 他的合成效率非常之高 通常来说 在合成的过程中会损失9成以上的信息 如果合成的棋子拥有一百点力量 那么合成的目标只能够获得10点力量 而洛基很是好奇 难道七星级英雄就不一样了吗 此刻只见他开口喃喃道 我注意到主人的剑术是经过正规训练的 但待在地球的主人应该从未接受过剑术训练才 可你的剑术上却有士兵的特征 难道是那位四星级英雄谢拉吗 也就是说我现在拥有的天赋 都是因为和高级英雄进行了合成吗 利迪吉恩对此表示否定 合成的确会带来些许影响 但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大 而他观察到 那位英雄的剑术至少是终极以上 不过现在的你能够使用他的剑术吗 这得试一试才知道 此刻洛基当即便陷入了回忆之中 就在这时 一股蓝色火焰正熊熊燃起 下一秒 只见洛基猛然睁开双眼 随后一道人影快速朝着利迪吉恩袭去 盘下级剑术提升至9级 此刻洛基猛然挥出一剑 却被利迪吉恩瞬间抵挡下来 这次的进攻非常不错 不过他还是提醒着洛基 合成效率过高并不是一件好事 因为那些家伙的信息 很容易与自身的混淆在一起 如果过度合成的话 洛基很容易会迷失自我 文词 洛基当即表示以后要谨慎一点 毕竟他还想着将来能够达到人间合一的境界 与此同时 女仆为两人准备了午餐 于是洛基便提一边吃边聊 另一边 在陶尼尔中 一支小队经过奋战终于通过了楼层18 此刻他们正相互鼓励着对方 希望有朝一日 他们可以像第三队伍那样去往第二楼层居住 与此同时 伊迪斯正在不远处注视着这一切 破了突破了 洛基的下级剑术终于突破到了十级 而接下来他要做的 便是将下级剑术进化为终极 就在伊迪斯注视许久之后 此刻他们正在对决房内训练起来 即使面对三人的围攻 伊迪斯也丝毫不落下风 与此同时 一旁的罗德里克挥动着长矛 顺势朝着面前的两人攻去 就在弓箭手正对此一脸不知所措施 下一秒 伊迪斯早已顺身来到他的身后 我早就对你说过 这是一场赌上性命的战斗 不要因为是五对二的局面 你们就选择放松警惕 如果这是真正的战斗 你们早就葬身于此了 随后他们便再次展开了战斗 虽然这次比上次进步了许多 但他们仍旧不是两人的对手 毕竟在面对的敌人是人类时 他们还是会有些犹豫 不过伊迪斯还是挑选出了 三位成为第二队伍的成员 画面一转 伊迪斯首先邀请三人饱餐了一顿 随后便说出了自己的目的 从现在起 你们三位都是第二队伍中的成员了 然而却有人欢喜有人忧 女人担心二楼的任务将会更加危险 毕竟她曾听说迪兰就是因此而死的 并且她的性格非常胆小 也许她根本就不适合加入第二队伍 那么你就选择留在一楼吧 不过即使待在一楼 也仍旧无法逃过死亡的局面 你也许会被独自派往更高的楼层进行探查 也许会被作为合成对象 自从第三队伍成立以来 等候室内的氛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如今他们已经突破了楼层十四 用不了多久 他们就会抵达你们所在的楼层十八 到那时你们想要进入二楼的机会就更少了 为此她希望众人能够好好考虑一下 片刻之后 队伍中的罗莎对于这种结果很是不满 不过莱曼倒是对于三人表达了真诚的祝福 画面一转伴随着合成之所的缓缓打开 只见英雄们当场便被转换成了三颗下级灵魂石 随后通过材料合成了三颗终极晋升石 紧接着玩家将石头分别给予了以下三人 安南 贝尼克 莉莉尼 此刻三人都成为了三星级别的英雄 另一边 笛卡在与吉尔伯特对练期间被打成了重伤 看起来如今的我已经变得比你更强了 这是不是代表着我成为了二楼候选者 当然 也许玩家会将你分到第四或者第五队伍 此刻吉尔伯特望着一旁的二楼 露出了一脸坏笑的神情 画面一转 此刻的洛基正与力敌吉恩进行着队练 当技能达到实际时 洛基必须划分自身的技能 如果把下级剑术比作一场训练 那么终极剑术就可以看作是一场实战 从终极开始就变成了一场战术之战 你需要在保护自己领地的情况下 进攻别人的领地 而这就是终极剑术的本质 你所使用的剑术类型 不过是进攻敌人的一种手段 如今主人已经为自己建立了一片领地 但目前还并不完整 你必须建造坚固的城墙 这样一来 任何进入领地的敌人都无法存活下来 下一秒 在无数道斩击之下洛基突破了自身 下级剑术提升到了十级 如今他的剑术已经达到满级 满足特殊条件之后技能可以得到进化 与此同时 面对洛基猛然挥出一剑 此刻的力敌吉恩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随后他便抬手挡住了洛基的进攻 紧接着一道剑气划过 当场便将洛基身后的黑铁瞬间斩断 此刻只见他开口喃喃道 当主人的剑术达到顶峰时 即使不触碰到敌人 你也能够将其击杀 不过洛基深知 这并没有那么容易 随后洛基与尤尔内斯进行了交谈 最近离开的太久了 不知道培训进展的如何 紧接着便示意他在明晚 打开木登尼克德克所在之处的次元之门 你是指0584次元吗 洛基对此表示肯定 因为是时候该派他过去吗 一致的努力在天赋面前 真就不值一提吗 同样是一新英雄出生 珍娜在同等级英雄里 已经是无人能敌的存在 可亚伦却仍旧表现得非常差劲 就在洛基结束完训练之后 此刻尼斯莱德正为他整理着房间 而他注意到待在一旁的幻影 于是便示意让尤尔内斯将其解除 因为上午他有些事情需要亲自交代 画面一转 门外的两人早已等候多时 而珍娜注意到 洛基今天似乎有些不太一样 虽然不清楚到底是哪一方面 不过他认为自己的直觉不会出头 看起来这家伙的眼神非常尖锐 此刻的珍娜早已厌倦了课堂的枯燥 可令他感到神奇的是 那些课程都是洛基提到过的 与此同时 洛基朝着亚伦示意 今天上完课后到后花园来一趟 片刻之后 众人便开始了实战演练 今天考验的内容则是合作 而洛基注意到 珍娜的成长速度在一新英雄当中是非常出众 他拥有各种各样的技能 能够让他在战斗中变得十分灵活 在同等级英雄当中 他已无人能敌 即使队伍中只有他一人 他也能够独自战胜其他队伍 相较之下 亚伦则表现得非常逊色 画面一转 在洛基的带领下 亚伦来到了一处传送门前 穿过大门 他们来到了空中花园 此刻只见尼斯莱德缓缓说道 这是尼弗海姆第13层的空中花园 而亚伦则感到非常震惊 因为他知道13层居住着尼弗海姆中最强的英雄 与此同时 尼尔内斯缓缓出现在他眼前 很高兴见到你 我叫做尼尔内斯 是主人的左膀右臂 此刻洛基朝他询问 目灯所在的次元之门打开了吗 当然 他对此表示肯定 而这时的亚伦还没搞清楚眼前到底是怎么回事 只见洛基朝他说道 你不是说想要变强吗 我想要满足你的愿望 当然 如果你拒绝的话也没什么 你可以将在这里所学的一切带回陶尼尔 然后成为一名教官 那斯建议 亚伦选择后者会比较土 毕竟他见过太多试图用努力来弥补天赋的人 但最后他们都会遇到一堵无法超越的剧桥 不过凡事都有例外 有个天赋还不如你的家伙 却和他们达到了同样的高度 无论是谁训练他 他都没有任何进步 那他是如何变强的呢 你亲自去看看就知道了 随后他便打开了通往0584次元的大门 鲁南 两年前举办世界团队比赛的地方 如今木灯就居住在那 不过那个维度会持续吞噬生命 当初有许多希望得到木灯指导的家伙去往那里 但最终全都死在了那个维度 那里的存活率不到3% 所以如果你爱惜自己的生命就不要去往那里 可是如果我能存活下来的话 我就能够变得更强对吧 那么我会选择进去 我并不打算送死 我只想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请记住鲁南的时间流逝和这里是不同的 在经过一番沉思之后 亚伦毅然决然地踏进了次元之门 而洛基则向尤尔内斯发出了提问 你认为他能够活下来吗 概率很低 如果他回来的话 马上把他送回陶尼尔 万一他再也回不来了吗 此刻洛基陷入了沉思 随后开口缓缓说道 这是亚伦自己选择的道路 画面一转 在利敌吉恩的训练下 洛基取得了很大的进步 虽然等级方面没有任何改变 但却收获了不少技能 下级剑盾术升级为了终极剑术一级 而盾术则被分离开来 他的冷静 狂暴 误区不挠等技能得到了很大的提升 更重要的是 洛基转职成为了一名战士 从而获得了提升技能的资格 珍娜也成功转职为了一名盗贼 由于37连胜的战绩 他被免去了集体训练 如今的他正尝试将弱点感知和快速射击结合起来 他将在排名第13的列克斯身上学习更多的东西 另一边 尤尔内斯交给洛基一枚戒指 这枚戒指证明了洛基就是主人的身份 同时还有一个功能 无论何时何地 洛基都能够与他们互相进行交流 而且还能够操控状态窗口或者系统日志 不过陶尼尔的主人要是登上50层之后 该效果就会失效 在了解完一切之后 洛基正准备回到陶尼尔 然而尤尔内斯却表现得一脸不舍 于是洛基便答应他 再回到地球前还会回到这里一趟 而在这时 洛基忽然想起一件重要的事情 随后他便示意尤尔内斯打开武器仓库 他要拿走尼弗海姆的武器 GS级装备在仓库里摆放整整500多年 所有人都知道他们极其的珍贵 可男人却当场将其扔进了熔炉之中 因为只有他知道 通过限级高等级的装备 才能解锁传说中的隐藏等级 就在洛基决定拿走尼弗海姆的武器之后 此刻尤尔内斯将他带到了仓库 望着一排排整齐摆放的武器 这时的洛基拿起了一把顶级钢剑进行观察 但尤尔内斯却认为这种低级武器配不上主 于是便将他带到了存放特殊武器的地方 这里存放的都是S级别以上的武器 是洛基亲自制作的真正宝物 伴随着大门的缓缓打开 只见132把珍贵武器赫然摆放在他眼前 随后尤尔内斯便为洛基推荐起了武器 无忌生能够无视防御对目标造成伤害 是攻略巨塔非常有用的武器 而洛基忽然想起了楼层20的黑龙 如果当时拥有这把武器的话 那么就能够无视他的防御了 但他效果的使用方式非常有限 所以洛基想要一把比这更加好用的武器 那么这把如何 巴里斯能够无视目标所有的物理防御 但由于其强大的物理穿透功能 导致使用者也无法进行物理防御 并且他无法对魔法防御造成伤害 所以最终洛基也没有选择这把武器 那么这把长矛怎样 即使不会枪术也能使用它 他拥有的强大威力能够瞬间击杀数十名敌人 只要洛基愿意 这里所有的武器他都能够带走 毕竟这些都是洛基亲手制作的 不过洛基却对此有着不同的观点 因为没有他们这些英雄的帮助 洛基顶多只能制造出B级装备 再者这些武器应该都有英雄在使用 所以他不会随便将其带走 看起来这里的装备还远远达不到主人的标准 在思索片刻之后 只见洛基朝着他开口喃喃道 我要亲自制造一把武器 闻此 尤尔内斯当即便打开了通往制造室的传送门 随后洛基示意他准备好所有的材料 伴随着尤尔内斯抬手一挥 下一秒 洛基便得到了制作武器的权限 紧接着他选择了制作一把成长类型的武器 与此同时 只见制作武器所需的材料纷纷掉入了熔炉之中 材料准备完毕 熔炉准备完毕 随后洛基便发布了召集令 而这时的大叔则感到一脸疑惑 主人不是不在这里吗 可随后 他却被眼前的一切所震惊 因为主人洛基就站在他的面前 第一召集令 将一集以上的铁匠都集中在这里 不到片刻 制造室内便聚集了数百位铁匠 附魔类型选择自进化流 他能够根据主人的战斗模式做出相应的调整 而接下来 洛基将要打造一把专属武器 但尤尔内斯却开始担心起来 毕竟创造的难度远比预期的要高 至少是地域级别以上的难度 那么这一定是制造武神器时的难度 大概是神级吧 甚至有可能是更高的级别 通常来说 创造武器时的难度总共分为八个 但如果想要开启地域难度 就必须献计相应的装备 根据献计装备的等级 还有可能开放隐藏等级 伴随着洛基按下开启按钮 只见他将三把S级以上的武器 放入了熔炉之中 下一秒 前方传来窗口提示 你献计了恰当的机品 开启了真正的地域之门 难度超神级 然而即便如此 洛基也没有丝毫退缩 毕竟他已经将武器投进去了 随后只见他按下了确定按钮 紧接着所有的游戏便展现在他面前 看起来第一关是立方体拼图啊 不知道你准备好了没有尤尔内斯 当然 他对此表示肯定 与此同时 只见无数个立方体赫然出现在他们眼前 拼图游戏正式开始 打造出最强的专属武器 洛基竟在制造室内玩起了魔方和拼图 所有人都以为他疯了 可只有他知道 每通关一道游戏关卡 武器就会被注入一种强大的能力 而这种关卡居然有足足21道 就在拼图游戏正式开始之后 下一秒 盲人的诅咒激活 随后洛基便失去了视觉 不过这也难不倒他 毕竟他早已熟知所有的攻势 伴随着一阵熟练的敲打之后 仅用时14秒 洛基便将拼图游戏攻略成功 而由于干涉力传送完毕 所以制造所开始了运转 与此同时 第二场节奏游戏正式开始 而洛基凭借过人的反应 很快便将其攻略 此刻第一个熔炉产生反应 紧接着洛基攻略完第三个游戏 螺丝方块之后 熔炉便被注入了地狱的魔力 下一个弹球 第五关四方形 第六关寻找区别 洛基正以极快的速度通关着各种游戏 而一旁的尤尔内斯则 瞅准时机投入各种材料 伴随着他的每一次通关 游戏难度便会得到提升 但这也难不倒洛基 不到片刻 洛基便在五分钟之内解决完了13道谜题 而这仅仅只是开始 第14关魔方猜谜 难度出神级别 规则与先前的魔方猜谜一致 但此次拥有双倍惩罚 不过洛基还是顶着压力将其完成 随后前方传来提示 造型完成 进入下一阶段 第15关寻找迷宫出口完成 随后为武器加入了自动恢复 特殊归属以及硬度强化等能力 下一秒 第16关拼图和第17关寻找不同 两种游戏居然同时出现在了洛基眼前 但它还是以极快的手速将其通关 随后一道红光浮现 紧接着便为武器加入了自我进化 自我判断以及强攻等能力 与此同时 游戏终于来到了第21道关卡 然而此刻的洛基却表现了有些许疲惫 但好在他还是将剑翘制作了出来 如今就只剩下最后一道关卡了 终去 在5分钟之内完成32道拼图游戏 随后洛基便以极快的手速完成着拼图 伴随着他的每一次敲打 熔炉里面的武器便会产生一次变化 直到他按下最后一个键板 下一秒 一道金光浮现 紧接着前方传来信息提示 韩创造了武器比弗罗斯特 看起来并没有出现失误呢 当然 尤尔内斯对此表示肯定 此刻只见武器的所有属性赫然展现在他眼前 比弗罗斯特等级优 拥有无限成长的能力 备注一 因为是特殊武器所以无法转让所有权 备注二 保存用户数据并自我进化 备注三 与戒指天堂堕落的证据相互连接 而洛基很是不解 为何这个东西会与戒指相连 看起来你瞒着我往里面放的东西 随后他便开始了解释 他在里面放入了次元跳跃 这样洛基就能够随时从尼弗海姆中召唤武器 虽然主人已经非常的出类拔萃了 但未来发生的事情没有人能够预料 如果主人允许的话 他愿意离开尼弗海姆 留在洛基身边 毕竟如果主人因为意外去世的话 那么他们也就失去了依靠 当洛基伸出险境之时 那把剑可以在尼弗海姆中召唤武器三次 那么有没有需要注意的地方了 在主要任务当中 他能提供的力量非常有限 因为坐标距离非常的遥远 所以洛基可能只能够使用他一次 但他表示 为了不让他的主人齐心 他会尽量不使用这个能力 随后只见他朝着尤尔内斯适应 将那些过时的装备都处理掉了 如今的他对主人也有些许想念了 看起来 是时候该回去让他大吃一惊了 只是进行了简单的挥砍 却让在场所有教官感到无比震惊 甚至吓得被杀灵当场使用了狂暴技能 埃尔德曾经教导过成千上万个学员 从未遇到过像洛基这么有天赋的英雄 能够打伤教官的更是头一次见到 就在制造完最强的武器之后 此刻洛基等人正在学习最后一节课程 而珍娜很是好奇 最后一堂课到底会教些什么呢 随后只见教官开始了讲解 那些挥舞着长矛或者较长武器的英雄们 要时刻与敌人保持适当的距离 在一对一的对战中 你绝对不能让对手占据空间 而刺客的核心便是击中敌人的弱点 只有在一瞬间表现出多样性的动作 敌人才无法判断你的进攻 接下来教官将进行一对一的指导 帮助你们克服自身的缺点 片刻之后 很快便轮到珍娜进行训练 只见珍娜猛然朝她发起了进攻 就连她也很是意外 毕竟大多数学员在知道力量差距之后 都会放弃近身战斗 但珍娜却没有这么做 另一边 洛基紧紧挥出一剑就将教官瞬间击退 而此刻的教官则感到无比震惊 难道我连二十级的英雄都打不过吗 下一秒 只见她猛然间进入了狂暴状态 就在这时 埃尔德却示意她冷静下来 你太过分了 随后她便解除了狂暴 而埃尔德很是惊讶 至今为止她曾指导过成千上万个学员 却从未见过像洛基这么有天赋的英雄 即使被杀林没有发挥出全部实力 但能够伤到教官的学员 她还是头一次见 画面一转 洛基整理好了自己的房间 毕竟这是她最后一天待在这里了 而她很是好奇 为何尤尔内斯要给她安排一个第一名的横幅 这是为了更好地将武器送给洛基 排名第二的是珍娜 她跟洛基一样拥有出众的才能 但可惜的是 洛基要将她带回陶尼尔 与此同时 洛基忽然想起埃克利似乎一直想找她道歉 于是她便留下一封书信 示意女仆转交给她 片刻之后 尤尔内斯对于洛基的离去表示非常不舍 虽然她想要劝说洛基留在这里 但她早就决定好要回到陶尼尔了 不过洛基还是对他们表达了感谢 毕竟身为主人的她 曾要求这些英雄们去进行危险的战斗 如果我是你们的话早就对主人感到厌烦了 但除了西里斯之外 你们都没有表现出任何的不满 虽然她很想对尤尔内斯给予一些奖励 但此刻她真的无能为力 闻此 尤尔内斯当即露出了一脸微笑 如果你真想为我们做些什么 那么可以偶尔与我们联系一下 那没戒指拥有交流功能 虽然不能持续太久 但一周联系一次还是没有问题的 随后她向洛基表达了内心最真实的想法 她想要知道主人过得好不好 如果主人有需要的话 他们会立刻赶往那里 经过一番沉思之后 洛基便答应了她的请求 而她忽然想起 利迪吉恩好像有事情要和主人交代 随后洛基在和利迪吉恩道别期间 她又交给了洛基许多箭术 该说的都说了 如果主人需要她的话 她会立刻前往那里 画面一转 洛基登上了前往陶尼尔的飞船 而珍娜很是期待 回去之后应该会看到许多新的英雄 伴随着次元跳跃的发动 下一秒 众人出现在了一片火海 这股火焰可真华丽啊 而洛基深知 现在还不是时候 等她变得更强实 就能见到她了 两天之后 飞船来到了1935次元 陶尼尔 随后只见两人缓缓走下飞船 而在这时 精灵伊赛尔静直朝着洛基扑去 我还以为你不会回来了呢 尼弗海姆可比陶尼尔大得多了 难道他们没叫你留下来吗 看起来你为了我拒绝了他们 而洛基很是好奇 陶尼尔最近有什么变化吗 当然 伊赛尔对此表示肯定 你绝对会大吃一惊的 人只是查看了一下召唤日志 可结果却让他感到无比震惊 因为主人再一次召唤出了四星英雄 要知道召唤出四星的概率仅有1% 而他却成功召唤出了两次 这家伙的运气也太好了 就在洛基回到陶尼尔后 此刻他望着眼前巨大的改变 感到无比震惊 没想到居然都有三楼了吗 看来这下就不用担心 被敌人入侵的问题了 一楼住着的都是些派不上用场的家伙 二楼则是辅助职业以及队伍的备选人员 至于三楼则是参与楼层攻略的英雄们 而此刻的洛基很是好奇 主人是否查看了他发送的邮件 在上次的邮件中洛基提到了两点 一是使用高级召唤来弥补战斗力的不足 二则是不要过分依赖洛基的攻略 此刻他朝着伊赛尔询问 三楼目前有多少人 伊赛尔对此表示目前有15人左右 这也就是说第二第三队伍已经组建好了 这段时间他们对巨塔进行了攻略 目前已经来到了楼层25 闻此洛基当即感到极为震惊 他们居然成功攻略了Boss楼层 虽然就像伊赛尔所说的那样改变了许多 但这却远远超出了洛基的预想 随后只见他朝着伊赛尔适应 将主人进行高级召唤的日志调出来 通过日志可以看出 主人连续进行了五次高级召唤 下一秒只见一个信息引起了洛基的注意 因为主人召唤出了第二个四星英雄击沙萨 这可把洛基吓了一跳 要知道四星的召唤概率仅有1% 这家伙居然还成功地召唤了两次 如果是刚召唤出来 也许洛基还能战胜他 可如今他应该成长了许多 此刻洛基想要查看他们攻略楼层25的录像 但也只有主人登陆时才能提出要求 我很期待能够看到他们的表现 画面一转 贝尔基斯特正在进行着剑术训练 此刻只见洛基缓缓出现在他身后 这么晚了还拿假人出气吗 而在这时 贝尔基斯特却提出想要与洛基对练一下 当然 洛基当即便答应了下来 伴随着他猛然挥出一剑 只见面前的假人瞬间便四分五裂开来 与此同时 此刻两人开始闲聊起来 你手里那把剑看起来挺不错的 如果我战胜了你 这把剑就归我了 而洛基对此表示拒绝 下一秒 只见贝尔基斯特猛然朝着洛基发起了进攻 但却被其轻松抵挡下来 随后两人便展开了尤为猛烈的攻势 而此刻的洛基意识到 如今贝尔基斯特的下级剑术已经提升到了九级 面对他的挥砍 只见洛基轻松将其躲闪开来 随后反手挥出了重重的一击 强大的威力甚至当场将他震飞数十米远 你至少应该先休息一下再跟我战斗的 而此刻的贝尔基斯特则感到无比震惊 看起来你又变强了呢 随后缓缓朝着门外走去 世界的确存在着许多无法预料的事情 我从未想过自己会输给一个孩子 一个孩子吗 如果是你的话 应该能从外表判断出来了 此刻只见他给洛基留下了一句忠告 你要小心一点 前辈 画面一转 洛基来到了新宿舍 每个走廊各有五个房间 看起来是主人按照队伍进行分配的吧 此刻只见洛基躺在床上开口喃喃道 第三队伍吗 开始了 最强英雄争夺战终于开始了 就在洛基回到陶尼尔之后 很快他便召集众人开展了一次会议 此刻只见伊尔尔卡开口说道 机会这么难得 不如举办一场派对如何 但却遭到了洛基的拒绝 因为他认为目前还是尽快恢复训练要紧 而在这时 桌底传来的动静引起了他的注意 下一秒 只见洛基猛然踢出一脚 看起来这里溜进了一只小老鼠 既然被发现了那就没办法了 随后他便朝着众人开口说道 我叫做拉卡里比克沙维 是著名的暴风部落中的成员 我跟你们这些弱小的人类完全不同 闻此 众人当即便陷入了沉默之中 正当他还想着炫耀自己时 下一秒 他却被洛基单手提起 这只猴子是怎么回事 伊迪斯对此做出解释 他是一个月前被召唤的第三队伍中的一员 此刻他正朝着贝尔基斯特叫嚣 昨天被姐姐打得毫无还手之力的家伙 你还不快来帮我 闻此 贝尔基斯特当即勃然大怒 而在这时 只见一道凶猛的爪击猛然朝着洛基攻去 但却被他轻松躲闪开来 这是半兽族独有的进攻手段 半兽族生活在帝国的东部 是一个极其罕见的种族 正当他还想着被洛基发起进攻时 下一秒 却被贝尔基斯特击倒在了地上 这些家伙的思考方式和人类有所不同 并且他们似乎不太喜欢人类 看起来这下事情变得麻烦了 画面一转 洛基扛着拉卡里来到了宿舍三楼 就连他也没有想到 主人居然会为他们建造了一片森林 不过似乎没有看到一个人影 就在这时 一道声音引起了他的注意 随后只见两道人影赫然出现在他身后 这家伙实在是太吵了 所以我让他安静了下来 此刻其中一人开口说道 看起来你就是韩伊斯拉特对吧 他正等着你呢 随后便转身消失在了森林之中 此刻的洛基正感到非常疑惑 而在这时 前方传来一道声音 我一直都在等着你的到来 紧接着一道人影赫然出现在他眼前 我是齐沙比克沙维 很高兴见到你 我听说过你的故事 你就是大厅里最强大的家伙对吧 他曾见识过洛基与敌人战斗的画面 这让他感到无比兴奋 因为终于能和强大的家伙较量一番了 下一秒 他猛然朝着洛基发起了进攻 而洛基仅是抬手间便将其抵挡下来 与此同时 只见他顺势朝着洛基劈出一脚 强大的威力甚至当场震碎了整片大力 这可把洛基吓了一跳 这孩子居然拥有如此强大的力量 看起来你一直都在等着跟我对决 当然 毕竟没有比强大的家伙战斗更加快乐的时候 此刻只见他再次朝着洛基发起了进攻 而这时的洛基微微皱起了眉头 第三队伍嘛 看起来的确是他们攻略了楼层二树 只是反出一刀锐利的眼神 却把一向高傲的贝尔基斯特下的无法动弹 因为从看到奇沙的第一眼起 他的本能就意识到自己无法战胜他 就连洛基都忍不住直呼 他的技能和属性数值足以媲美低级的五星英雄 就在双方的战斗打响之后 此刻面对奇沙的进攻 只见洛基猛然挥出一箭 当场便将他击飞数十米远 而在被击飞的瞬间 他居然出手重创了洛基 这让他意识到 奇沙在各方面的素质都比自己要强 从一开始 双方在能力素质上就表现出了极大的差异 再加上他具备了中级以上的技能 更别提还有个专属技能 能够在冰死之际增加自身百分之二十的属性数值 换句话说 他至少是四星英雄中排名靠前的存在 甚至可以媲美低级的五星英雄 如果洛基没有学会人见何一等 那么他将会落后很多 此刻只见伊赛尔当即便制止了两人的行为 但洛基却表示 他们不过是在互相问候罢 当然 奇沙对于洛基的说法表示认同 下一秒 双方再次展开了攻势 只见洛基缓缓沉下心来 用心感受巨剑蕴含的力量 虽然他不像利敌吉恩那样精通所有剑术 但他可以专注于一个方向 在明白了这个事实之后 他便学会了人剑合一 此刻只见一击重剑朝着奇沙戏去 但却被其单手抵挡下来 随后无数道人影从四周朝着洛基发起了进攻 而在洛基愣神之际 只见奇沙早已出现在他身后 紧接着举起右腿朝着洛基重重劈下 就在这时 洛基连忙使用狂暴技能将其抵挡下来 时候不早了 让我们早点结束这一切吧 闻此 奇沙当即便使用了专属技能 下一秒 一股强大的能量瞬间炸开 难道这就是你的真面目吗 毕加级别的专属技能 人类国王的继承者 我终于明白你们为何被称为半兽卒了 另一边 贝尔基斯特一大早便起来进行训练 而当尼丽莎问起原由时 他却没有任何回应 看起来你被称为弱者受到了不小的打击 我才不关心他们怎么说我呢 当初奇沙一行人刚来到这里时 就一口气通关了四个楼层 他们的实力强大到不需要参加迪卡的训练 因此主人也许会将他们直接安排在二楼休息 而在几周之后 他们一行人便通过了楼层二树 此刻就连伊迪斯都表现得无比震惊 因为他从未想过他们能够通过楼层二树 在那之后 主人为了奖励他们便对大厅进行了改造 甚至为第三队伍创造了一整片森林 就在这时 拉卡里找到了贝尔基斯特想要较量一份 你就是这里最强的家伙对了 当然 目前是的 画面一转 贝尔基斯特不费吹灰之力便将拉卡里击倒在了地上 而当他对上骑杀时 他才意识到自己有多么渺小 我听说黑头发的男人在这里是最强的 虽然你也不错 但你还不够资格挑战我 当面对真正的强敌时 贝尔基斯特的本能告诉他 自己不可能打败他 他意识到如今的自己还是太过弱小了 无论是击杀了巨龙的洛基 还是那头强大的野兽 目前的他都无法战胜 但他坚信 自己总有一天一定会战胜他们 与此同时 面对眼前如此凶猛的野兽 这时的洛基不禁露出了一抹微笑 看起来 我需要好好教训你一下了 进了震惊了 骑杀队伍居然是带着契约被召唤到这的 可奇怪的是 除他之外的队员却对此并不知情 就在双方的战斗打响之后 不到片刻 周围便移为了平地 看起来你还是值得等待的 而这时的洛基早已伤痕累累 如果再这么打下去 洛基很有可能会因此死去 毕竟他的战斗力实在是太强了 并且还拥有变身能力 虽然他的性格有些奇怪 但这种瑕疵还是可以忽视的 此刻只见他开口难难倒 他不应该让拉塔里去邀请洛基的 因为他的父母被人类杀害 所以他非常讨厌人类 他们这个种族会对强大的战士感兴趣 虽然他们并不喜欢人类 但他们也不会伤害无辜的人 随后他便开始自咕自的吃起肉来 而在这时 洛基也说出了自己来此的目的 他希望攻略高塔时 大家可以互相帮助 当然 这你无需担心 毕竟他们是带着契约来到这里的 闻此 洛基当即感到非常疑惑 随后只见齐杀开口进行了解释 当初他们的家园被黑暗笼罩 即将要消失时 一个声音出现了 他说他能够拯救这个世界 于是他们便接受了这份工作 可奇怪的是 队里的其他人并没有听到这个声音 不过既然来到了这里 那么他们就会好好完成任务 但他希望洛基可以告诉其他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荣誠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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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片刻之后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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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到部的学习终极剑术的条件了 看来他很快就要得到巨大的提升了 虽然尼丽莎也一直在刻苦训练 但身为盗贼的他更擅长获取信息和寻找陷阱等 所以在战斗时 他和贝尔基斯特之间是有差距的 就在这时 洛基一把挡下了贝尔基斯特的进攻 接下来就交给我吧 我来陪他练会 这可正合我意 能够参加第一队伍真是太棒了 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多话了 下一秒 双方便展开了尤为猛烈的进攻 而从贝尔基斯特的状态来看 他充满着斗志 无论被击倒多少次 他都会很快站起身来继续战斗 如果他不是拥有这种性格的话 那么当初洛基无论如何也会留下压力 在两人长时间对练期间 贝尔基斯特突破到了终极剑术一级 洛基的终极剑术则提升到了三级 画面一转 此刻五个队伍的队长齐聚一堂 第一队伍队长洛基 第二队伍队长伊迪斯 第三队伍队长齐沙 第四队伍队长莱曼 以及第五队伍队长吉尔伯特 而他们来到这里只有一个目的 那就是制定楼层30的指挥体系 执行任务的25人需要有人来带领 而齐沙认为 只要选出最强的不就行了 但洛基却对此表示 强大并不能保证带领所有人 此刻伊迪斯率先发表了意见 他认为韩是最适合的人选 因为他有着很多战斗经验 并且非常善于评估形势 虽然齐沙也认同他的观点 但他表示第三队伍不喜欢团队合作 而伊迪斯还想说些什么 却被洛基当场打断 毕竟这就是半兽族的性格 强行留下他们也没有任何战斗效率 你说得很对 不过在执行任务时 我们还是会尊重你的意见 而莱曼则好奇地询问 我们只要按照你说的做就行了吗 当然 洛基对此表示肯定 首先我要强调一点 无论发生什么都不要害怕 因为最先死的就是这种家伙 还有我希望你们可以在战斗中全力以赴 当然 我不会偷懒的 不过洛基似乎并不相信他的说辞 就在这时 一旁的吉尔伯特缓缓开口说道 我并不介意你带领大家 可是我好不容易爬到了二楼 结果却突然造出了三楼 如果我们这次任务表现不错的话 能否让我们也上三楼呢 洛基则对此做出回应 我没有权利这么做 但是我可以尝试着给主人提些建议 随后洛基从口袋中拿出一叠图纸 这是楼层三十中可能会出现的迷宫 请大家一定要记住所有路线 而在这时 吉尔伯特早就打好了自己的想算盘 他只需要耐心等待一个机会 很快他就会成为这里的老爸了 开始了 楼层三十的攻略终于开始了 就在洛基交代完所有重要事项之后 此刻众人正朝着楼层三十缓缓前进 而珍娜坚信 洛基一定会再次带领他们走向胜利 随后五个队伍的阵容便依次展现在主人面前 由洛基带领的第一队伍 伊迪斯带领的第二队伍 奇沙带领的第三队伍 莱曼带领的第四队伍 以及吉尔伯特带领的第五队伍 在他们一致的推荐下 洛基成为了这次负责指挥的队长 就在这时 只见伊迪斯朝着洛基表示 我应该会比在楼层二十时更能帮上你的忙 文此伊耀尔卡当机吐槽道 每次攻略Boss楼层需要的人数都在递增 再这么下去 需要的人数迟早会破百 不得不说 伊耀尔卡猜得倒是挺准确的 就在这时 伊赛尔突然出现在众人眼前 接下来你们将参与楼层三十的攻略 但你们要记住千万不要妨碍道汗 见此 贝尔基斯特当即感到无比羡慕 此刻伴随着一道蓝光浮现 下一秒 众人便被传送到了一座沙漠荒城 看起来这是一座非常古老的城市 就在这时 洛基与伊迪斯取得了联系 随后洛基示意他前往城市中心进行会合 紧接着洛基又联系上了第四队伍的队长莱曼 而他也示意第四队伍朝着城市中心赶去 此刻洛基意识到情况有些不对 毕竟大家都被分散开来了 并且天气非常的糟糕 于是他派出尼丽莎去前方侦查一番 顺便再找找弗里亚斯 片刻之后 众人缓缓朝着前方走去 就在这时 只见面前一座巨大的女神雕像赫然矗立在他们眼前 于是洛基当即便联系上第二和第四队伍 并示意他们尽快朝着这个方向打来 与此同时 两道身影缓缓出现在众人面前 原来是尼丽莎找到了黄女 而他表示自己是在路边捡到她的 闻此 洛基当即便让伊耀尔卡看看是否有隐藏陷阱 伴随着伊耀尔卡抹眼的发动 下一秒 他便给出了否定的回答 而洛基很是好奇 黄女到底在这里做什么呢 随后洛基掏出了生命药剂和抗热药剂喂给了黄女 片刻之后 他便缓缓睁开了双眼 而他表示自己来这是为了寻找钥匙 因为这里就是他梦中出现过的地方 他敢肯定 钥匙一定就在这里 就在这时 前方传来任务提示 楼层三十 特殊任务 NPC弗里亚斯的生存 现此 洛基当即陷入了沉思 随后示意黄女紧紧跟在珍娜身后 下一秒 他便通过通讯联系上了所有人 任务目标已经出现了 你们尽快往我这个方向赶来 紧接着洛基再次朝着黄女发问 你确定要是就在里面吗 当然 黄女对此表示肯定 望着面前的一切洛基陷入了沉思 又与女神雕像有关吗 把短剑摆放在宫殿整整五百多年 所有人都以为这是一把普普通通的短剑 可黄女却紧紧将它抱在怀中 因为只有他知道 这是一把能够阻止世界走向灭亡的虚空之药 就在楼层三十的任务出现之后 此刻吉尔伯特回忆起了他的过往 他出生在一个非常普通的家庭 靠着对剑术的理解 他成为了一名城门守卫 正当他以为人生将会走上坡路时 一场地狱降临在他身边 不如其来的哥布林军团入侵了整个帝国 而他甚至为了保护帝国失去了左眼 面对如此强大的敌人 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逃跑 之后无处可去的他遇到了一些心地善良的人 他们给予吉尔伯特食物并和他进行交流 可内心阴暗的他认为 这些人会在他熟睡时将他击杀 于是他决定先下手为强 当自己的恐惧变成别人的恐惧时 他的内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 画面一转 此刻吉尔伯特与第三队伍取得了联系 在第三队伍的示意下 他们朝着女神雕像的位置缓缓走去 而从地图上来看 五个队伍之间的距离似乎并不太远 不到片刻 五个队伍便汇聚在了一起 此刻洛基朝着众人宣布了这次的任务 那就是保护这位少女 大家好 我叫做弗里亚斯拉格纳 闻此 莱曼当即有些疑惑 那不是皇室的姓氏吗 而且这个少女似乎在录像中出现过 不过看起来年龄大了点 吉尔伯特也在这时发表了自己的观点 他不明白这个任务有什么意义 虽然伊迪斯认为这举动有些太过鲁莽 但洛基却示意他不用担心 如果有状况的话 我会第一时间通知你的 随后莱曼和吉尔伯特分别带着队伍 朝着南边和西边走去 与此同时 尼丽莎率先来到门口进行探查 在确认完没有任何陷阱之后 众人便打开大门缓缓朝着里面走去 而在这时 皇女却露出了一副无比震惊的神情 只见一柄黄金短剑正悬浮在台上 难道这就是我们的目标吗 下一秒 皇女朝他缓缓伸出了右手 随后前方传来窗口提示 你得到了一部分虚空钥匙 与此同时 一阵剧烈的震动袭来 此刻洛基当即便收到了伊迪斯的提示 外面似乎发生了不好的事情 因为沙尘暴居然凭空消失了 正当众人对此感到非常疑惑时 下一秒 剧烈的震动再次袭来 于是洛基当即下令 所有人迅速撤离这座城市 可话语未落 只见一场无比凶猛的沙尘暴 正席卷着整片大地 见此 所有人都彻底慌了 纷纷朝着前方出口跑去 而在这时 洛基提醒着珍娜 一定要保护好皇女 随后示意众人跟上自己的脚步 此刻一名队员因为害怕拉住了吉尔伯特 但却被他当场甩飞 而下一秒 他便被巨大的沙尘暴瞬间吞噬 紧接着前方传来节地阵亡的消息 你们不过是我实现目标的工具吧 我一定会活下来 并且爬到最高的位置 开始了 真正的战斗终于开始了 就在截地阵亡之后 此刻一场无比凶猛的沙尘暴 正朝着众人席卷而来 于是洛基当即示意众人 朝着城门赶去 片刻之后 他们暂时脱离了危险 正当他们以为危机就此解除时 下一秒 一阵剧烈的抖动起来 见此洛基当即下令 大家快进入作战准备 因为真正的战斗就要开始了 与此同时 只见沙漠瞬间隆起 随后一只无比巨大的沙漠巨人 赫然出现在众人眼前 这家伙也在你梦中出现过吗 此刻的洛基表现得无比震惊 但黄女却对此给出了否定的回答 就在这时 前方传来窗口提示 任务类型变更 歼灭敌人 BOSS古代雕像 等级不明 见此 在场中人全都倒吸了一口凉气 面对如此强大的敌人 他们根本毫无胜算 此刻呆在一旁的吉尔伯特疯狂大笑起来 这就是真正的战斗吗 别开玩笑了 我才刚从死亡的边缘回来 现在又要面对死亡了吗 在他的记忆中 原本他是一个十恶不赦的山贼 某一天 他在被士兵追赶的路上掉下了悬崖 虽然被手下们救了回来 但浑身上下多处骨折 此刻的他俨然成为了一名毫无用处之人 正当手下们决定将他丢弃时 他却挣扎着起身把他们全部击杀 而这些都是他来到大厅之前的记忆 等他回过神来时 自己身上的伤口全都得到了恢复 随后在经过一番了解之后发现 只要登上二楼 就有机会知道这里更多的事情 而他认为 初始就是二星英雄的他 比大多数一星英雄还要出色 这是一个向上攀爬的绝佳机会 他曾打听到 这里的领袖韩原本就是一星级别的英雄 自己没有理由不能变得比他更强 此刻伴随着古代雕像猛然踩下一脚 吉尔伯特当即便陷入了恐惧状态 自身所有属性下降了30% 面对如此强大的敌人 这时的他只有一个念头 那就是逃离这里 与此同时 第四队伍和第五队伍的成员 全都因此陷入了恐惧状态 他们都认为这是不可能战胜的敌人 而一旁的贝尔基斯特 却露出了嘲讽的神情 你们可真是胆小如鼠啊 那种表情是怎么回事 正当两人剑拔弩张之时 此刻洛基当即便制止了贝尔基斯特的行为 这时一脸害怕的吉尔伯特朝着洛基问头 你应该知道怎么逃离这里对吗 但洛基却对此表示否定 你也看到任务窗口了吧 不击杀那家伙根本无法离开这 随后只见洛基瞬间进入了作战准备 开始准备战斗吧 闻此 吉尔伯特当场呆愣在了原地 别开玩笑了 那种家伙我们怎么可能会有剩饭了 此刻吉尔伯特的恐惧加深 所有属性下降50% 现此 洛基当即挥剑砍下了他的右手 随后示意接下来由斯内尔担任第五队伍的队长 要么选择参加战斗 要么死 只要你还待在这里 你就需要不断将敌人击杀 如果你想活下去就快动起身来 此刻第一队伍的成员纷纷进入了作战准备 在经过片刻的思索之后 斯内尔指挥着第五队伍加入了战斗 不过我们接下来应该怎么做呢 此刻珍娜对此做出回应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能做的就只有观察 只有分析出boss的进攻模式 战斗才有一丝胜算 这时只见洛基当即下令 坚持到找到boss的弱点为止 就在这时 身后传来的声音引起了众人的注意 下一秒 无数蜥蜴人赫然出现在众人眼前 不到片刻 四面八方都被蜥蜴人团团围住 于是骑杀率先带领着第三队伍朝着敌人攻去 而洛基也在这时下达了指示 第二队伍在前面 第四第五队伍则跟在后方 你们负责将怪物击杀 我们负责保护目标的同时寻找boss的弱点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boss只会攻击持有钥匙的目标 下一秒 四个队伍便瞬间摆好了阵型 就在这时 只见boss猛然抬起大脚朝着众人踩去 于是洛基当即便带着第一队伍朝着空旷的地方跑去 随后与所有队伍取得联系 尽量和我们拉开距离 不要被波及到了 此刻面对蜂拥而至的蜥蜴人 洛基挥舞着巨剑朝着敌人砍去 珍娜也在这时射出多发弓箭 强大的威力甚至瞬间贯穿了多个敌人 剑撞 一旁的伊奥尔卡当即释放了火焰魔法 下一秒 无比强大的火焰便席卷了整片大地 与此同时 一道黑影静直朝着黄女袭去 该死 快离开那里 洛基着急地喊道 而在黄女一脸震惊的神情中 只见一只大手静直朝她砸去 想了打响了 楼层三十的战斗正式打响了 可令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是 眼前这把平平无奇的钥匙 竟就是突破楼层三十的关键因素 就在古代雕像一拳朝着黄女砸去时 此刻只见洛基一个顺身将其救了下来 与此同时 第二队伍和洛基取得了联系 如果蜥蜴人继续这么圆圆不断出现的话 那么他们很快就要支撑不住 而通过短时间的观察 洛基发现古代雕像由坚硬的岩石构成 其身上没有多少处可以落脚的地方 随后洛基朝着珍娜说道 我们也该准备行动了 要么进入雕像里面 要么爬上去 闻此 贝尔基斯特当即感到无比兴奋 看起来这是一个不错的挑战 就在这时 洛基联系到了众人 你们有谁看到过女神雕像吗 此刻第三队伍当即表示 女神雕像就埋在我们旁边的沙子里 闻此 洛基立即示意众人 尽快朝着第三队伍的方向抬去 随后让皇女掏出那把钥匙 不过钥匙却并没有任何反应 看起来触发条件还未达成 于是洛基连忙让第三队伍去触碰那座雕像 但雕像却依旧没有任何反应 片刻之后 洛基示意第三队伍撤离那里 因为他们带着古代雕像过来 随后朝着所有队伍下令 所有人放弃防守朝着第一队伍的位置会合 可就在这时 吉尔伯特却朝着相反的方向跑去 此刻的他非常不解 洛基跟他的水平应该差不多才对 可他却连洛基的剑都没看清楚 右手就被斩了下来 这时的他才想起笛卡的剑影 千万不要在楼层中感到恐惧 否则自身的实力将会下降许多 与此同时 第五队伍中的一员也跟上了吉尔伯特的脚步 另一边 在与蜥蜴人的对抗中 阿南身负重伤 如今的他已经进入了出血状态 见此 伊迪斯当即给他服下了生命要击 而一旁的大叔则意识到情况不对 因为第五队伍只剩下两人了 随后他示意莉莉尼接替自己的位置 他要去帮助第五队伍的成员 就在这时 前方传来第五队伍成员卡龙阵亡的消息 另一边 洛基正焦急地分析着目前的局势 如今的他们被不断缩小的火圈包围 并且伴有蜥蜴人的不断进攻 现在已经演变成一场毫无意义的战斗 无论使用什么队形都没有任何做 此刻洛基当即下令 我会保护黄女 剩下的人则去帮助其他队伍 他意识到 存放钥匙的宫殿上有着一座女神雕像 在第三队伍的附近又发现了另一座女神雕像 那么女神雕像的存在肯定是有意义的 与此同时 第三队伍正在拼命阻挡着进攻的蜥蜴军团 下一秒 洛基便带着黄女赶到了这里 于是骑杀当即下令 第三队伍迅速撤离这里 就在这时 只见古代雕像猛然抬起右手 随后重重地朝着两人砸去 此刻两人面前突然浮现出一道金色屏障 当场便将雕像的巨手抵挡下来 与此同时前方传来窗口提示 启动对象效果 女神雕像的力量束缚了古代雕像 下一秒 古代雕像便当场停在了原地 而在众人一脸震惊的目光中 只见洛基缓缓走上雕像 所有队伍会合 我们将爬上这座雕像 男人只是随手给出了一张图纸 却让在场众人感到无比震惊 因为这正是击败古代雕像的关键地图 就在洛基示意众人爬上这座雕像之后 此刻在伊尔尔卡的掩护下 众人纷纷朝着目标赶去 而在这时 洛基注意到了罗德里克并没有和伊迪斯待在一起 于是便向伊迪斯提出了心中的疑惑 闻此伊迪斯当即便对此做出解释 罗德里克去帮助第五队伍 与此同时 在罗德里克的帮助下 第五队伍正安全地朝着后方撤离 在他的心里 他并不愿意再看到队友死去的场景 曾经他非常看好的两位新人 他们都有着自己想要追求的目标 为此他们非常努力地训练自己 可最后他们却全都葬送在了楼层之中 每当想起这一幕 他的内心就十分痛苦 片刻之后 在罗德里克的带领下 第五队伍很快便爬上了这座雕像 就在全员到齐之后 此刻洛基朝着众人下令 立刻发起进攻 下一秒 所有人纷纷朝着雕像头部攻去 而在这时 雕像的保护系统却突然开启 只见一支巨大的弩箭赫然射出 随后无数只蜥蜴人 静止从雕像体内窜出 现此 第三队伍迅速将其躲闪开来 紧接着只见洛基猛然挥出一剑 当场便将巨大的弩箭瞬间斩断 与此同时 面对源源不断进攻的敌人 此刻众人全都使出了浑身解数 纷纷拿起武器进行反击 这时在第四队伍的带领下 众人正有条不紊地朝着雕像头部前进 而洛基意识到 如今他们已经恢复了事情 接下来要做的 就是在这次的突袭中慢慢取得进展 就在这时 只见蜥蜴人萨满赫然出现在众人眼前 伴随着他抬手一回 下一秒 所有蜥蜴人纷纷进入了狂暴状态 见此 洛基当即使用了狂暴技能 随后只见一道人影闪落 强健技能瞬间打出 当场便将面前的蜥蜴人全部斩杀 此刻洛基当即下令 这里面是空的 大家先从内部击垮他们 见此 骑杀当即便带着第三队伍朝着敌人内部攻去 就在这时 洛基递给了黄女一张地图 这是有关内部的地图 必要时可以参考他 随后示意黄女跳进雕像内部 毕竟外面比里面危险多了 就在这时 只见37只蜥蜴人纷纷朝着洛基等人袭去 见此 洛基当即表示第一队伍就不进去 我们要留在这里战斗 发现了发现了 洛基终于发现通关楼层30的关键机制了 就在第一队伍决定留下来战斗时 此刻洛基朝着骑杀下达了指示 进去后摧毁你所看到的一切 下一秒 只见骑杀当即使用专属技能变化成了一头烈焰猛虎 随后抓起黄女朝着古代雕像内部一跃而下 见此 伊迪斯在叮嘱完洛基小心一点之后 也进入了雕像内部 而在这时 伊奥尔卡却有些不满地说道 怎么每次都是我们第一队伍做最辛苦的事情 那么这次我又需要做些什么呢 此刻只见洛基缓缓解释道 你只需要摧毁我们发现的所有攻击设施即可 而洛基却在抬手之间将其瞬间摧毁 随后伊奥尔卡缓缓凝聚魔力 下一秒 一股火焰龙卷袭地而起 当场便将巨大的弩箭台焚烧殆尽 见此待在一旁的珍娜果断朝着蜥蜴人军团发起了进攻 不到片刻 众人便将面前的蜥蜴人消灭得一干二净 另一边 吉尔伯特正艰难地朝着古代雕像头部前进 此刻的他非常后悔没有听从洛基的指挥 没想到他们已经走到那里了 与此同时 面对雕像内部频繁出现的蓝色水晶 吉尔毫不犹豫地将其当场摧毁 而下一秒 一声警告传来 随后雕像的保护系统自动升到了二级 见此伊奥尔卡当即使用火焰龙卷将其摧毁 紧接着使用念力朝着敌人攻取 不到片刻 所有敌人便被震飞数十米之远 就在这时 一只巨大的怪兽赫然出现在众人眼前 可仅在眨眼之间就被洛基一箭斩杀 同时他也收到了第三队伍的通知 目前第三队伍已经摧毁掉了两颗蓝色水晶 随后奇沙表示他们发现了第三颗蓝色水晶 但他向上逃离了这里 见此洛基当即表示 装置已经出现在我们身旁 这个装置由我们负责 你们迅速从内部撤离 随后洛基朝着两人示意 击碎那个蓝色水晶 下一秒 只见两道人影闪过 然后贝尔基斯特使用一招突刺便将水晶当场摧毁 与此同时 雕像的保护系统瞬间提升到了三级 紧接着只见雕像眼部正在缓缓凝聚能量 此刻所有人都呆愣在了原地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而洛基猜测 每摧毁一个水晶 他的防御系统就会提升一个等级 也许我们需要摧毁所有水晶才能打败他 第一阶段是弩炮和蜥蜴人守卫 第二阶段则是弩箭车和巨魔 以及如今的第三阶段 与此同时 只见古代雕像从双眼中迸发出两道激光光束 静止朝着众人袭去 任职是投掷出了一把长枪 却让古代雕像摆脱了女神雕像的控制 而在他如此猛烈的进攻之下 洛基也不慎掉入了无尽深渊 那么他的最终命运到底会如何呢 就在古代雕像从眼中迸发出两道光束之后 此刻只见众人纷纷散开将其躲闪开来 随后洛基朝着众人下达了指示 我们到达顶点的时间不多了 珍娜负责掩护我 第三队伍负责摧毁所有水晶 剩下的队伍则负责对付怪物 帮助第三队伍拖延时间 就在这时 一只怪物猛然朝着众人袭去 下一秒 前方便传来维丁阵亡 以及罗沙陷入冰死之际的提示 与此同时 伊迪斯联系上了洛基 他表示内部的进攻也正在不断升级 而洛基猜测 摧毁水晶会导致古代雕像获得全方面的提升 于是他决定率先摧毁发射激光的装置 这样的话内部的陷阱也会停止运转 伴随着洛基猛然投掷出一把长枪 下一秒 便禁止击中了古代雕像的眼目 而在这时 伊迪斯再次联系上了洛基 他表示内部的陷阱已经停止运转 同时第三队伍表示已经摧毁第四块水晶了 而所有人没有注意到的是 女神雕像正在逐渐散去身上的光芒 不到片刻 古代雕像便脱离了女神雕像的控制 随后朝着雕像挥出了重重一击 就在这时 珍娜连忙示意众人时间已经不多了 越来越难以保持平衡了 闻此 贝尔基斯克和尼丽莎则率先朝着珍娜的方向赶去 而洛基则负责留下来断后 此刻眼瞅着古代雕像的巨拳即将砸下 于是珍娜连忙向下伸出右手 喊 动作快点 见此洛基当即飞快地朝着珍娜的方向赶去 伴随着一道人影闪过 下一秒 洛基伸出左手向着高处纵身一跃 然而终究还是与珍娜失之交臂 随后只见洛基正朝着下方快速坠落 而在这时 洛基当即拔出长剑 不可能刺进了古代雕像之上 在巨大的摩擦之下 洛基终于停止了向下滑落的趋势 就在这时 主人却将这幅景象截图保存了下来 随后只见洛基朝着众人下达的指示 你们不用担心我 继续朝着雕像头部前进 此刻一旁的入口吸引了洛基的注意 也许想要活下来 我只能选择去往那里了 而他丝毫没有注意到 吉尔伯特正在一旁虎视眈眈的望着他 随后只见他纵身跃向洛基 紧接着一把抓住他长长的白发 强大的求生欲已经让他陷入了疯狂 正当他想着借助洛基跳到雕像内部时 下一秒 只见洛基当即解除了狂暴模式 随后吉尔伯特便在一脸震惊的目光中向下坠去 紧接着前方传来吉尔伯特阵亡的消息 与此同时 洛基跳到了巨剑之上 然后利用巨剑作为跳板跃向一旁的入口 随后只见他抬手一挥 下一秒 巨剑便自动飞回到了他的手中 个小队 请汇报你们当前的情况 而下一秒 洛基却一脸凝重地看向前方 看来这场战斗是无法避免了 场增场了 楼层30的最终BOSS终于登场了 而洛基猜测 这家伙比楼层20的黑龙BOSS还要强大 就在洛基遇上蜥蜴人军团之后 此刻面对蜥蜴人的突袭 只见洛基一剑便将其当场斩杀 鉴于洛基之前已经在奖励阶段探查过整个迷宫 所以此刻的他完全不会迷路 如果忽略陷阱和怪物的话 他应该能够轻松抵达顶部 就在这时 洛基询问了第三队伍现在所处的方向 骑杀当即表示 他们正待在一个又圆又平的房间内 这里有着一堆奇怪的机械装置 而且他们并没有找到上去的楼梯 闻此洛基当即下令 摧毁所有机械装置 然后撤退 就在这时 第三队伍表示又有一个装置跑到上方去 而经过伊奥尔卡和珍娜的观察得出 由于雕像的头部挡住了视影 十项的保护系统提升到了四级 下一秒 只见等级35的魔像傀儡从雕像内部缓缓走出 随后猛然朝着伊奥尔卡等人发起了进攻 而这时的雕像突然掉转头部 紧接着便从口中发射出一道强大的光束 正当伊奥尔卡准备打断施法时 此刻魔像傀儡早已顺身来到他的身前 就在这千军一发之际 只见洛基一记挥砍将其击倒在地 随后挥出一道无比凶猛的剑气 与此同时 洛基迅速将力量凝聚于右手之上 紧接着便对着傀儡来了一招黑虎掏心 当场将其击杀 此刻眼瞅着雕像的光束即将来袭 于是洛基当即使用了武器觉醒能力 下一秒 一股黑色气息附着于重剑之上 伴随着洛基猛然挥出一剑 只见两股强大的力量相互碰撞在了一起 虽然雕像发射的光束非常强大 但在洛基竭尽全力的一击之下 还是被当场震飞出去 就在这时 贝尔基斯特忍不住调侃道 我们可是等你很久了 那把武器可真不错 能不能给我也弄一把 那可不行 与此同时 伊耀尔卡当即释放了一发火焰魔法 瞬间便摧毁了在雕像肩部的装置 随后伊耀尔卡不停向洛基抱怨起来 你可真是太鲁莽了 就算你有一百条命也不够用 好了 闲聊够了快行动起来吧 我们要跳进那个洞里吗 洛基对此表示肯定 下一秒 众人便迅速朝着洞口奔去 而在这时 无数傀儡纷纷从雕像体内涌出 只见真那一个顺身闪过 当场就将傀儡催舞 随后众人便来到了洞口面前 此刻洛基询问起了第三队伍的情况 那些怪物正在顽强抵抗 不过我准备将他们逐一击杀 其杀缓缓开口说道 那个小姑娘安全吗 你们很快就会抵达终点了 所以快跑吧 当然 一切都包在我们身上 此刻其杀缓缓说道 画面一转 洛基带领着众人进入了洞口 通红的墙壁让真那意识到 这里非常危险 就在这时 雕像的自我保护系统提升到了最终阶段 随后只见三个魔像傀儡缓缓缓出现在众人眼前 此刻一道声音响起 欢迎来到试炼室 来品尝我们的杰作吧 下一秒 三个傀儡便瞬间组合成了一只新的怪物 超级魔像傀儡 等级46级 而真那很是好奇 这种怪物的弱点到底在哪 不过就连洛基也表示并不清楚 但他猜测 这家伙比楼层二世的黑龙BOSS还要强大 可水晶摆放在研究室内整整五百多年 所有人都认为他极其的珍贵 可男人在看到他的第一眼时 却毫不犹豫地将其当场摧毁 因为只有他知道 这是通关楼层三世的唯一途径 就在楼层三世的最终BOSS现身之后 此刻眼瞅着实验室的大门即将关闭 于是洛基连忙抛出手中的重剑 将他牢牢卡在了门上 随后带领着众人朝着实验室身处跑去 而他深知唯有羁绊幕后的操控者 才能彻底停止机械的运转 你就洗干净脖子等着我们吧 洛基撂下一句狠话之后便转身离开了这里 与此同时 主人购买了两根荧光棒为洛基加油打气 虽然珍娜和伊奥尔卡对此表现得非常好奇 但洛基却是示意他们别介意这些 另一边 在第三队伍的努力下 他们处理完了图中看到的所有水晶 此刻他们已经来到了一处死胡同内 就在这时 洛基对第三队伍下达了指示 上楼梯之后右转 看到三叉路口后一直走中间的路 你就会看到出口 你们在那里等着我们就行吧 而奇杀很是好奇 你打算怎么做 我们会在摧毁雕像头部之后离开着 与此同时 珍娜察觉到有人正在跟踪他们 看来他一定是把大门弄坏了 此刻超级魔像傀儡正转动的手臂朝着众人袭来 面对傀儡发射出的多发弓箭 只见贝尔基斯特一个顺身将其全部抵挡下来 接下来就由我来负责吧 另一边 伊迪斯负责的第二队伍联系上了洛基 他表示如今所有人都进入了出血状态 并且突然间冒出了数百位敌人 情况并不容乐观 知道了你们再坚持一下 我们很快就会完成任务 洛基缓缓安慰到 与此同时 伊尔尔卡和贝尔基斯特 以及尼丽莎自愿留下来拦住超级魔像傀儡 如果实在不行就马上逃离这里 请记住这一点 随后洛基带领着珍娜朝着实验室伸出感去 虽然珍娜对此表示非常担心 但洛基却安慰着他 我们能做的就是相信他们 他们的训练并非是毫无意义的 不过我们需要加快速度 另一边 第四队伍正艰难地朝着出口赶去 虽然队长不断鼓励着他们 但罗莎却认为 即便能够活着回去 也永远无法结束这地狱般的场景 画面一转 对于前方传来罗莎阵王的消息 此刻的洛基表现得非常痛心 Pick Me Up的游戏难度实在是太高了 许多人都因此放弃这款游戏 就像是创造者并不希望楼层被攻略时 就连洛基的账号也是如此 伴随着一声巨响团来 此刻洛基和珍娜来到了实验室最深处 看起来你们终于来到了这里 你知道你们保护的女孩会做出怎样的事吗 她在试图违背宇宙法则 魔法探索者 库鲁沙赫缓缓开口说道 然而还不等她把话说完 只见洛基和珍娜连忙发动进攻 将其当场击杀 你的废话可真多 摧毁这里所有的装置 一个也不要留下 另一边贝尔基斯特等人正艰难地抵抗着超级魔像傀儡 在如此坚硬的防御和极快的速度面前 就连贝尔基斯特也表现得束手无策 即便是在伊尔尔卡强大的魔法攻击下 超级魔像傀儡也没有丝毫破损 如果连这家伙都无法处理的话 那他应该如何斩断龙的脖子呢 与此同时 洛基来到了最后一块水晶面前 看起来这就是最后一块了 伴随着洛基猛然挥下一剑 下一秒 只见巨大的蓝色水晶应声碎裂开来 此刻古代雕像瞬间失去了运转 随后前方传来任务变更提示 逃离这里 并确保NPC阿尔拉格纳的安全 于是洛基当即朝着珍娜表示 我们快离开这里 快跟上我的脚步 片刻之后 洛基联系上了众人 我们已经摧毁了所有的水晶 现在所有的大门应该都打开了 大家迅速朝着出口赶去 闻此 所有队伍纷纷开始行动起来 奇莎也带领着第三队伍朝着出口赶去 而伊迪斯也招呼着众人赶快离开着 全力奔跑吧 落后就会被抛弃 此刻所有队伍人员全都陷入了出血状态 这真的是最后一次了 千万不要再死任何人了 结束了 结束了 地狱般的楼层三十终于结束了 面对主人再一次赠送战马雕像的举动 此刻的洛基也露出了无奈的笑容 就在众人纷纷朝着出口赶去时 贝尔基斯特却向洛基提出了心中的疑惑 那个古代雕像是前辈亲手摧毁的吗 并不是 贝尔基斯特身上的伤口 别担心我还能够再坚持一回 可话还没说完 只见尼丽莎当场将他打晕过去 这家伙总是在勉强自己 接下来就由我来背着他走了 片刻之后 在洛基的带领下众人迅速赶到了出口 望着如此之高的距离 没有丝毫犹豫 洛基连忙示意尼丽莎准备绳子 不过显然绳子的长度并不足以到达顶 看起来我们还需要往下爬一段时间 与此同时 骑尔也带领着第三队伍朝着出口赶去 只见他们使用利爪摩擦着墙壁向下滑去 随后第二队伍也准备使用绳子逃离阵 片刻之后 伴随着一声巨响传来 古代雕像当场碎裂开来 而在这时 洛基等人早已安全抵达了地面 望着眼前这幅壮观的景象 此刻在场所有人都不禁松了一口气 干得不错 喊 虽然有几名队友阵亡了 但第二队伍没有出现任何损失 此刻两人不禁露出了一抹欣慰的笑容 与此同时 第四队伍队长忍不住感慨道 洛基实在是太厉害了 我要向他学习才行 而珍娜却对此表示 其实哥哥在跟你们分开之后 表现得更加出色 另一边 这时的黄女陷入了深深的自责 如果不是因为她 也就不会死去那么多人了 但洛基却给了她一记脑瓜绷子 别想这么多了 你只需要做好自己该做的事情就行了 是吗 我懂了 此刻伴随着一道蓝光浮现 下一秒 众人便被传送回了大厅 终于结束了吗 此刻洛基忍不住感慨道 任务的主线是寻找钥匙吗 当初黄女明确表明了 钥匙一共有三把 要想将钥匙全部集齐 看起来将会是一场痛苦且持久的战斗 就在这时 只见依塞尔一脸激动地朝着洛基扑去 你真是太了不起了洛基 随后掏出一个战马雕像递给他 这是主人赠送的礼物 见此洛基当即感到一阵无语 然而望着手里的战马雕像 洛基却是慢慢露出了一抹微笑 我真是输给你了 韩收到了礼物很是开心 好感度上升 人家第一次将攻略视频发到论坛 就暴露了自己的名字和坐标 这可把洛基吓了一跳 要知道坐标被泄露的话 那么陶尼尔就会有被其他玩家入侵的风险 就在众人回到大厅之后 此刻他们摆起了庆功派对 大家各自诉说着自己来到这的遭遇 珍娜等人则开始狼吞虎咽起来 而一旁的莉莉尼却表现得心度在焉 这种事情以后会经常发生 我们要学会向前看才行 我们会为死去的人们悲伤 但我们也应该庆祝我们的生存 此刻贝尔基斯特正打算离开这里 看起来他并不太适应这种热闹的场面 适当举行派对能够补武士气和减轻压力 这是洛基在尼弗海姆时从未忘记过的 没想到主人居然在洛基不提醒的情况下想到这些 看来他的确成长了不少 就在洛基与众人闲聊之际 此刻伊赛尔突然出现在众人眼前 他表示有件重要的事情需要告诉洛基 随后洛基便和伊赛尔回到了房内 所以到底是有什么重要的事呢 此刻只见伊赛尔当即打开了论坛 主人似乎上传了攻略楼层30时的视频 并且获得了不少的浏览量 而从评论中不难看出 这些反应跟洛基当时上传尼弗海姆攻略视频是一致 就在这时 主人收到了来自其他玩家的三个消息 看起来主人的账户名称已经暴露了 不过只要没有泄露坐标 那就不会发生什么坏事 否则的话 整个陶尼尔都将会被其他用户入侵 看起来这件事情将会变得非常有趣 通过视频洛基等人受到了许多玩家的关注 可即便如此 洛基也不过是一个才能比较出众的英雄吧 真正Pick Me Up的高玩是不会在意这些小事的 除非他们能够看出英雄内在的潜力 伊赛尔 主人下次上传视频实际的告诉我 当然 我不会忘记的 随后洛基便回到了派对之中 画面一转 由于主人攻略了楼层30 所以开放了终极周长副本 以及第三个探索地下城 开放陶尼尔周边设施 坐标188.34 7.44 7.935出现古代遗迹 主人的区域将在十层之后更换一次 这是他们保持平衡的方式 因此低等级和高等级账户不会在同一领域碰到 当然每次更换区域都会出现一个新的内容 楼层30打开古代遗迹 玩家可以派遣小队乘坐飞船进行探索 并获取奖励 但制造飞船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它需要消耗大量的时间和材料 并且玩家至少需要一个四星级以上的工程师才行 所以大部分新手玩家根本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制造出飞船 于是飞船租赁便横空出世 但可想而知 租赁金贵的非常离谱 而从洛基的角度来看 其实主人完全没必要那么着急 毕竟这些奖励迟早都能获取 就在这时 一则频道未读消息突然浮现在洛基眼前 看样子玩家还没确认消息就匆匆下降了 片刻之后 洛基向伊赛尔要来了游戏的临时权限 我想确认一下别人发给主人的聊天信息 当然 洛基拜托我的一定会竭尽全力半脑 随后洛基查看了那则频道消息 看起来是同一区域的玩家 伊赛尔快速找到这家伙在地图上的位置 下一秒 那家伙的具体方位便浮现在洛基眼前 与此同时 他发来信息表示 他有多余的材料希望可以帮到主人 但他需要知道主人的具体坐标才行 看起来这家伙终于进入主题了 于是洛基毫不犹豫地将坐标发给他 而伊赛尔却表现得无比震惊 那家伙可是 我知道 这家伙是猎人 明泄露坐标就会遭到敌人的入侵 可洛基却主动将坐标发送出去 因为只有他知道 自己在防守战中从未输过 就在洛基准备给出自己的坐标时 此刻他才缓缓开始解释起来 这些家伙表现得好像要帮助你 但其实他们只是想打劫你而已 没有玩过这款游戏的用户很容易伤他 如果这个地区出现了许多灰色头像 那这意味着他已经入侵了很多用户 与此同时 只见洛基在屏幕中输入了自己的坐标 毕竟不告诉他坐标并不一定能够保证我们的安全 而洛基很是好奇 在30层进行狩猎属于是非常罕见的 并且还拥有一艘飞船 要么他们是课金玩家 要么他们拥有一个等级较高的朋友帮他们解决问题 此刻只见洛基将坐标发送给了他 等我搞定了这家伙就把日志删了 随后他便关掉了信息窗口 洛基之所以拥有这等自信 完全是因为他在防守战中从未输过 在游戏途中选择放弃的用户通常被分为两类 那些放弃潘塔只喜欢与人交往人 以及只喜欢PVP的家伙 而属于后一类的家伙通常从不放弃狩猎 那么对付他们的唯一半 就是做好准备迎接他们的到来 此刻洛基向众人下达了指示 敌人即将入侵大厅 珍娜告知那些非战斗人员待在房内不要出来 而伊尔尔卡很是无奈 真是遭到透了 我还以为我们能够休息一会了 你不是想要一艘飞船吗 我这就给你弄一个非常好的 另一边 大厅的众人正在议论纷纷 像吉尔伯特那种怪物都死了 那么我们这种小角色对于小队来说一文不值 就在这时 一个罪汉拿着酒肉缓缓走了过来 怎么在主人面前表现得非常忙碌 并且有时间偷酒偷肉 要不要我教教你们了 与此同时身旁一道声音传来 所有人撤退到房间里面 敌人即将入侵大厅 这是三楼传来的紧急命令 另一个大厅的团队要来入侵了 画面一转 洛基召集了四个小队 此刻只见伊迪斯缓缓说道 哈 你叫我们来是不是有什么新的计划 当然 我们要打败入侵者 见此其杀当即表现得极为兴奋 这可正合我意 你们准备好 我一发出信号就马上出来帮忙 此刻待在一旁的贝尔基斯特 早已按耐不住内心的冲动 于是洛基连忙示意他不要着急 不要杀了他们 毕竟我们还有许多事情要做 在楼层四十之前有一个英雄保护机制 即使英雄在PVP中死亡也不会真的死去 但死亡会导致英雄的所有属性和技能永久下降 就算是洛基这种拥有巨大潜力的英雄 也可能会因此变得非常无用 片刻之后 一艘陌生的飞船登陆了陶尼尔 而洛基正待在一旁偷偷注视着一切 此刻只见飞船上下来几道身影 根据我的经验仓库应该就在一楼 我们一定要好好打劫他们 你知道应该如何处理他们吗 当然是把他们打个半死再带过来 那就走吧 狩猎开始了 响了打响了 玩家与玩家之间的攻防战打响了 就在敌人开始行动之后 此刻洛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解决掉了一人 随后之身来到了他们的操控室内 什么事让你这么忙呢 下一秒 只见敌人当即拔出长剑砍向洛基 但却被其瞬间抵挡下来 紧接着洛基猛然发力 当场便将他的右手凝成了麻花 这艘飞船上只有你们七个人吗 最好在你这只手被折断前告诉我 是的 这里只有我们七个 此刻敌人痛苦地说道 四人在车里 一个队长 包括飞船里的这个人 他们没有一个是魔法工程师吗 你们计划什么时候离开这里 十分钟之后 在得到自己想要的信息之后 洛基便将他击晕了过去 随后洛基与众人取得了联系 事情进展得很顺利 十分钟之后我们就可以回去睡觉了 但很快他就发现了不太对劲 因为操控室居然无法进行操控 就在这时前方传来一道提示 仓库里有关于龙的材料都被洗劫一空 专门挑柜地带走 与此同时 只见两人推着一车的材料缓缓从仓库走出 而他们并没发现队长已经不见了 随后他们开着飞船朝着自己的区域赶去 他们完全没有注意到 洛基等人早已在船上等候多时 不到片刻 飞船便来到了悉尼3847次元哈尔拉 此刻一旁的胖子正在胆开 以前的主人并不是这样的 看起来世界发生了很多改变 下一秒 只见洛基猛然踹出一脚 当场便将他踢飞出去 与此同时 贝尔基斯特也解决掉了船上最后一人 这些家伙实在是太弱小了 我们真的有必要躲在这里面吗 说着贝尔基斯特猛然拔出长剑刺向敌人 此刻珍娜也向洛基汇报了情况 这些家伙比我们想象中要坏 看起来他们不是第一次做这种事情了 哥哥你的计划是进入大厅吗 可是我们只有五人 你确定要这么做吗 就连尼丽莎都表示 敌人也许会有几十个左右 不妨我们先回去做足准备再来这 但却遭到了洛基的拒绝 因为这样会打乱计划的 而且飞船不按时抵达的话 他们也会起一心的 就按计划行事 这样才能结束一切 此刻一旁的贝尔基斯特当即表示 他认同洛基的观点 因为这种家伙他一个人可以干掉一堆 看起来他们并没有接受过专业的训练 也许他已经放弃爬塔了 我们洗劫掉他们整个大厅 然后一把火全部烧光 这样就能确保他们无法重建自己的大厅 直到他退出游戏为止 伴随着洛基走进另一个大厅 此刻前方传来一道提示 系统日志权限已撤销 这是否意味着我在大厅外面也能看到日志呢 片刻之后 洛基等人来到了敌人大厅 下一秒 他们便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解决掉了两目 此刻死亡保护机制启动 战死的英雄可在一周后使用灵魂石进行复活 与此同时 大厅内的保护系统瞬间开启 该死 我们好像被发现了 现在才刚刚开始呢